第857章,熊长老,不等他们说什么或者是做什么,他们的身后又走出一位绝色美人。精灵族本就是好颜色,但现在其他精灵都吃了遮掩容貌的药,唯独他一人没吃,所以更显得是千万绿叶中的一朵艳丽的繁花。 殿下,兽人族欺人太甚。米飞无视兽人族或愤怒或疑惑或心虚的目光静止走到了爱妮塔的面前。没错,这个角色的精灵就是爱妮塔。他作为身份最特殊的一个,他是肯定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再加上之前因为神器的事情,兽人族已经和爱妮塔交涉过无数次了,所以他遮不遮掩都无所谓,但遮了反而是掩耳盗铃,没有意义。米飞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自家公主殿下,没有任何添油加醋。 精灵族的性格向来温和善良,他们做事凭借本性与本心,不需要任何借口与虚假的理由。如果这豺狼兽人只是想要验证他们的身份,米飞和米雪都不会这么生气。他们真正生气的是,豺狼兽人不尊重精灵族的举止,以及无所谓的态度。听完米飞的解释,爱妮塔精致的脸上也出现一丝怒容。他回头看着兽人族的几位长老,立声质问,这就是你们兽人族的代客之道。我们是来帮忙的,结果反倒要受你们的质疑,这也就罢了。 我能理解你们如今的情绪,但要我们精灵族放血是什么意思?精灵血意味着什么?这不用我多说吧。你们兽人族必须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别怪精灵族终止于你们的交易。我相信女王陛下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不愧是精灵公主。气势全开的情况下,在场的所有人无意不是低头扶手,完全不敢抬头指示。 爱妮塔可是精灵族的准继承人,在兽人族中能和她地位相当的只有兽人族的族长,甚至连兽人族的少族长都要矮她一头。毕竟少族长的位置是随时可以换人的,但精灵公主的位置是不可改变的。一旦改变,那说明她已经是女王了。但如今兽人族并没有少族长,只有一位族长。换句话说,爱妮塔在兽人族内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地位绝对的存在。 眼下族长并不在这儿,所以这些兽人只有被爱妮塔按着骂的份。当然,爱妮塔不是个会骂人的,但这并不影响她用自己的实力和气势让他们难受一番。爱妮塔并非是得礼不饶人的性格,但是她也知道,这豺狼兽人的行为绝对不可能是自作主张,这后面绝对有人支持,甚至有人指使。她现在代表的可是整个精灵族,自然不可能轻易放过。否则,这就是帮着外人把精灵族的脸面往地上踩。 一时间,全场寂静无声。兽人族承受着爱妮塔因怒气而散发的强大压力,就连几位长老也是冷汗淋漓。就在苏佑好奇为何整个兽人族无一人可用时,远处有几个兽人被簇拥着匆匆走来。 宫主殿下,这件事是我们兽人族的过失,我们一定会严厉处理,望您原谅。爱妮塔淡淡地看了一眼说话的人并未有放过的意思。 舍长老说得轻巧,这是什么过失?如何算严厉? 什么都不说,就希望我原谅。莫非是我今日表现出来的态度,让你们觉得精灵族好欺负? 舍长老有些不愿,他没想到自己都已经放低姿态如此说话了,结果这精灵族的公主还是不依不饶。 说好的精灵族何善温柔呢?都是假的。 舍长老自以为自己的情绪演示得很好,但还是被爱妮塔收入眼底。 就连站在后方的苏佑也发觉,这个所谓的舍长老并没有表面上的这么好说话。 就像爱妮塔说的那样,这舍长老只说会处理,那要怎么处理?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但凡爱妮塔轻易松口,这个豺狼兽人后面是生是死,他们都有一万种理由和手段。 所以,爱妮塔绝不可能轻易让他们把人带走。 眼看气氛又要陷入僵局,舍长老旁边的那个胖乎乎的老人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 公主殿下息怒,您听我一言如何? 看到这个胖乎乎的兽人,爱妮塔面上的神情微缓,苏佑一看便知道,此人在爱妮塔心中的印象应该不错。 熊长老请说,被称作熊长老的老人面上笑呵呵地摸着自己的胡子,但身形速度却丝毫不减。 只见他直接闪身来到豺狼兽人身边,轻轻松松地和林小姬仔似的把他给滴溜起来。 另一只空着的手,先是打了一下他的咽喉处,然后毫不犹豫地在豺狼兽人的四肢拍了几下。 因为他的这些举动,豺狼兽人突然露出了一个极为痛苦的神情,但也不知为何,他只能张着嘴,瞪大眼,但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 可即便如此,众人还是可以从他的神情中感受他的痛苦。 熊长老做完这一切,只花了不到五秒。 随后,他把豺狼兽人如同垃圾一般往地上一丢,面上依旧维持着老好人似的笑呵呵的模样。 他转身对爱妮塔道,这便是我想对公主殿下说的第一句话。 爱妮塔点点头,没有什么表示,但其他兽人都能从自己身上减缓的压力感觉到他的心情稍稍平复些许。 熊长老继续道,这个豺狼兽人待会我会带走严家审问。 审问结果不论如何,必然告知殿下,如果殿下心有疑虑,随时可以见他问他。 爱妮塔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浅笑。 熊长老做事,爱妮塔还是放心的。 那这兽人便交给熊长老了。 熊长老笑呵呵道,多谢殿下的信任。 他抬手,立刻就有几个兽人过来,要把豺狼兽人抬走。 在他们离开前,爱妮塔身边的一个精灵丢出一个瓶子。 虽然不管是这个精灵,还是爱妮塔,都没有说这个瓶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但熊长老以及其他几位长老都知道,这瓶子里面装着的是精灵泉水。 刚刚弥雪下手没留情,这豺狼兽人刚刚还被熊长老教训了一顿。 虽然熊长老把空了力量,没让他死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爱妮塔还是让人给了泉水。 第858章 通行令 没给泉水前,这个豺狼兽人如果死了,爱妮塔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泉水一给,豺狼兽人就死不得了。 熊长老自然明白,于是接到泉水时就让人停下, 然后亲自走到豺狼兽人面前,把泉水给他灌了下去。 请殿下与诸位精灵族的贵客跟随我到兽人族内休息。 熊长老把空的瓶子一丢,然后转身邀请爱妮塔与其他精灵进入兽人族。 事到如今,这件事已经算暂时告一段落了,所以爱妮塔也没继续为难。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兽人族,路上有不少兽人都朝着他们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因为他们的目光更多还是集中在为首的爱妮塔身上,所以苏佑他们倒也没什么压力。 这里便是兽人族为各位贵客准备的住所。 熊长老把他们带到了一处十分平坦宽敞的地方。 兽人族内部有些类似于原始部落一般,到处都是植被,花草树木,应有尽有。 他们只会在需要建筑的地方清理出一块空地,然后在空地上建造他们居住的房屋。 房屋的材料自然都是取用于森林中的植物,都是木头的屋子。 虽然是木屋,但因为修筑齐整,内外都有植物作为装饰,再加上处理森林之中,环境极佳,所以也别有一番风味。 请问殿下现在是要休息,还是有其他安排? 熊长老问道,爱妮塔略微思索,随后道,既然我是代表精灵族来帮忙寻找幼崽的。 爱妮塔自然没有浪费时间休息的道理。 你们几人留下安顿?你们几人跟随我一起,其余人自由在族内行动。 爱妮塔没有犹豫,直接给所有人安排了各自的工作。 期间,她并未多看苏佑他们一眼,就好像他们真的只是众位精灵中的一员,并无特别。 等她安排好后,她又转身对熊长老道,可有族内通行证明。 熊长老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许多找印形状的令牌,除了找印形状的令牌之外,还有五个是文字令牌。 爱妮塔并没有询问这两种令牌的区别,也没接过这些令牌,负责发放令牌的是米妃。 不知是否是有意,那几个文字令牌有四个都在苏佑他们手中,只有一个被米雪拿走了。 令牌分发完毕,爱妮塔带着几个精灵和熊长老离开了,剩余的精灵中有三个听从爱妮塔的吩咐留下来安顿,其余精灵带着令牌各自分散。 苏佑他们几人也被米妃和米雪带着去了一个角落。 寿人族内,话不宜多说,我只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寿人族内通行令牌分为两种,一种是长老通行令,一种是公用通行令。 长老通行令在长老所管辖范围内畅通无阻,公用通行令在除境地外所有地方畅通无阻。 很显然,熊长老拿出来的数量多的是长老通行令,也就是爪印形状的,仔细看去,这是熊爪。 熊爪印代表熊长老,任何熊族寿人见了都会礼让三分,并且在熊长老管辖的区域内他们十分自由。 当然,长老通行令偶尔在其他范围也是可以用的,主要看这个区域的寿人给不给熊长老面子。 寿人族内长老数量多达几十个,几乎是每个种族都有一个长老,人多了,自然也有拉帮结派的情况。 与熊长老交好的其他长老所管辖的区域自然也会给熊长老面子,令牌也可以用。 而文字令牌就是公用通行令,作用与熊爪令牌一致,只是作用范围扩大为整个兽人族。 因为权限很大,所以每个长老手上的数量也不多,熊长老能拿出五个已经算很好了。 毕竟他不需要公用通行令,但他手底下的兽人总有需要的。 米飞显然是故意把四个公用通行令都给苏佑他们的。 至于米雪留下一个,这是因为他也会跟着苏佑他们一块行动。 苏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米雪的战斗力在精灵族绝对算得上强悍的。 不然也不会每次战斗相关的事情都由他出手。 而米雪此行的任务也很明显,那就是保护苏佑一行人。 至于米飞,他只负责带他们了解情况,到时候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 兽人族那情况大致如此。 苏佑你,还有什么问题? 考虑到现在是在兽人族,所以米飞就没有再称呼他苏灵主了。 苏佑也明白,所以并不在意,思索片刻后问了几个问题。 可知哪些长老与熊长老交好? 熊长老在兽人族名声不错,许多长老名面上都与他交好,大多兽人也都会给他面子,其中兔长老,猴长老与他关系极佳。 须注意的是,暴族与熊族有过矛盾,虽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最好,还是远离暴族。 苏佑点头几下,心里头已经明白,为什么爱妮塔要选择熊长老作为敲门砖了。 不管这个熊长老是真的老好人还是虚伪的小人,但他只要明面上的风品不错,那他们手上的爪阴令牌权限也会比寻常长老令牌好用许多。 而且和这种人相处,对方如果是真好人,他们不需要顾忌太多,如果是虚伪小人,那对方也因为需要顾忌自己的名声处处受险。 可知那四只丢失的幼崽是哪族的?因为之前对兽人族的了解不多,所以,他一直把兽人族看成一个整体。 但来到兽人族内,发现他们有明显的族群区分后,他便轻易地想到了那几个幼崽的身份肯定是重要的信息。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但目前为止,我只知道有一个幼崽是猴族的,其余三个幼崽,尤其是那个天才,身份未知。 米飞毕竟也才来到这里,不知道也正常。 爱妮塔应该知道更多的信息,不过她显然很忙,所以,只能之后再问。 虽然没能知道更多信息有些遗憾,但苏佑已经想好了大致的调查思路,先去猴族,然后去兔族。 前者是因为幼崽受害,线索更多,后者则是因为百草。 第859章 猴族 她在知道可以来兽人族之前,就去找过百草了解过情况,并且还受了百草的委托,要给她的父母送一些东西。 这两个种族正好也是熊族明显交好的种族。 所以,她们的行动也会更加方便。 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几日。 有了思路还不够,苏佑还要知道时间,这样才能有规划。 米飞想了想到,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是要待到事情解决,但如果事情一直都没有后续,最多一个月我们就会返回。 如果有明显可追踪的线索,还会继续待下去,但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 讨历到苏佑毕竟是一成之主,米飞补充道,当然,如果你们要提前离开也是可以的。 一个月,这个时间算很长了。 要知道,人鱼族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才一周时间。 兽人族的事情就算再怎么磨叽,也不至于翻了四倍的时间。 有了时间,知道可以提前返程。 苏佑松了口气。 她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拿到了米飞给的兽人族地图,便目送米飞离开。 米雪,你有什么安排吗? 苏佑转头看向留在他们身边的高冷精灵。 米雪摇头,殿下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们。 苏佑点头,没再多问。 她低头看地图,找到猴族的位置,然后立即起身出发。 猴族所在的位置,距离他们现在的位置大约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不过兽人族内也是有属于自己的交通工具的。 这里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类似于马的野兽。 这是兽人族专门驯服了用族出行的。 凭借令牌,他们成功地弄到了九匹马脚兽。 然后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来到了猴族区域外。 你们哪族兽人? 哎,猴族何事? 我们是精灵族的人,受邀帮助兽人族调查幼崽失踪的事情。 之前负责交涉的米妃现在不在,米雪又是个不爱说话,只负责打架的。 所以,现在交涉的人就变成了苏佑。 苏佑自己拿出了工用的令牌,其他人也纷纷拿出了工用熊爪令牌。 看见令牌之后,猴族的兽人眼睛一亮,面上的神情都温和许多。 原来是精灵族的贵客,十分感谢你们愿意帮助我们。 猴族兽人热情地上前,把他们迎了进去。 这里只是猴山外的一处守卫点罢了。 距离真正的猴族居住的猴山还有七八分钟的路程。 苏佑牵着马脚兽,一边跟着猴族兽人,一边询问猴族的情况。 听说此次失踪的幼崽,有一只是猴族幼崽。 听到这句话,猴族兽人身体一僵,面色有些难过。 是的。 那可是,我们猴族近三十年天赋最好的幼崽。 安慰几句后,继续问道,不知可否带我们去见一见这幼崽的亲人。 猴族兽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有拒绝。 不过,他也并未立刻同意。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得先带你们去见一见猴长老。 应该的。 苏佑笑了笑,继续道,本来的确是要先拜访猴长老的。 只是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听说猴长老并不在族内, 所以就想着先去丢失幼崽的家属那边探望一下。 猴族兽人看苏佑说话有条有理,十分礼貌,好感立刻增加许多。 猴长老也是才从外面回来。 言下之意,猴长老刚刚的却是不在族内的。 只是他们来了,他也正好回来了。 苏佑本来还想问问这个猴族兽人是否知道丢失的四个幼崽分别是哪几个种族的。 但一想马上就要见到猴长老了,他问猴长老也是一样的。 何况这个猴族兽人也未必就知道情况。 猴长老是一个兽高个儿,看着比熊长老年轻不少,精神异异,神采飞扬, 唯有眉宇间的一丝眷色可以看出他这几日应该并不好过。 猴长老,这几位是精灵族的贵客。 猴族兽人灵巧的几个跳跃来到猴长老的面前, 几句话的功夫介绍了情况,然后便退后到一旁不再言语。 感谢精灵族的帮助。 猴长老强打精神露出一个笑容,只是这笑容看着并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他这并不是针对自己,所以也并没有在意,而是直接进入主题。 时间每多拖一天,那些幼崽找到的可能性以及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就多一分。 所以,我也不说没用的东西了。 请问猴长老是否知道另外三只丢失的幼崽是哪一族的? 猴长老本来依然沉浸在悲伤中,现在突然听到苏幼如此直接不遮掩的话语,不由地愣了一下。 随后,他也抛下内心的其他情绪,认真的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我只知道,有两个幼崽是牛族和暴族的,至于天赋最好的那个。 因为一开始,他对外宣称的天赋一般,所以并没有人关注过。 目前应该是,除了族长和本族长老之外,没有其他兽人知道他的身份。 牛族?暴族? 想到暴族和熊族关系不佳,苏幼有些头疼。 不过,这暂时被他抛到了脑后,目前肯定还是先研究猴族的事情。 那猴长老是否知道当日凡族催炼的具体情况? 比如何时进去? 进去的顺序是怎样的? 幼崽们在里面待了多久? 出来后,你们又是怎么发现幼崽不见的? 你们是否有发现什么线索? 苏幼一连串地问了许多问题,猴长老听着并没有不耐烦。 反而因为苏幼如此认真详细的态度,感到感动。 就连苏幼一个外人都对幼崽失踪的事情如此关注。 猴长老作为受害者同族的长辈,他自然也不会不关心。 当日情况是这样的,一共21个幼崽,为了避免混乱,他们是分成了四组一次进去的。 除了第四组是六个幼崽之外,前三组都是五个幼崽。 兽人族反组淬炼都是有统一时间的,是正午时分。 十二点,幼崽会和各位长老以及组长提前在禁地外等候。 时间一到,便由组长带领幼崽们进入禁地。 等安排好幼崽们淬炼的事情后,组长会从里面出来。 第860章,淬炼经过。 淬炼肯定是时间越长越好。 往年幼崽平均可在禁地内淬炼一个半小时,但今年的这些幼崽中,哪怕是淬炼时间最短的,都有两个小时。 侯长老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无疑是十分骄傲的,但苏又听着,却觉得心里头咯噔一下。 平均一个半小时的成绩,变成了最低都有两个小时,这提升可不是一点半点。 如果说是成绩最好的那个有如此大的进步,那还有些可能,毕竟今年的幼崽中有一个绝世天才,别人的平均成绩是一个半小时。 那他就算是在里面待上三个小时,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侯长老并没有发现苏又的不对,他还在继续说着,我记得很清楚,两个小时时出来了五个幼崽,又过了十几分钟,出来了三个幼崽,之后都是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出来两三个幼崽,一直到他们进去三个小时。 因为之间陆续都有幼崽出来,所以三个小时了,还有四个幼崽没有出来,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怀疑,直到时间过去半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 这才有人表示担心,但因为淬炼反祖至关重要,不得有人打扰,所以我们大家都决定再等等。 之所以决定再等等,一个是不希望打扰里面的幼崽淬炼,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他们都觉得境地是整个兽人族最安全的地方,他们都不觉得幼崽在里面会出事,所以他们又等了半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了,最优秀的那四个幼崽,还是一个都没有出来,大家担心,但又怕打扰,所以最后,只有组长一人进入查看情况。 组长进去后,本以为自己可以看见四个正在淬炼的幼崽,没想到境地内居然空无一人。 能做上寿人族组长位置的人肯定不傻,他并没有抱着侥幸的心理,而是敏锐地发觉出现了问题,所以立刻出去告知各位长老,然后一众长老进入境地寻找幼崽,至于那没有出事的十七个幼崽,则是被他们各自的种族保护得严严实实的。 整个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了,侯长老说完这一切后,整个人都仿佛苍老了几十岁。 苏佑对这位侯长老还是有些好感的,至少目前看来,他的确是一个十分负责任的,也十分关心小辈的长老。 不管他这里的关心是为了整个侯族,还只是单纯地关心那个消失的侯族幼崽,但他所做的努力是真切的。 侯长老您先冷静一下,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 虽然刚刚侯长老所讲述的整个淬炼繁组的过程十分正常,听不出任何问题,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说明这看似正常的背后一定出现了很大的纰漏。 你问吧,只要能够把那孩子找回来,你问什么都可以。 侯长老坐在了先前那个侯族兽人搬过来的椅子上,面上的疲惫之色更加浓郁。 侯长老,这些幼崽淬炼的时间和他们所吃的兽纹果的数量有直接的联系吗? 侯长老咒没想了想,然后微微点头,是有一些联系的,以前兽人族示弱时并没有特意挑选合适的幼崽进入境地淬炼,而是所有的幼崽都有一次淬炼的机会,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只要能够吃下一颗兽纹果的幼崽, 就可以经受住半个小时的淬炼。 能吃下两颗兽纹果的,基本上可以经受住一个小时的淬炼,三颗就是一个半小时。 听侯长老这么说,苏佑心里头差不多有事了。 为什么说兽人族以往幼崽,平均可以在境地待上一个半小时? 因为能够进入境地淬炼的,最差也是吃了两颗半兽纹果的。 按照侯长老的这个算法,他们最差也能在里面待上一个多小时。 而优秀的幼崽,基本每年都有几个,有能吃三个多的,还有能吃四个的,平均下来的确是一个半小时。 那侯长老,你不觉得今年的幼崽淬炼的时间有些不对劲吗? 按照您的说法,如果不算那四个丢失的幼崽,今年这些幼崽的平均淬炼时间已经达到了两个半小时,这要放在以往。 那可是要吃了四个甚至五个兽纹果的幼崽,才能承受如此长时间的淬炼。 这淬炼的时长显然是苏佑最先发现的巨大问题。 这,侯长老思考片刻,觉得苏佑说的有道理。 虽然他们都愿意看到有更多的幼崽能够在境地长时间淬炼,但他也必须承认这里的时间是有问题的。 苏佑看侯长老皱着眉不说话,也没等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侯长老,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些幼崽淬炼结束了,但是并没有立刻从境地里面出来。 而是在境地里面逗留了一些时间。 侯长老立刻否决,不可能。 苏佑本来也只是说出自己的猜测,看到侯长老如此笃定不由地询问原因。 侯长老为何如此肯定? 侯长老,虽然那些幼崽都是第一次淬炼,但他们淬炼之前,不管是他们族的长老还是族长,都会让他们在淬炼结束后立刻出来,避免影响其他幼崽淬炼。 大部分幼崽都是听话的,所以,他们基本不可能在淬炼结束后还在里面继续逗留。 当然,也有可能有少部分几只幼崽比较顽皮,但境地并不是你想留下就能留下的,境地内有受神威压,不管是谁进入境地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唯有淬炼时,威压会略微减缓,一旦淬炼结束,威压恢复,幼崽如果不尽快出来,不说丢了性命,那也会难受无比。 苏佑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基本不可能在境地内逗留。 所以,这些幼崽,就是实打实地,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 那境地是否有其他出口? 猴长老犹豫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其实境地之势本,不该对外人多言,但你们是精灵族的贵客。 这一次还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也就不隐瞒了。 境地一共只有一个出口,幼崽催炼时,我们都在出口处等候。 第861章,幼崽小麦。 苏佑挑了挑眉,既然如此,出口只有一个。 你们又是看着幼崽进入境地的,也并没有看见他们出来。 那岂不是说明,他们还在境地里面。 猴长老叹了口气,的确应该是这样,但我们的的确确是没有找到他们。 唯一的出口有人守着,他们不可能进出。 那只能说明,那四只幼崽还在里面。 但如今,距离淬炼出世,已经过去好几天时间了。 境地内早就已经被翻了的底朝天,可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即便他们觉得不可能,但他们只能认为,幼崽是被人带走了。 在来寿人族的路上, 我看不少野兽十分恐慌,猴长老可知为何? 苏佑说的,其实就是从黑蛇那边知道的消息。 也就是,兽人族因为幼崽丢失而迁怒周围野兽,然后大开杀戒的事情。 当初听黑蛇这么说的时候,他就觉得,兽人族的举动挺奇怪的。 而且,从他来到兽人族所见到的兽人来看, 熊长老是老好人的敦厚形象,猴长老也是一个和蔼老人。 虽然他对其他族不了解,但身为受害种族之一的猴族, 绝对不是能够做出那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暴力形象。 周围野兽恐慌,猴长老有些疑惑,看着并不知情的样子。 这几日,我光顾着寻找线索了,对于周围的其他事情并不知情。 苏佑心道果然,那大开杀戒的事情和猴族并没有关系。 既然和猴族无关,那大概率就和另外三个丢了幼崽的种族有关。 目前他已知的另外两个丢了幼崽的种族是牛族和暴族。 不知为何,他严重怀疑这件事和暴族脱不了干系。 既然猴长老不知道,苏佑也不准备多说,毕竟猴长老自己也是一副并不在意的样子。 他现在最在意的只有幼崽相关的线索。 苏佑又问了几个问题,眼看该问的都问得差不多了。 苏佑便提出想要接触一下消失的幼崽的亲人。 猴长老疲惫地点点头,然后招呼来之前为他们带路的猴族兽人, 让他继续作为向导,为他们带路。 路上,苏佑询问了这幼崽一家的情况,猴族兽人想了想说道, 幼崽的名字叫小麦,父亲叫麦提,母亲叫麦娜,小麦还有一个哥哥大麦。 苏佑,很好,很容易记。 了解了小麦一家的信息后,他们便来到了一个树屋前。 猴族兽人上前敲门,门随后被打开, 开门的是一个面带愁容的女性兽人。 不用想,这应该就是小麦的母亲,麦娜。 麦娜,这些是精灵族的贵客, 他们是组长邀请来为我们寻找幼崽的。 猴族兽人为麦娜介绍了苏佑他们的身份, 麦娜听了她的话之后,面上并没有多少开心的神色, 还是一片死寂。 猴族兽人虽然也能理解这一家人失去孩子的伤心难过, 但毕竟有贵客在,所以她准备出言提醒, 不过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苏佑打断了。 麦娜,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有关于你的孩子,小麦的情况。 如果线索足够多,相信我们可以很快地找到你的孩子。 听苏佑说找孩子的事情, 麦娜的神色终于有了动容。 谢谢你们,请原谅我的失礼,进来坐吧。 麦娜让出位置,让他们进去。 苏佑回头看了其他人一眼, 最终进去的只有苏佑、多雅以及安洛。 其余人五人和米雪则是按照苏佑之前安排好的 去猴族的其他地方打探消息。 不然,他们一直跟着苏佑行动,这效率显然太慢了。 进入房间后,猴族兽人和之前一样, 找了个角落坐下当被警板,没有打算离开, 但也没有打扰他们的意思。 苏佑三人坐在一排墓椅上, 麦娜则是在为他们盗了饮品后, 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你们有小麦的信息吗? 她还好吗? 麦娜的状态很差,满脸眷容, 明显的黑眼圈,暴露在外的兽型毛发, 失去了光泽,是发黄干枯的颜色。 这些都足以看出, 这位雌性兽人在失去自己的孩子后, 有多痛苦,怕是心如刀脚,彻夜难眠。 很抱歉,我们目前并没有幼崽们的信息, 不过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们。 苏佑说完这句话后, 便将话题的主导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没有让节奏被麦娜的悲伤带跑。 麦娜, 你知道小麦平时和哪些幼崽的关系很好吗? 或者说, 你知道被带入境地淬炼的那些幼崽中, 有小麦关系好的朋友吗? 麦娜有些恍惚, 在苏佑的二次提醒下, 她回过神, 小麦是个很开朗的孩子, 她在族内有许多好友, 但和外族幼崽的交际并不是很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年猴族只有她一个孩子有资格淬炼。 苏佑很快理清了这句话的意思。 小麦有很多猴族玩伴, 但没有其他族的朋友, 这一次的淬炼只有她一个猴族的孩子, 所以她和另外二十个幼崽都不熟悉。 她记下这个信息, 然后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淬炼日前后, 小麦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麦娜有些没听懂苏佑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她的言行举止, 有没有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 情绪突然发生了改变, 做出了平时不会做的举动, 又或者是有什么隐瞒你们的事情。 苏佑仔细地解释, 麦娜眼睛一亮, 毫不犹豫地点头, 有, 有, 你别激动, 慢慢说。 苏佑本来只是随口一问, 并没有指望会有线索, 毕竟在她看来, 这个属于比较浅显的线索, 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结果却出乎她的意料。 麦娜冷静下来, 但语速飞快, 小麦在淬炼的前两日, 她一直很沉默, 明明她平时很活泼的, 但那两天的话都少了, 她的几个玩伴也来问我, 小麦为什么不和他们玩了。 说到这里, 麦娜突然捂着脸哭了, 我们当时都以为, 小麦可能是马上就要淬炼了, 她很紧张, 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疏忽, 没有照顾到她的情绪, 所以才。 第862章, 阿湘。 苏佑总觉得, 事情应该不是这样, 幼崽的失踪肯定是外人所为, 肯定和幼崽本身无关, 就算有关, 他们肯定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诱导着做了某些事情。 外人, 诱导。 苏佑心中一跳, 一边安慰麦娜, 一边从她口中问到了小麦, 那几个猴族玩伴的名字和住址。 本来她还想多问一些的, 但看麦娜的情绪已经彻底崩溃了, 苏佑只好先行离开。 离开前, 麦娜还紧紧地抓着苏佑, 一双眼睛饱含期待。 你放心, 小麦一定会没事的, 我们也一定会找到小麦的。 直到关上门, 苏佑重重地松了口气, 然后她让猴族兽人 带着去找了小麦的几个玩得很好的小伙伴。 平日里, 这些猴族的孩子都会在整个族内到处玩耍, 毕竟是猴子, 也能看出他们是有着上蹿下跳的本事的。 但自从出了小麦这些幼崽的事情之后, 即便知道这件事是针对兽人族天赋高的幼崽的, 但这段时间, 兽人族的所有幼崽都被自家亲人看得岩石。 别说到处玩耍了, 他们就连出门的机会都没有。 不过这样也好, 方便了苏佑他们找人, 不然平日里那些孩子满地图乱窜, 苏佑他们找一整天都不一定找得到人。 苏佑一连拜访了好几家, 这些猴族兽人的态度都很好, 毕竟小麦也是他们孩子的朋友, 在他们眼中也算半个自己的孩子。 现在小麦失踪了, 他们心里头也不好受。 当他们知道苏佑是精灵族的人, 他是来帮忙找幼崽的时候, 他们都很配合地找来了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回答了苏佑的几个问题。 但很可惜, 前面几个幼崽回答的都是没什么用的, 直到第五家, 苏佑才问到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这家幼崽叫阿湘, 是一个有些胆小的雌性幼崽。 当苏佑问他是否感觉到小麦在失踪前情绪不对时, 他犹犹豫豫地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 苏佑在前面四家也问过, 但那些幼崽要么直接地点头, 要么直接地摇头, 像阿湘有着这么明显的迟疑的, 还是头一个。 苏佑感觉阿湘一定知道什么。 你发现了小麦情绪不对? 你是不是还知道他为什么情绪不对? 苏佑温柔地问着, 因为怕吓着孩子, 他还给阿湘递了几块糖果。 阿湘在经过父母的同意后, 吃了块糖果, 甜滋滋的味道, 舒缓了他紧张的情绪, 曾经已经快被遗忘的记忆再次复苏。 嗯, 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不开心, 阿湘皱着眉想了想, 然后继续说, 小麦说他很害怕, 害怕丢脸。 害怕丢脸? 这是什么展开? 别说是苏佑了, 就连一旁围观的阿湘的父母也有些梦了。 阿湘父亲怕阿湘是乱说话, 会影响着小麦, 所以连忙蹲下来摸了摸阿湘的脑袋, 阿湘啊, 你可别乱说话, 小麦可是我们猴族今年这一批幼崽中最厉害的那一个, 他怎么可能丢脸呢? 相反, 小麦可是大大的给他们猴族长脸了呀。 没看隔壁几个没有出现有资格淬炼幼崽的种族, 这段时间的话语权都轻了, 就连资源分配都少了许多吗? 阿湘有些紧张地抿了抿唇, 苏佑连忙安抚, 没关系, 阿湘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阿湘看着眼前一直都很温柔, 而且还会给他吃糖的大姐姐最终鼓起勇气大声道, 我没乱说话, 这就是小麦说的。 小麦说, 如果他在淬炼时表现不好, 那就会丢猴族的脸, 所以他要在淬炼时好好表现, 不能让猴族丢脸。 线索, 这不就来了吗? 苏佑迷了迷眼, 面上还是温柔地对着阿湘又夸又摸, 心里头已经开始推测起来了。 小麦只是一个小幼崽, 按照人类年龄来算, 也就四五岁的样子, 他能懂什么表现不表现, 丢脸不丢脸, 面子不面子的事情。 所以说, 这件事肯定是有别人在小麦面前这么说, 所以, 小麦才会因为有压力而情绪低落。 这, 阿湘的父母显然也发觉不对劲了。 他们有些迟疑地看着苏佑, 面上有些不安。 你们别担心, 阿湘很乖, 他可是帮了大忙, 我还想继续问他几个问题可以吗? 苏佑觉得, 这个叫阿湘的小兽人肯定是个重要角色。 他其实也就随口一问, 不管阿湘的父母是否同意, 他都肯定要多问几个问题的。 不过, 他们也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可以可以, 能帮忙就太好了。 苏佑点点头, 然后继续保持着之前温柔的样子, 又问了阿湘几个问题。 阿湘你知道, 小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心的吗? 阿湘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时间, 应该是在小麦消失的前三天。 也就是在淬炼开始的三天前, 就已经有不怀好意的人接触过小麦, 和小麦说了某些话, 导致他情绪低落, 压力倍增。 那在三天前, 你知道小麦有没有离开过侯族? 三天前, 也就是小麦还没有接触坏人的时候, 苏佑想知道, 阿湘果断摇头, 没有, 我们平时都不出侯族的, 因为大家会担心。 既然没有出去, 那就是对方潜入了侯族。 苏佑又问了几个更进一步的详细问题, 但可惜阿湘都不知道。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孩子已经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而且, 这大概率还是侯族长老, 甚至可能其他长老与族长都不知道的线索。 从阿湘家离开后, 苏佑让侯族受人带路, 他们又去找了侯长老, 把小麦被人施加压力的事情告诉了侯长老后, 苏佑便在观察侯长老。 只见侯长老先是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随后变得十分愤怒, 愤怒中又带着几分心疼。 愤怒显然是在针对那个不怀好意的人, 心疼则是在心疼小麦, 心疼他小小年纪就突然要莫名其妙地背负这么大的压力, 以至于现在莫名其妙就失踪了, 甚至生死未卜。 真的谢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 我连他孩子承受了这么多都不知道。 第863章 兔族林药元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侯长老有些哽咽。 侯长老的真情流露不似作假, 苏佑现在基本已经可以确定, 这侯长老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大长辈。 他把所有的侯族受人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才会在小麦失踪后这么伤心难过, 就好像丢的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不过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因为苏佑已经从那负责带路的侯族兽人口中得知, 侯长老并未娶妻生子, 侯族的其他人都很敬重他, 因为他真真切切地做到了为族人着想, 他把一生的所有精力都花费在了发展侯族上。 因为没有孩子, 所以侯族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孩子。 侯长老, 明先别难过了, 现在小麦还没找到。 对对, 找到小麦才是最重要的。 侯长老抹了抹眼泪, 又恢复了最初的样子。 我问过阿湘了, 小麦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侯族, 也就是说, 那人肯定是偷偷潜入侯族的。 关于这一点, 侯长老可以好好调查一下。 苏佑毕竟才来第一天, 对于侯族的了解并不算多, 能够从阿湘那边得到这个线索, 已经算很不容易了。 显然确认侯长老是好人后, 这件事完全可以交给侯长老自己处理, 毕竟这也是他们自己种族的事情。 由外人擅自进入侯族, 不管是潜入, 还是光明正大的进入侯族, 这都很能说明问题。 这件事本就该我们自己调查。 侯长老面容严肃地敲了敲桌子, 抬手招过来几个侯族兽人, 吩咐几句后, 这些兽人立刻离开办事去了。 在他们离开后, 苏佑故作为难得压低声音, 其实, 还有一种可能。 侯长老现在可以说是对苏佑很有好感, 毕竟他们调查了这么多天都没有线索, 但苏佑才来了不到半日, 就已经调查到有人对小麦施加压力。 再加上苏佑精灵族的身份, 侯长老不仅对苏佑很有好感, 甚至可以说是信任苏佑。 您尽管说, 不管您说了什么, 合不合适, 我都可以当作没有听到。 苏佑内心暗自点赞这个聪明的侯长老, 然后毫不犹豫地说了自己的另一个猜测, 其实未必就是外人。 侯长老正了正, 看着苏佑的目光十分复杂。 苏佑的意思很明显, 能够和小麦接触的人其实有很多, 可能是外族兽人, 可能是伪装成兽人的其他生物。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侯族本族的人。 如果这就是真相, 那侯族内部肯定会出现骚乱。 毫不夸张地说, 这就是侯族内部出了叛徒。 你说得对。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侯长老还是必须肯定苏佑的这个猜测是存在的, 并且可能性不算低, 毕竟自己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好下手。 侯长老英明, 既然如此, 我就先离开了。 我还需要去别的地方寻找线索。 侯族挖到的线索已经够多了, 虽然可能还有线索, 但必然是隐藏极深的线索, 与其浪费时间去深挖线索, 不如去看看有没有浅显容易发现的。 侯长老现在还因为苏佑的那句话, 忍不住怀疑自己侯族是否真的有内鬼。 所以, 当听到苏佑告辞,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摆了摆手, 就让侯族兽人带他离开。 离开前, 侯长老还给了苏佑五个侯族的令牌, 以及一个公用的令牌。 侯族的令牌是长尾巴图案的, 大小和熊掌差不多。 这边便是离开的路了。 这位兄弟, 你知不知道兔族在哪? 苏佑喊住准备离开的侯族兽人, 准备问个路。 虽然他有地图, 但兔族在地图上的地方有些抽象, 一番摸索应该也能找到位置, 但总归是浪费时间。 好在这侯族兽人知道兔族的位置, 并且还十分热心肠地带了半段路。 从这里执行, 直到看见有红色的大叶片的灌木石, 那就说明到达兔族了。 苏佑谢过后, 就看到侯族兽人口中所说的红色大叶片的灌木。 而在看见灌木的同时, 苏佑一行人也看见了脑袋上有兔耳朵的兔族兽人。 苏佑之前听百草说过, 兔族大多都比较胆小, 所以为了避免误会, 苏佑直接拿出了令牌,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知道他们是精灵族的精灵, 是来调查失踪的幼崽的事情时, 这些紧张的兔族兽人突然松了口气。 原来是贵客, 请进请进, 我叫阿欢, 贵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尽管找我。 苏佑他们跟着阿欢进了兔族, 在拜访了兔族的长老之后, 苏佑提出要见一见百草的亲人。 不知兔族是否有一个叫百草的兽人。 我曾见过他一面, 他现在在一个人类领地居住, 日子过得很好。 他听说我要来兽人族, 便委托我送点东西过来。 百草, 阿欢想了想, 然后眼睛一亮, 我知道, 我知道, 百草妹妹的父母, 还是我们足龄药员的管事呢。 苏佑有些惊讶, 没想到百草的父母在兔族居然还挺有身份的。 难怪百草可以那么快地接手一个草药员, 并且还把草药员管理得井井有条, 原来和长辈有关, 他父母就是林药员的管事, 他耳濡目染之下, 肯定也懂很多。 这里就是我们兔族的林药员, 不过我们族的林药员外人不得随意入内, 请贵客在外面稍等片刻。 阿欢面带歉意, 苏佑没在意, 他能理解, 毕竟领地中的草药员也是生人误入的。 阿欢看苏佑没计较, 松了口气, 然后连忙上前和林药员门口的守卫交涉, 交涉完后, 有一个兔守卫进去了, 阿欢则是回到了苏佑他们身边。 不仅是外人不得擅自入内, 就连兔族的兽人也是不能随便进入这林药员的。 不过很快, 林药员内便走出来了一个与百草容貌有些相似的雌性兽人。 你就是小草的朋友? 眼前的兽人显然是百草的母亲, 他笑得温和, 把苏佑他们带到了家中做客。 我是百草的朋友, 这是他让我转交给你们的东西。 苏佑拿出一个包裹递给百草母亲。 第864章 种族矛盾 百草的母亲并没有直接打开包裹, 而是把包裹放在了一旁, 然后和苏佑好一通寒暄。 一番寒暄之后, 苏佑也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伯母你也知道, 我们是来调查幼宰失踪的事情的, 所以我想问您几个问题, 您看可以吗? 苏佑礼貌地询问道, 百草的母亲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虽然这一次丢失的幼崽并没有他们兔族的, 但大家同为兽人族的一份子。 这种对幼崽下手的事情实在是过于恶劣了, 如果能够帮忙, 他们肯定都会帮忙。 不然现在袖手旁观, 到时候这把火如果烧到了自家幼崽身上, 那可怎么办? 你问吧, 只是我们兔族今年并没有有资格参加催炼的, 所以, 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多。 苏佑也知道这一点, 不然也不会只是简单地拜访了兔长老就离开了, 因为兔族既不是受害者, 他们今年也没有可以参加催炼的幼崽, 所以完全可以说是置身事外。 不过苏佑不在意, 能问到线索是最好的, 没有也不遗憾。 苏佑一开始, 先问了几个不轻不重的问题。 百草的母亲虽然疑惑, 但还是认真的回答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您对猴族熟悉吗? 百草母亲点点头, 熟悉的, 我们兔族和猴族关系一直都很好。 而且你也知道, 我负责兔族的灵药员, 我们经常与猴族交易灵药, 关系一来二去的就清静了。 苏佑是知道灵药的, 灵药和草药有些区别, 它是有灵性的草药, 说简单点就是等级很高的草药, 药效极好, 但种植也困难。 苏佑对灵药很感兴趣, 不过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而且他目前的身份也是不该对灵药感兴趣的, 所以他准备到时候借用百草的身份问一问。 既然您对猴族熟悉, 那您是否知道, 有哪些种族和猴族关系不佳? 其实这个问题问猴长老本人, 是最容易得出答案的, 但现在情况很敏感, 他不敢轻易问, 就怕到时候被认为是挑拨受人族之间的关系。 就算大家都心知肚明, 某族和某族的关系不佳, 但这种事情, 私底下知道就好, 摆在明面上来说, 就不合适了。 而且, 他现在还是精灵族的人, 猴长老虽然很感谢他的帮忙, 但未必就希望他知道这些。 果不其然, 百草母亲皱了皱眉,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显然, 他知道什么, 但就是不太方便说。 这个情况在苏佑的意料之中, 他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转为询问灵草的事情。 百草除了让我转交这些东西之外, 还让我问你有关灵药的事情。 苏佑问了灵药如何种植, 注意事项, 以及如何获取灵药种子等相关事宜。 灵药虽然珍贵, 但也并不是兔足独一份的东西。 而且, 还是自己亲闺女要问灵药的种植事宜。 所以, 百草母亲不仅认真地回答了, 而且还特意拿了一本灵药的种植手册。 麻烦, 你把这个交给小草。 好的。 苏佑点头, 把手册收好, 并没有看的意思, 反正他也看不懂, 这还是到时候交给百草自己处理。 至于种子的事情, 我们兔足就有出售灵药的种子。 如果小草需要, 可以让他那个领地的领主派人来买。 百草母亲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苏佑的这个说辞。 不过苏佑的这个说辞本身也是半真半假, 百草现在的确是在一个人类领地居住, 并且, 这个领地的领主也的确想种植灵药, 只不过他没说的是, 自己就是这个人类领地的领主。 在百草母亲眼中, 苏佑是精灵, 她是百草的朋友。 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帮百草的忙而已。 想到这里, 百草母亲对苏佑好感被增。 尤其是刚刚苏佑并没有追问, 而是转移了话题, 明明苏佑只是抱着哪怕弄不到线索, 能够弄到林草种植方法也好的心态, 但在百草母亲的眼中就不是如此了。 她认为苏佑是一个很有礼貌, 很有眼力见, 不娇不耐的精灵。 能否让他们出去一下? 我有一些事情, 想私底下和您说一说, 麻烦您转告小草。 百草母亲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低声对着苏佑说道。 苏佑点头, 转头就让其他人都离开了屋子。 等屋子内只剩她和百草母亲后, 这位雌性兽人这才小声说道, 别看兽人族明面上团结, 但实际上私底下的矛盾不少。 苏佑面上不显, 但内心已经开始欢呼躯跃了。 能够让这位胆子不算大的兔族兽人 说出这番话, 这只能说明她对自己的好感已经很高了。 伯母您放心, 今天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苏佑立刻做了保证, 百草母亲松了口气, 然后继续说, 别的我不好说, 但蛇族、暴族和侯族的关系都不是很好。 先前我们和侯族交易领草的时候, 蛇族从中作梗, 毁坏了不少领草。 不过这件事已经由族长公正处理了, 所以也就算过去了。 苏佑可以明显听出, 虽然百草母亲嘴上说着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想想也是, 自己好不容易种出来的草药被毁了, 哪怕是已经得到了补偿, 那心里头肯定也不舒服。 也就微微安不知道这件事, 如果让微微安听到有人为了一己之丝毁坏许多珍贵草药, 那她怕是烧了蛇族的心都有了。 但他们就算不满也没有办法, 不管是侯族还是兔族, 在蛇族面前都是弱, 族长愿意主持公道, 公正处理, 这已经算是很好了。 那暴族又是, 说到暴族, 苏佑就想起来之前米飞说过, 暴族和熊族关系不好, 而熊族和侯族兔族关系很好, 按照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 所以, 猴族的确也与暴族关系不佳, 这件事涉及到很多年前, 据说是当初暴族想扩展地盘, 但不小心闯入了熊族, 于是双方就起了矛盾, 当时暴族实力不如熊族, 所以吃了不少亏。 苏佑了然, 地盘之争的确是野兽最容易引发矛盾的。 第865章, 幼崽阿牧, 但这与猴族又有什么关系? 不能真的是暴族, 因为熊族所以迁怒猴族吧。 暴族本来不小心闯入别人的地盘, 就是他们里亏, 不至于还无故给自己寻找敌人吧。 似乎是看出了他的疑惑, 白草母亲的声音比之前还要更小, 暴族私闯熊族地盘, 其实熊族并没有发现, 是猴族发现了, 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熊族。 苏佑, 行, 这就合理了。 暴族因为这件事吃了亏, 一开始记恨熊族, 但因为打不过熊族, 所以只能心里投机着。 现在突然知道, 是猴族打小报告, 熊族自然也就开始明目张胆地针对猴族了。 想到这里, 苏佑不由地佩服族长, 他才来到兽人族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了解到了这么多种族之间的矛盾纷争, 用一句生动形象的话来形容, 那就是一个大长辈手底下馆了几十个熊孩子, 熊孩子经常互相打架斗殴, 但他还是可以把整个大家庭的关系维持得好好的。 这本事可非常人能及。 苏佑心里头想了许多的东西, 但都没在面上表现出来, 等他从百草家离开后, 他便连忙拿出纸笔将自己了解到的关系以及线索全部都写了出来。 比如丢失的幼崽是猴族、牛族、暴族。 熊族与猴族、兔族关系好,暴族。 蛇族和猴族关系不好,暴族与熊族关系不好。 写完后, 他认真看了看, 然后决定下一站去牛族看看。 牛族距离兔族还是挺远的, 他位于兔族完全相反的方向, 不过好在他们有马脚兽, 虽然还是要花费一些时间, 但至少不是徒步赶路, 不至于那么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苏佑他们总算在天黑前来到了牛族。 进入牛族, 苏佑他们用的是公用通行令, 除了公用通行令外, 牛族似乎并不认熊族与猴族的通行令, 他们一共有六个公用通行令, 但一共却有九个人, 所以有三个人是进不去的。 但如果只留下三个人, 苏佑又有些不放心, 所以他只带了迷血、 多雅、 凝食。 有迷血在, 安全问题基本不用担心。 而且, 牛族内部也不太可能有大危险, 之所以不让他们进去, 也是因为丢了幼崽, 才会如此小心谨慎, 不愿意外人打扰。 如果不是苏佑他们手持公用通行令, 单单只有精灵族的身份, 也是进不去的。 其余五人被苏佑安排了, 在周边调查。 莉莉斯是训兽师, 而且还把小灰带来了。 他在兽人族的操作空间很大。 狄洛和安洛一个是傀儡师, 一个是木系魔法师, 同样可以在无人的时候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也是苏佑把他们留在外面的原因。 进入牛族后, 到处都是眼睛, 他们总归没有那么方便。 安排好后, 苏佑跟着自称大山的牛族兽人进入了牛族。 他们四人照例先是去拜访了牛族的长老。 牛长老是一个体型彪悍的壮年人, 看着显然比猴族、熊族的长老年轻许多。 只是再年轻的他, 好像也因为幼崽丢失的事情弄得满脸疲惫。 希望贵客见谅, 现在孩子还没找回来, 我们都不希望再出现其他事情。 牛长老这是在解释, 为什么不放他们全部人进牛族。 苏佑表示理解, 反正他不理解也没用, 既然如此不如刷刷好感。 果然, 苏佑的态度让牛长老脸色好看了许多。 苏佑问了一些有关淬炼当日发生的事情, 牛长老回答的内容和猴长老差不多, 只有一些细节方面可能因为身处位置不同, 所以表述不同, 但都是无关紧要的, 苏佑也没有在意。 因为有了猴族那边找到的重要线索, 所以苏佑也合理怀疑牛族的这个丢失的幼崽是不是也被施加了压力。 当他提出想要见一见幼崽的亲人时, 有些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并非我不让你见, 而是这个孩子, 牛长老叹了口气, 然后继续道, 这个孩子也就是阿牧, 他的父母早亡, 从小是祖老养大的, 现在阿牧丢了, 我们怕老人知道这件事会过度伤心, 所以一直瞒着。 牛长老对阿牧的祖老的解释是, 阿牧的天赋很高, 要在祖长那边和其他幼崽一块学习一段时间, 短时间内回不来。 祖老虽然思念阿牧, 但听到阿牧这么有本事, 也是压下思念, 那些思念全部都变成了骄傲。 牛长老对族内的所有人都下了封口令, 不允许他们在老人面前乱说话。 好在老人因为身体原因, 不偿外出, 这才一直都没有漏下。 唯一可能接触到老人的几个牛族的雌性, 也谨守本分, 只负责照顾老人, 陪老人聊天, 别的事情一律不提。 原来是这样, 苏又听到牛长老这么说, 也不再坚持要见这个祖老。 老人精力有限, 他可能也不知道阿牧身上发生了什么, 所以找他的确没什么意义。 那牛长老可知道阿牧平日里在牛族, 可有什么交好的伙伴。 我想从他们身上寻找线索。 既然没办法从孩子的亲人入手, 苏又只能从其他可能与阿牧有接触的人入手。 正常情况下, 孩子只会接触两类人, 一个是亲人, 另一个就是朋友。 这我倒是知道一些, 我平时就有让我孙儿照顾阿牧。 牛长老虽然看着只有人类三十出头的年纪, 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五六十的年纪了, 有孙辈再正常不过了。 牛长老的孙子叫大树, 是一个看着就很健康很精神的小孩。 牛族十分团结, 他们尤其照顾族内的老弱病残, 所以牛长老才会特意让大树去找阿牧玩。 这主要也是避免没了爹娘的孩子会自闭。 大树和阿牧的关系是真的很好。 苏佑才问了两句, 大树就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堆有关阿牧的事情。 牛长老打断了自家孙子的废话, 让他认真回答苏佑的问题, 别说一些没用的东西。 大树不开心地撇撇嘴,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因为他也关心阿牧。 第八百六十六章 大树 虽然牛长老没让族内的人对老人孩子说阿牧不见了, 但大树聪明, 这么久没看到小伙伴回来, 早就猜到了什么。 为此, 他还特意会去找阿牧的族佬聊天, 感觉眼前这个小孩十分机灵, 于是他也不拐弯抹脚, 很直接地询问大树是否有觉得阿牧在淬炼的前几日 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大树抓了抓脑袋, 然后点点头,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我觉得那几日阿牧好像有些沮丧。 一听这话, 苏佑顿时就觉得熟悉起来了。 之前阿湘也说过类似的话, 只是阿湘说的是小麦。 果然, 这不是巧合, 是真有人故意在这几个幼崽面前瞎说话。 牛长老也反应过来什么了, 他多看了苏佑两眼, 然后连忙揪着自家孙子开始询问。 别磨磨叽叽的, 详细说一说阿牧的情况。 大树有些处自家阿眼, 所以也不敢卖关子, 一股脑地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阿牧在淬炼前两日老说自己不够优秀, 我感觉他很焦虑, 我想安慰他, 但好像没什么用, 他总是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但第二日就又陷入焦虑当中。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不和我说? 牛长老真的要被自家孙子给气死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觉得聪明伶俐的小孙子, 居然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瞒着。 虽然从目前来看, 这只是幼崽的心理问题, 但牛长老能感觉到, 苏佑在问问题时的指向很明显。 他猜测, 苏佑是早就知道相关的线索, 所以才会针对性极强地问出, 有关幼崽情绪上的问题。 既然苏佑会特意问, 那就说明这件事很重要。 牛长老越想越气, 最后忍不住抬手在大树的后背拍了一下。 虽然力道不重, 但大树觉得丢了面子, 毕竟这里可还有外人在, 他一张脸瞬间就搭了下来了, 就连脑壳上的牛角都散发着一股子丧气。 苏佑见状连忙安慰大树, 他可还有几个问题没问完呢? 如果现在大树生气了, 那等会儿自己可还怎么问? 在安慰大树的同时, 苏佑也和牛长老解释, 牛长老不必这么生气, 大树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他一定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可能和阿牧消失有关。 大树听到苏佑帮他说话, 委屈地吸了吸鼻子, 然后硬核式地附和道, 我本来是想告诉阿爷的, 但阿牧一直都说他只是马上要淬炼了, 太紧张了, 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担心他, 其他人担心他, 他只会更紧张。 大树再怎么机灵懂事也只是一个孩子, 哪儿懂那么多, 他听阿牧这么说, 一边担心, 一边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他想告诉别人, 但又怕适得其反, 让阿牧更加紧张了, 所以这才一直没说。 淬炼前一天, 阿牧已经不紧张了, 他很开心, 也很放松, 就和以往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如果说阿牧之前的说辞, 是大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的原因, 那么阿牧在淬炼前一日恢复完好的情绪, 则是让大树忘记这件事的催化剂。 大树一直到刚刚把这件事说出来, 都认为这真的只是阿牧太紧张了, 直到发觉苏又和自家阿爷的情绪态度不对劲, 这才知道自己犯错了。 牛长老您看, 孩子还是聪明的。 苏又笑着继续夸大树, 如果站在大人的视角, 大树肯定是做错了, 与其说是错了, 不如说是太过粗心。 但如果放在同龄人的视角, 苏又觉得大树能够记住这件事, 并把它说出来, 这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苏又现在已经顺利地知道了两条线索, 并且因为这两条线索的共同性, 他可以认为这件事不是巧合, 而是真的有不怀好意之人在针对这些幼崽。 唉, 大树这孩子, 牛长老虽然面上还是一副怒气不争的样子, 但实际上心里头早就已经乐开了花。 一方面是因为自家孩子机灵, 也因为听到有人夸自家孩子。 另一个原因则是阿木消失的事情终于有了线索。 大树, 你回去。 牛长老打发走了大树, 大树知道阿爷肯定要和这个陌生的温柔姐姐聊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他想留下, 但也知道这不是自己能听的, 所以由于片刻后就小跑离开了。 等大树离开, 牛长老便一脸严肃地询问苏又, 刚刚为什么会问那样的问题。 苏又也不遮掩, 直接将猴族的小麦所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猴族丢失了幼崽叫小麦, 我问过他的玩伴了, 有一个孩子说小麦在淬炼前两日的情绪也很低落。 听到这里, 牛长老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显然就是有人在针对他们受人足。 其实我有一些不太明白, 坏人到底为什么要给孩子施加压力? 这和他们消失又有什么关联? 牛长老也很是不解, 不过他已经可以肯定, 这件事肯定和幼崽的消失有关。 如果只是有一个幼崽遇到这样的情况, 还能说是巧合, 猴族的那个幼崽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那就绝对不可能是巧合了。 对了, 牛长老你可知道, 丢失的幼崽分别是哪几个种族的? 苏又对于那个天赋最高, 同时也是身份最神秘的幼崽, 十分好奇。 牛长老做了咒美让厚道, 我只知道有我们牛族的幼崽, 然后就是猴族和暴族, 至于还有一个, 我也不清楚。 苏又有些头疼, 这回答简直和猴长老一模一样。 那牛长老觉得, 谁知道第四个幼崽的身份? 牛长老毫不犹豫道, 那肯定是族长。 说完, 他顿了顿, 然后补充道, 当然, 那个幼崽所在的种族的长老肯定也知道。 想想也是, 自己的种族出了个优秀的苗子, 就算不是所有族人都知道, 但身为本族的大家长, 长老肯定是要知道的。 如果长老都不知道, 那这个孩子的天赋又是怎么被族长知道的? 毕竟每个种族化形都是由本族长老主持的, 只有凡族淬炼才是族长主持。 第867章 蛇族阿曼 眼看天色已黑, 苏又虽然还有许多疑问, 但都强压着没有继续问, 而是告辞回到了熊长老给他们安排的临时住所。 等苏又回来才知道, 爱妮塔早就已经回来了, 或许是怕打扰她, 也是怕暴露身份, 所以, 她才一直都没有用传声令牌联系她。 毕竟精灵之间互相联系是不用传声令牌的, 如果苏又拿出传声令牌, 肯定会引起怀疑。 怎么样? 看来, 你今天应该获得了很多线索。 爱妮塔笑眯眯地看着苏又, 面上没有半点紧张的神色。 苏又点头, 她同样将这句话也说给了爱妮塔。 你应该也知道了很多。 说完这句话后, 她顿了顿, 然后将今天在猴族与牛族的发现说了出来。 一直到苏又说完, 爱妮塔的神情都毫无波动。 你已经知道了, 爱妮塔摇摇头, 不知道啊, 但也许是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觉得这些也已经不算什么了。 苏又, 什么凡尔赛言论? 爱妮塔也不开玩笑, 等苏又说完, 她开始说自己知道的事情。 她还真没说笑, 她的确知道很多, 其中有一个消息更是堪称重磅炸弹。 苏又, 我今天听组长说, 有一个幼崽已经找到了, 你猜这个幼崽是谁? 苏又愣住了, 然后下意识地回答, 难道是那个天赋最高的幼崽? 爱妮塔? 爱妮塔本来还想卖个关子, 没想到苏又居然直接猜到了。 苏又看到爱妮塔的表情,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不过她并没有开心, 反而十分复杂。 其实她也不完全是瞎猜的, 毕竟四个幼崽中, 猴族牛族她都去过了, 如果找到的是小麦或者阿牧, 那两位长老绝不可能是那副样子。 就算是装的, 那也装得太像了。 除非族长找到了幼崽, 但是没有告诉他们, 但想想也觉得不合理。 所以, 爱妮塔口中的那个被找到的幼崽, 只有可能是豹族的, 或者是那个至今身份未知的天才幼崽。 二选一的情况下, 苏又下意识地选择了特殊的那一个, 结果没想到这就是答案。 没错, 就是那个天赋最高的幼崽, 他叫阿曼, 是蛇族的幼崽, 我们是在禁地找到他的。 找到的时候, 他已经是处于一个昏迷状态了。 苏又越听越觉得古怪, 爱妮塔像是看出了他的想法, 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是不是觉得有问题? 我也觉得有问题, 但我毕竟是外族人, 很多事情不方便说。 虽然兽人族邀请精灵族来帮忙, 但实际上兽人族又不希望精灵族插手兽人族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不希望又要邀请, 这其中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事情。 苏又隐约也猜到一些, 所以并没有多问。 他在意的并不是精灵族和兽人族之间的事情, 他只在意幼崽的事情。 那个叫阿曼的幼崽, 有说发生了什么吗? 没有, 那个幼崽直到我回来的时候都是昏迷的。 爱妮塔摇摇头。 苏又觉得有问题, 猜测到是真的昏迷。 爱妮塔笑了笑, 这谁知道呢? 苏又明白。 爱妮塔说这些的意思很明显, 他们几乎不可能从这个叫阿曼的幼崽口中得到任何的信息了。 至于原因? 没有原因。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族长肯定是想要把另外三个幼崽也找到的。 爱妮塔没有说出根据, 但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就肯定有自己的凭据, 这肯定是真的。 镜底我去看过了, 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另外我还了解到, 兽人族反祖淬炼期间, 兽人族对外封锁, 外人一律不得入内。 爱妮塔这么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真的有人作乱, 那大概率就是兽人族出了内鬼。 毕竟对外封锁, 有本事不声不响地潜入兽人族的, 并且还要在大众眼皮子底下对幼崽下手的, 这种人几乎不可能存在。 哪怕是爱妮塔都没有这个把握。 因为兽人族的境地真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 就连兽人族的兽人进入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外族人更是如此。 爱妮塔不过在里面待了不到十秒钟, 就能够感觉到有一股莫大的压力。 只是, 她本身实力不凡, 再加上身上有兽人族的令牌, 而且还是族长带进去的, 并且对兽人族又无恶意, 这才能在里面待上一会儿。 我感觉怎么越来越混乱了, 明明都已经找到一个幼崽了。 苏佑忍不住道, 爱妮塔赞同地点头。 苏佑翻出自己的笔记, 最后决定从头开始分析。 鉴于人多力量大, 所以她把爱妮塔也留下来陪自己一块分析。 反正现在天色已晚, 爱妮塔也不必出门, 没什么事情要做。 目前知道的最大的线索, 就是有两个幼崽在淬炼前都被施加了压力, 只是可惜今日时间不够, 没有去豹足了解过情况。 如果豹足的那个幼崽也是如此, 爱妮塔倒是没有她想得那么复杂。 没关系, 就算豹足的幼崽没有这种情况, 那也无所谓, 我们完全可以分开讨论, 万一豹足的幼崽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消失呢? 苏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她的确没有必要飞得需要所有幼崽都出现相同的情况才能分析。 你说的有道理。 苏佑说着, 便准备先讨论猴族和牛族的幼崽, 先不管是谁对他们说了什么, 先看看这人的目的。 阿湘说, 小麦担心自己在反祖淬炼上发挥不好, 丢了猴族的脸。 所以那人说的一定也是相关的话题, 比如你如果不努力在淬炼上好好表现, 那么猴族就会因为你而感到丢脸。 爱妮塔没说话, 但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人这么说, 肯定是为了增加小麦和阿木身上的压力, 这样她就方便进行下一步。 所以, 苏佑你认为她的下一步是什么? 爱妮塔很配合地追问。 苏佑想了想, 然后道, 既然她是以淬炼这件事来施压, 那她做的事情肯定也和淬炼有关。 第868章 罪翁之意 任何生物在紧张和担心某件事的时候, 总是会希望这件事能够平安顺利。 小麦和阿木关心的事情肯定都是淬炼, 所以, 那个人在施压之后, 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说出我能在淬炼上帮助你们, 我可以让你们在淬炼上好好表现之类的话。 此人利用幼崽, 想要为种族做出贡献的心理, 诱导他们做了某些事情。 而这件事就是导致他们消失的原因。 爱妮塔果断得出结论, 苏佑点头, 她也是这么想的。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一件事, 我发现幕后之人真正的目的不一定就是幼崽。 苏佑语出惊人, 爱妮塔眨了眨眼, 哦, 既然目的不是幼崽, 那会是什么? 爱妮塔并没有问苏佑为什么这么认为, 她只是想知道结论。 苏佑迟一片刻, 随后语气肯定道, 为了禁地。 爱妮塔正住, 看似有些离谱的结论, 爱妮塔居然觉得十分有道理。 仔细想来, 在凡祖淬炼日与平时相比, 区别最大的就是幼崽与禁地。 因为要淬炼, 所以幼崽会集中, 还会集中在一个寻常人都去不了的地方。 这无疑是方便了他们下手。 而禁地也是如此, 平时禁地戒备森严, 也就只有凡祖淬炼时, 组长会派人开启禁地。 所以, 他们可图谋的东西只有两个, 一个是幼崽, 一个是禁地。 后者更加准确一些, 可以说是他们图谋禁地内部的东西。 至于具体是什么, 那苏幼就不清楚了, 毕竟他没去过。 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于是语速有些急促, 或许我们一开始都想错了,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禁地。 他利用幼崽, 对幼崽做了某些手脚, 这样, 只要幼崽进了禁地, 他们就可以达到某些目的。 至于幼崽为什么会消失, 苏幼可以理解为是, 他们做出这些事情的必要牺牲。 话说到这里, 苏幼可以发现爱妮塔的神色尤其难看。 苏幼, 这件事我们不必再管了。 爱妮塔似乎是已经猜到了什么, 苏幼怀疑如果不是现在已经是天黑, 他都想让自己连夜打包走人。 能说吗? 爱妮塔犹豫一会儿, 然后抬手布下结界, 兽人族每一代都会有佼佼者, 作为支撑种族的支柱。 这些佼佼者都需要经过禁地内神池的淬炼, 你猜得没错, 他们的目的是神池。 一旦神池出现意外, 那么受人族新生代的实力就会大大削弱。 苏幼明白了, 他不仅明白爱妮塔为什么如此严肃, 也明白为什么那个族长在爱妮塔面前总是一副遮遮掩掩的意思。 这分明就是害怕精灵族知道这件事。 既然害怕被知道, 那说明神池肯定已经出现问题了。 不然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但又害怕, 又要邀请精灵族。 这其实就是在利用精灵族。 就像人鱼族一样, 遭遇大难, 总要有另一个种族帮忙遮风挡雨。 总之, 明日我让米妃和米雪送你们回去。 爱妮塔肯定是不能走的, 毕竟她是受邀来帮忙的精灵公主, 现在又在, 还没找到, 她就急急忙忙地回去, 肯定会引人口舌。 尤其是容易被族长怀疑, 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 虽然精灵族不怕这些, 但没必要引起麻烦。 而且, 兽人族虽然利用精灵族, 但站在大局观上, 爱妮塔也甘愿被利用。 毕竟, 她不可能真的眼睁睁地看着兽人族出事。 但苏佑, 他们是绝对不能多留了, 现在兽人族可不安全。 万一他们的身份被拆穿, 幕后之人把神池的事情栽赃到他们身上, 别说他们的安全难以保障, 就连精灵族和兽人族之间的关系肯定都会出现裂痕。 行, 明日我就带人回去, 只是这要如何解释? 毕竟他们今日才来, 待了一天就走。 就算他们不是爱妮塔这种显眼的身份, 肯定也容易引起怀疑。 这就不必担心了, 精灵族的人的去留, 他们可没资格管。 而且, 如今兽人族长也没功夫计较这么多。 爱妮塔可以找到无数借口, 但她懒得找, 因为此时应该心虚的是兽人族。 作为被利用的精灵族, 爱妮塔虽然有大局观在, 不欲现在和兽人族多计较什么, 但内心肯定都是憋着气的。 没有谁会希望自己被利用, 而且还是搅和进这种大势力。 正好, 你明日回去的时候, 帮我将这件事告知女王陛下。 这件事太过复杂,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这里又是在兽人族的地盘, 爱妮塔不方便过多使用精灵族的手段往外转消息, 正好苏佑要回去, 让她传消息也是一样的。 苏佑自然应下, 正好她还有另一件事, 也想找精灵女王聊一聊。 两人商量好后, 直接休息。 次日, 苏佑召集自己人, 然后在米妃和米雪的带领下, 离开了兽人族。 和之前一样, 传送门不能开在兽人族内, 所以, 他们先是离开了兽人族, 往外走了一段距离, 然后再由米雪开船送门, 直接返回了领地。 回到领地后, 其他人各自分散, 苏佑则是跟着米妃米雪去了精灵族。 苏佑要去精灵族的事情, 爱妮塔在昨晚已经告知了女王。 所以, 苏佑到来时, 精灵族有不少精灵都在迎接她, 并且立刻有精灵接手了米妃的工作, 把苏佑带到了女王的面前。 女王之前见到的那副样子, 并没有什么变化。 苏佑看着她, 女王也看着她, 苏佑总有一种女王也有事情要和她说的样子。 虽然好奇, 但她也没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于是, 苏佑将受人族幼崽, 神痴等一系列事情, 认真详细地告诉了精灵女王。 精灵女王听完后, 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苏佑却能感觉到她的内心并不平静。 几秒后, 女王叹了口气, 苏佑顿时感觉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女王仿佛没有看见她的惊吓, 只是问道, 你还记得之前我说的那句话吗? 所有点头, 当然记得, 我此次过来就是为了那件事。 您说过, 在经历了第五次暗生物进攻后, 会告诉我一些事情。 第869章, 雪山族的巫师。 在两个月前的双天灾结束时, 落日领地已经接受了三次暗生物进攻。 在这两个月期间, 每隔一个月, 落日领地又都经历了一次暗生物进攻。 虽然每一次的暗生物实力都比之前更加强大, 但落日领地也不是一直都止步不前。 换句话说, 落日领地的发展是超过暗生物的实力提升速度的, 所以他们还是很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轻松地碾压了那些暗生物。 最近的一次暗生物进攻是在第190天, 这一次的暗生物进攻足足持续了10天的时间, 结束时已经是200多天了。 苏佑又花了10天的时间修正, 升级, 发展领地, 正准备来找女王兑现当时的承诺, 结果就收到了艾妮塔要去兽人族的邀请。 于是, 她就准备先去兽人族, 毕竟精灵族什么时候都能来, 但兽人族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去的。 所以女王陛下, 现在您可以多说一些事情了是吗? 比如, 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女王微微一笑, 并没有惊讶, 她已经猜到了自己想要说的事情。 你很聪明, 我相信你来到这里这么久, 应该已经猜到了很多事情。 在说这件事之前, 我想先让你见一个人。 精灵女王晋升后, 苏佑看见王座后, 慢悠悠地走出来一个身材窈窕纤细的女子。 这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苏佑可以确定, 她没见过这张脸。 但不知为何, 此人周身气质以及言行举止总让她觉得有些熟悉, 所以, 她应该是见过这个人的, 只是见到时, 她并不是这张脸。 符合条件的人, 苏佑很快就有了答案。 可耶娜? 没错, 苏佑指的就是曾经的人鱼王后, 也是路亚的母亲, 人鱼族的双猪之子, 柯耶娜。 对于柯耶娜会出现在这里, 苏佑并不觉得惊讶, 毕竟人鱼族和精灵族关系很好, 而且正如女王所说, 她已经猜到了很多事情, 其中就包括, 她怀疑柯耶娜和女王一样都是拥有某些记忆的。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两位会齐聚一堂, 太正常不过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这副面容见到你, 没想到, 你居然直接猜到了。 柯耶娜拨了拨自己高高竖起的绿色长卷发, 因其俊丽的面上出现一个明媚的笑容。 和红丝不同, 柯耶娜所伪装的红丝一直都是内敛, 含蓄, 温婉的形象。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形象, 才能更好地待在路亚身边, 并照顾她。 但那都并不是她的本性, 苏佑现在见到的这个潇洒四溢的女子, 才是真正的柯耶娜。 行了, 坐下聊聊吧。 女王挥了挥手, 空地上凭空出现两把座椅, 座椅的前方还有一张摆着茶点的桌子。 说实话, 如果不知情的人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认为这是石码茶话会节目。 而完全想不到, 这一人一精灵一人鱼在聊什么今天的大秘密。 既然都来了这里, 那就不浪费时间了。 柯耶娜的真实性格如同表露出来的那般果决。 想想也是, 毕竟都是做得出挖自己的胶珠救人的人鱼, 能有多简单。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也没什么可怕的。 当年的事情的确让我重伤, 一度进入冰死。 后来我也真的死了, 但有人救了我, 作为报酬, 我的胶珠送给了那人。 苏佑内心掀起惊涛海浪, 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把重点放到哪句话上。 我复活之后, 已经不是人鱼族了, 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 救了我的人是雪山族的巫师, 他需要胶珠, 所以他拿走了我的胶珠, 但他后来发现, 他用不了那个胶珠。 说到这里, 柯耶娜笑出声。 雪山族, 苏佑知道, 这就是一个小种族, 他们居住在偏僻的雪山之巅。 并不是说, 小种族就没有能人意识, 只是他们不出名而已。 他没卖关子, 继续解释, 胶珠可以复活人是真的, 并不是所有胶珠都可以, 胶珠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但蕴含能量越多的胶珠, 上面所携带的主人的执念越大, 执念没有消失之前, 这个胶珠都是有主之物, 他无法使用。 苏佑明白了, 感情那雪山族的巫师一开始, 根本就没想着救柯叶娜, 他只想着直接挖了胶珠就走, 但奈何胶珠上有柯叶娜的执念, 他用不了, 所以只能把柯叶娜救了, 消除胶珠上的执念。 不说这巫师的行为是对是错, 但这巫师绝对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物, 不然他也做不到复活一个人。 柯叶娜可是说了, 他当时是真的陷入死亡的状态, 那胶珠的作用仅仅只是 维持他的身体不坏, 魂灵不散而已, 对复活没有任何作用, 何况那巫师需要胶珠, 根本也不可能拿胶珠为他复活。 所以, 这个巫师知道一个全新的复活方法, 并且他能够完成。 我复活后, 脑海中突然凭空多出了许多的记忆, 我知道了, 人鱼族会有一场大劫难, 所以我恢复后, 便以红丝的身份回到了人鱼族。 之后的故事, 苏佑明白了, 无非就是科叶娜利用自己的先知记忆 操控全盘棋子, 将计就计, 想要为人鱼族破解这一场大劫难。 这其中的过程, 虽然只是被他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带过, 但苏佑知道这肯定十分困难, 毕竟这可是精灵女王拼尽全力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与海神达成协议, 他给予我力量, 帮助我破解灾难。 至于代价, 科叶娜没说, 不过从目前来看, 肯定与性命无关。 不然科叶娜不会好好地在这里。 而且, 科叶娜复活后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并没有什么值得海神图谋的。 用一个普通人的命去换无限的力量, 怎么看都是海神亏了。 但苏佑觉得, 海神的确是亏了, 不过, 他并不在意自己有没有亏, 因为人鱼族本身就是他的信徒, 他愿意帮忙。 其次, 科叶娜是双珠之子, 是他的掌上明珠, 尽管现在不是了, 他也会愿意给起分面子。 但还是我太轻敌了, 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布置了那么多被操控的傀儡, 禁地的污染, 暗生物, 换皮假人, 甚至还有蛊惑人心的咒术。 第870章, 复活。 苏佑忍不住安慰道, 也不算轻敌, 只能说是对方准备过于充足了。 现在, 苏佑关于人鱼族的许多疑惑, 终于有了答案。 为什么当时人鱼族王宫内的污染总是时有时无? 为什么鱼人和暗生物的进攻总是时强时弱? 为什么人鱼一副大势已去的样子, 但却还是如同摇摇欲坠的高楼大厦, 他只是摇摇欲坠, 但始终未坠。 这都是科叶娜的功劳, 只是科叶娜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他能够帮忙解决人鱼族表面的污染, 还能帮助人鱼族抵抗物理上的大部分进攻。 的确, 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科叶娜并没有和其他人遇到这种事情一样, 陷入对自己自责中, 而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苏佑的安慰。 既然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那就多招几个人帮忙, 但他没有这么做, 总不可能是他想不到, 所以只能是他不能这么做, 联想到女王, 他也是如此, 这就显得十分合理了。 科叶娜点头, 是的, 那些记忆无比清晰, 但我无法告知他人, 当然, 那是之前, 劫难过去后, 我就可以说出来了, 你可比我好得多了, 你虽然说不出口, 但却可以改变, 但我连改变的能力都没有。 说出这句话的, 显然是女王。 苏佑也是此时才反映过来, 女王也在这里, 或许是因为科叶娜的故事太精彩了, 以至于他都忘了自己, 在精灵族。 女王说的没错, 他和科叶娜都拥有记忆, 不同的是, 他拥有记忆却无法改变, 只能靠苏佑, 但科叶娜拥有记忆虽然无法说出, 但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力挽狂澜。 虽然力量有限, 但他做的一切, 的确可以让人渔足, 哪怕在没有苏佑和精灵族的帮助下, 也能存活, 只是会损失惨重而已。 我想, 这可能和他的复活有关。 苏佑说出了自己大胆的猜测, 见两人都看向自己, 他继续道, 你们是傀儡, 是棋子, 可一旦傀儡驱翘被毁, 棋子碎裂, 那傀儡不受控, 棋子也不必依照直气人的心意落子。 这还是苏佑头一次在女王面前, 如此明显地表露出, 他们是受控的一方。 即便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但双方都没有直白地说出来, 因为总感觉说出来了, 就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苏佑的胆子突然就大了,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原来如此, 柯叶娜吃笑一声, 这么说来, 我还得庆幸自己死了一次, 否则连改变这一切的机会都没有。 女王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如果涅槃重生后, 就能改变一切。 女王估计也会愿意冒这个险。 但精灵族和人鱼族毕竟不同, 毕竟柯叶娜当时的身份并非人鱼王, 人鱼族也并不是缺了他就会灭亡。 但精灵族不一样, 没了女王, 精灵族必然大乱。 苏佑突然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着柯叶娜, 你是不是故意把王位让给前人鱼王的? 柯叶娜挑了挑眉, 没有说话。 我感觉你应该早就知道了什么, 你知道自己会死, 所以, 你不能成为人鱼王, 人鱼族失去了人鱼王和失去了双猪之子,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苏佑总觉得这才是真相。 双猪之子虽然重要, 但人鱼族也不是没了双猪之子, 就活不下去了。 反而是人鱼王, 一旦人鱼王死了, 人鱼族对其他海族压力不足, 必然出现海洋大乱。 如果人鱼族处理不及时, 到时候海洋势力只会重新洗牌。 就算他们及时选出新的人鱼王, 赶鸭子上架, 就怕有头脑愚蠢的不顾人鱼族的安危, 为了王位互相厮杀。 这么看来, 如果柯叶娜的死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那他肯定不能成为人鱼王。 这才是苏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 不然, 以他目前对柯叶娜的了解, 他怎么也不像是一个不负责任, 因为不想承担压力就放弃王位, 并且堪称任性地挖出自己的胶珠, 复活有人, 最终意外死在乱战中的人鱼。 这浓烈的违和感早就存在, 只是当时苏佑还不知道柯叶娜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他有疑惑, 但因为线索不足, 他想不出原因, 所以只能姑且认为真相就是如此。 你聪明的让我觉得有些可怕。 柯叶娜择了一声, 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虽然没有明说苏佑猜测是真是假, 但这已经算是默认了。 所以, 你的记忆并不是复活后才有的, 而是在死亡之前就有, 只是当时你被限制, 所以什么都做不了。 苏佑一语道破真相, 柯叶娜无奈点头, 对, 是这样, 不过, 我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厉害, 我只是觉得既然我会死, 那这人渔王的位置不做也罢, 当人渔王多累啊, 每天那么多事物要处理, 反正命不长, 活着的时候不如好好享受。 苏佑, 精灵女王, 还真看得开, 不过苏佑觉得这看似敷衍随意的话, 指不定还真是柯叶娜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知道自己会死, 所以放弃了王位, 复活了有人, 为人渔族准备了大量阵法, 想尽可能地保护人渔族, 然后坦然赴死, 只是死后复活应该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事情, 复活后的事情她倒是没撒谎, 所以你为什么隐瞒? 苏佑有些好奇, 柯叶娜更无奈了, 我自从复活后知道那个家伙没好好做个人渔王我就后悔了, 早知道她是这种人, 我当初肯定把自己的和她的胶珠都挖出来给米莲, 让米莲当这个王。 苏佑明白柯叶娜的脑回路了, 有记忆的人,结果为人渔族选了这么个傻子统治者, 有些丢脸, 于是索性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柯叶娜, 我是复活后才有记忆的, 复活前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苏佑, 很好, 这很柯叶娜。 第871章, 迷人。 柯叶娜的故事说完了, 人渔族的真相也已经揭开, 接下来要轮到精灵女王了。 女王要讲的肯定不是精灵族的事情, 毕竟苏佑对精灵族再了解不过, 他现在要说的是当初承诺在第五次暗生物进攻结束后, 告诉他的秘密。 其实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两个世界的战斗。 苏佑听到这句话, 内心莫名咯噔了一下, 一种莫名的恐慌席卷全身, 他让自己定下心, 然后继续听着。 尼将是一个村子中最贫穷的人, 他乐中于捏尼人, 同时也也拥有捏尼人的绝对天赋。 尼人本是死物, 但随着尼将的记忆逐渐精湛, 尼人愈发栩栩如生, 直到有一天, 尼将捏出了一个与真人无异的尼人。 这个尼人是第一个活过来的, 起初, 他对尼将这个造出他的人抱以绝对的善意。 尼将也因为有了尼人的帮助, 生活越来越好。 慢慢地, 尼将开始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于是他想要创造出更多的尼人, 让他们都为自己所用。 他成功了一半。 说到这里, 精灵女王顿了顿, 然后看向苏佑。 你猜这个尼将后来如何了? 苏佑思考片刻后道, 因为自身能力跟不上贪欲的增长, 最终尼人失控, 他死于尼人手中。 女王拍了拍手, 这的确是一个很合理的结局。 合理, 但不正确, 苏佑猜错了。 不过这个故事本就有千万种可能, 猜错再正常不过。 女王听了苏佑的结局, 继续说, 后来, 尼人的确失控了, 因为有一个比尼将还要更厉害的大师, 他也有着精湛的尼人技术, 并且他的实力比尼将更强, 于是他准备将尼将的尼人全部据为己有。 随着女王的讲述, 苏佑逐渐勾勒出一个现实版的故事。 实力碾压, 大师成为了这些尼人的主人, 他比尼将的野心更大, 他妄图利用尼人统治世界。 我的故事说完了, 女王俯了俯自己无意间捏紧的衣袖。 苏佑, 太贱可耻, 虽然心里头这么吐槽, 但苏佑嘴上还是问了另一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 所以其他人呢? 什么其他人? 当然是那个世界的人啊。 苏佑微笑, 大师想要通过尼人统治世界, 可世界上又不只有他一个人, 他凭什么认为自己的尼人可以对抗全世界? 女王想了想, 煞有其事地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没有人希望被统治, 所以他们都正在为自由而努力对抗。 苏佑总觉得女王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没有人希望被统治, 指的不仅仅是那个世界的人, 还有那些被操控的尼人。 尼人不甘于被控制, 反扑是主, 然后妄想成为新的统治者。 就在苏佑这么思考的时候, 女王仿佛看穿了她的想法。 突然道, 虽然他们很努力, 但是尼人已经快成功了。 苏佑的大脑飞速运转, 突然, 她想到了自己今天过来的目的。 除了听故事之外, 她的另一个目的是告知女王兽人族神池的事情。 虽然她成功地阻止了精灵族与人鱼族的两大灾难, 但兽人族和龙族还是受难了。 而且, 兽人族的神池也出现了问题。 其实自打故事只说了一个开头, 苏佑就明白了女王的意思。 尼将和大师的存在都不重要。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尼人和普通人类。 虽然苏佑觉得很荒唐, 但这好像就是真相。 曾听闻过的机器拥有自我意识, 然后反噬人类。 这似乎成为了事实, 而且正是它以及其他人类正在经历的事情。 系统和这个数据化世界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显然不是当代科技能够办到的。 所以, 他们这是被自己研发出来的科技数据困在了数据世界, 然后这些数据想要统治人类世界。 苏佑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这一点不对劲的地方似乎都比不上这个消息所带来的震撼。 女王看苏佑久久不语, 她与科耶娜对视一眼, 然后起身离开。 等苏佑回神时, 这里已经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不, 应该说, 有史智中都只有她一个人, 因为女王和科耶娜都是尼人, 他们应该是和自己站在对立面的。 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科耶娜就不说了, 接触并不算多, 只能说不是敌人, 别的不敢说, 但女王和精灵族都曾多次帮助她, 这一点无庸置疑。 而且, 她现在所知道的这一切, 也都是女王告诉她的。 女王和精灵族虽然是尼人, 但他们并非是那个阵营的。 这一点从爱妮塔差点出事就能看出来, 他们不可能自相残杀。 人与族也是同样的道理。 何况, 除了他们, 还有多莉、 多亚、 莱尔、 莱克、 威威安、 梅克、 莉莉斯。 不知不觉间, 苏又已经回到了落日领地。 她一个人待在成竹府想了许久, 终于想通了什么。 她想到了那些人的最终目的, 是合并大陆。 但女王说了, 她不希望大陆合并, 并且还说, 人与族肯定也是这个选择。 从这里开始, 苏又觉得她就在暗示, 精灵族还有人与族都不是那个阵营的。 至于兽人族和龙族, 他们大概率也不是, 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受害者, 只是他们的态度女王并不知道,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对立的。 不对, 苏又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她发现, 整个世界似乎一共有三个, 甚至四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是她, 只有她一个人。 第二个阵营是精灵族, 人与族, 还有她领地的这些居民, 甚至非领地居民。 只要他们的立场是不支持领地合并的, 他们都属于第二阵营。 第三个阵营就是希望合并大陆的那个组织, 也就是苏又和第二阵营共同的敌人。 至于第四个阵营, 苏又并不知道是否存在, 这个阵营是系统。 她刚才发觉, 不对的地方正是系统。 从头到尾, 系统似乎都没有刻意帮助她, 但她也没有误导自己。 明明最初自己并不知道真相时, 只要系统稍稍误导, 她就很容易加入第三阵营。 第872章, 探索百分百。 但系统并没有这么做。 系统坑归坑, 但她好歹没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 如果把系统看成第四阵营, 苏又很容易就能发现, 系统的立场是游离在前三个阵营之外的。 换句话说, 系统的立场不是合并大陆, 也不是阻止合并大陆, 她并不在乎结果, 她更像是只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表演挥发的舞台。 虽然第二阵营和第三阵营都是数据, 系统也是数据, 但他们和系统不同, 系统是掌控数据的, 第二第三阵营都和自己一样, 都生活在系统的掌控之下。 这种参与其中, 却又与此无关的角色, 让苏又想到了一场比赛中, 除了选手双方之外, 必不可少的第三个角色, 裁判。 恭喜A116号成功探索大部分世界真相, 目前进度88%。 苏又, 虽然有些无语, 还有一些被监控的不满, 但更多的, 还是自己的猜测被验证的惊讶。 所以, 你真的是裁判? 苏又觉得, 系统既然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了, 那不如直接问。 无可奉告。 苏又了然点头。 这种情况下, 承认就是承认, 否认就是否认, 不否认也不承认, 就是默认。 所以, 系统默认了。 他真的是裁判。 谁允许你这样想的? 苏又才不知道系统是怎样想的。 他继续问, 你是裁判, 目的是给人类一个公平对抗的机会。 等了几分钟, 系统都不说话。 苏又再次明白, 他又默认了。 系统直接发狂。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能想? 她怎么不上天? 比给她, 她来写。 苏又刚刚之所以那么问, 是因为她觉得系统身为负责平衡的一方。 如果是人类强于数据, 那么这是原本正常的趋势走向。 毕竟, 数据是人类创造的, 它不至于插手。 但如果是数据强于人类, 人类已经马上要被数据替代了, 这是违背的正常规律。 所以, 系统为了平衡, 它出手帮助人类, 给人类一个与数据对抗的机会。 苏又觉得这很合理, 但也很不合理。 人类凭什么就能突然研究出能够替代人类的数据? 她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这个能力, 只是太突然了。 这种强悍的数据就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 人类完全没有预料到。 她都怀疑这可能不是人类创造的。 等等, 这不会真的是外星人统治星球的阴谋吧? 苏又一想天开, 喃喃自语道。 恭喜A116号成功探索了数据化世界的全部真相, 目前进度100%。 苏又虽然惊讶自己随口说出的就是真相, 但更多的还是觉得好笑。 不说话又怎样? 你不还是暴露了? 系统彻底傻眼了。 苏又可不管她在想什么, 此时她的内心只有知晓真相的一丝平静。 既然是外星人想要统治星球, 那么他们的目的也与统治有关。 换句话说, 合并大陆与统治星球有关, 甚至可能合并大陆就相当于是统治了星球。 把这两块大陆当成两个星球, 大陆合并意味着两个星球对接。 随着苏又的思维发散,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系统一脸麻木地播放着乱码。 随后,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整个系统突然变得愉悦, 她果断地甩给苏又一个任务。 主线任务, 龙族之行。 任务目标, 前往龙族, 探寻龙族秘密。 任务道具, 龙行石星号石。 任务时间, 一个月。 龙行石。 品质, 紫色。 分类, 道具, 消耗品。 介绍, 龙行石分为子母两块, 子石定为原点, 母石使用后可直接传送至龙族附近, 龙族范围内使用子石可传送回原点。 这是想干嘛? 逼她去龙族? 苏又想不通系统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她总觉得她不是要害她。 毕竟现在已经知道了系统是裁判, 所以她某种角度上肯定是公平的, 就算不公平也不会过于偏袒。 将今日获得的一切信息与之前结合, 她不难猜出, 合并大陆需要大量能量, 也就是两个星球对接需要大量能量, 它们的能量来源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四大种族。 现在, 它们对付人鱼族和精灵族的计划已经被自己给破坏了。 遗憾的是, 针对兽人族的阴谋应该是成功了。 眼下应该是只差龙族, 系统这是想让它去龙族破坏对方的计划, 还是想让自己去龙族送死。 苏佑不知道系统的想法, 但她知道此行非去不可。 十颗龙航石, 意味着它只能带十个人, 看似很少, 但龙族面对人类是绝对的实力碾压。 而且, 它还是直接去人家老巢, 别说十个人了, 哪怕带一百个人都不够。 它又不是去打架的, 所以, 人多人少, 影响不大。 苏佑现在最纠结的是, 自己到底要不要带龙旦? 龙旦到了龙族, 肯定是要被龙族拿走的, 但龙旦到了龙族手中, 生死难料, 龙族此时肯定不安全, 龙旦一个不会跑不会打的, 凭什么能活? 但她如果带了龙旦也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可以借用找回龙旦的恩情, 在龙族自由行事。 这一点苏佑还是可以保证的, 龙族是绝对的知恩图报, 菲亚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不带龙旦, 龙旦倒是安全了, 但是她估计连龙族的门都进不去。 不过, 这个任务的实现是一个月, 那就说明龙族最少都还有一个月才会出大事。 所以, 她倒是可以先看看情况, 不必那么着急, 现在出发。 于是, 苏佑就进入了等待, 但她也不是白等, 等待的时间她也是异常忙碌。 经常和爱妮塔联系, 了解兽人族的情况, 还要时刻关注龙旦的情况, 同时也不能忘记领地的发展。 虽然龙族的实力碾压他们, 但为了增加容错, 让自己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苏佑这段时间也是变招法的增加几位魔法师的实力。 她这一次准备多带几个魔法师, 主要是在龙族面前, 物理攻击基本无效。 虽然她不会与龙族为敌, 但谁让龙族有内斗呢? 不论她站在哪一方, 总是要得最龙的。 苏佑光是想想就觉得烦。 第873章, 前往龙族。 未来十天的时间, 苏佑招募了许多高战斗力人员的同时, 也把已有的魔法师的实力全部提升了一番。 哪怕是不准备带去龙族的魔法师也是如此。 梅克如今已是大师级魔法师, 因为大力培养的缘故, 他甚至已经达到了瓶颈, 实力无限趋近于宗师级魔法师。 这个级别的魔法师在人类世界几乎已经可以一人灭一小城了。 除了梅克之外, 威威安和宁时也已经成功晋级为大师级, 剩余的蝉月与安洛则是高级瓶颈, 尤埃虽然出使天赋太差, 但因为苏佑给了他增加天赋的道具, 所以现在也成功地晋级为高级魔法师。 除了这六位魔法师之外, 苏佑这段时间用累积的招募次数招募了足足二十几个人, 这二十几个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魔法师。 苏佑几乎已经将全系魔法师都给集齐了。 除了魔法师之外, 一些领地没有的职业也慢慢补齐。 除了以前一直想招募, 但总是没有招募次数的巫师、感灵师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生产职业, 比如宝石镶嵌工匠、制服师、精炼师等等。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苏佑总觉得这十天的时间领地发展得异常顺利。 每天的人流量出乎意料得多, 光环锦囊开出的光环也是有意无害, 随机事件也是力大于弊, 要说最明显的肯定还是酒馆的招募, 那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 苏佑觉得应该是系统做了什么, 他想悄悄系统问问, 但一想到这是好事, 万一问了之后反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怎么办? 所以苏佑果断选择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等一切都准备就绪, 此时的任务时间还剩下十八天。 苏佑手上抱着龙蛋, 身边跟着七个人, 加上他一共八个人。 这七个人中有五个是老熟人, 多雅、 遥光、 巍巍安、 梅克、 禅月。 至于剩下两个, 一个是沙灵, 一个是新招募的高级土系魔法师, 一鸣俊。 沙灵也就是那个被迫拥有了神机魔法师力量的小孩。 原先的他还因为无法很好地掌握自己的能量而一度兵临死亡。 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身体调养, 能力训练, 他如今的面板实力已经碾压梅克了。 他现在是一名宗师级兵系魔法师。 之所以提升这么快, 完全是因为神机魔法师的天赋和能量在帮助他。 他和普通魔法师不同, 神机可能是他们一生都摸不到的终点, 但对于他而言, 这只是起点而已。 但纸面实力终归不是战斗实力, 即便有一个等级的差距, 沙灵也是肯定打不过梅克的, 但他依然很强, 实力也仅次于梅克, 所以苏佑在实验过他的基本能力没问题后, 也带上了他。 至于一名郡, 他的魔法天赋也不错, 是不久前才招募的。 苏佑带上他, 完全是因为龙族老巢山脉众多, 土戏发挥空间很大。 七个人中, 五个是魔法师, 维尔不是魔法师, 显得有些奇怪。 苏佑带上多雅并非是习惯, 而是因为那把龙文骨功, 苏佑怀疑龙族和多雅的父亲可能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把多雅带上了, 同时多雅也带上了那把弓。 至于姚光, 想想也知道苏佑是肯定不会主动带上他的, 先不说他没有战斗能力, 就他那脆弱的小身板, 苏佑都怕他去龙族不是为了帮忙的, 而是去碰瓷儿的。 但姚光主动要求同行的, 苏佑肯定同意, 并且一点犹豫都没有。 他觉得姚光可能又知道了什么, 和这种一身秘密的人相处, 只要对方是可信的, 很多时候他不需要问, 只需要照做就成。 因为有道具的存在, 所以他们前往龙族的路上并没有坎坷, 甚至没有路上的过程, 毕竟他们道具一用, 整个人眼前一黑, 再次睁眼时, 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座黑红如同火山一般的山脉脚下。 山脉通红, 顶端冒着黑烟, 同时他们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遭的温度变得很高。 不等苏佑他们交流什么, 只听远处突然传出一声龙吟, 随后, 黄蜂袭来, 蝉月反应很快, 他利用魔法在周围布置了一个抵御锋利的护盾, 这对于一个高级风系魔法师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 有了护盾, 撞击在他们身上的冲击力逐渐减轻。 不过很快, 他们便发现周围的温度, 以一个不快但稳定的速度逐渐增加, 梅克下意识地想要给大家施加一个护盾, 但被苏佑拦下, 他看着沙灵的方向, 小女孩紧张地握着苏佑特意寻人为他打造的法杖, 喃喃自语。 梅克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动作停止, 但手并没有放下, 因为温度还在增加, 沙灵未必会成功, 如果失败了, 那还是得由他收拾烂摊子。 但如果成功了, 不论是沙灵比梅克更高一级的实力, 还是兵夕更加适宜此时的属性, 让沙灵出手比他出手更加有利。 也许是因为紧张, 沙灵念着魔法咒语时有些断断续续, 尽管他马上要施展的魔法只是终极的, 但他一个宗师级的魔法师施展起来还是有些费力的样子。 不过好在, 他成功了, 感觉身体周围降下来的温度, 众人都松了口气, 其中最放松的那肯定是沙灵了, 毕竟刚刚他的压力最大, 对于梅克他们而言随口就能来的咒语, 对于沙灵而言就像是幼儿阅读外文的书籍, 晦涩难懂, 甚至连文字都不认得。 但沙灵还是努力的, 他硬是凭着这死记硬背把可能用上的咒语全部都背下来了。 他背得很熟练, 但真的用起来的时候感受着周围的魔法能量涌动, 他的紧张使得难度倍增。 但只要成功了, 他的努力就是值得的。 做得很好。 苏佑摸了摸沙灵的脑袋, 然后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虽然沙灵是他们中实力最强的,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 他可能比他们每个人都要害怕, 所以苏佑也格外地照顾他的情绪。 不过, 沙灵也不是普通小孩子, 他在更小的时候经历过更多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而已, 并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所以他的情绪很稳定。 第874章 岩浆池 只是这个稳定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太久, 就被狠狠地打破了。 他,在场的所有人都面色巨变, 因为他们都感觉到脚下所踩着的地面正在剧烈地摇晃。 没有人说话, 他们都默契地逃跑, 蝉月会更忙一些, 他一边逃跑, 一边还要用魔法给其他人速度加持。 一直等到他们从山脚跑到了一片岩浆池旁, 苏佑手上的龙蛋突然自己飞了起来。 虽然苏佑没有说这个龙蛋背后的故事, 但这个蛋是龙蛋的身份, 他也告诉了其他人, 他们都来到龙族了, 这龙蛋的身份着实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 所以, 当他们看到龙蛋自己飞走了, 所有人都慌了一下。 苏佑速度不如其他人, 所以他在后方一些, 不过他的身上不知从哪钻出一个白色的白色的毛绒绒。 而这个毛绒绒正是灵宝。 灵宝宛如闪电一般飞快跟着龙蛋跑, 在其他人中, 速度最快的风系魔法师蝉月紧随其后, 一人一叼眼睁睁地看着龙蛋飞到了岩浆上方, 然后和失去了翅膀的鸟一样突然坠落。 眼看龙蛋就要落入岩浆, 灵宝瞬间炸锚, 他下意识地想要跳过去, 但很显然, 下方没有落脚地的情况下, 灵宝就算过去了, 也改变不了龙蛋落入岩浆的事实, 而且还可能搭上自己的命。 其他人都来不及反应, 蝉月的速度骤然变快, 他同样一个清零的跳跃来到半空中, 他的正下方就是滚烫炙热, 可以直接把任何东西都焚烧成灰烬的岩浆。 如果是常人, 这么做无异于是找死, 但蝉月不是常人, 他在跳跃高半空中时, 脚踝处隐约出现了一圈银白色的光运, 这是风系魔法中飞行术发挥作用的样子。 飞行术虽然是风系基础魔法中消耗最大的, 但蝉月现在毕竟是高级魔法师了, 如果只是攻击自己一个人使用, 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 他起码可以飞半个小时。 而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消耗, 他只需要短短十几秒, 先是飞到灵宝身边, 一把揪住灵宝的尾巴,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那龙蛋就好像是故意的一样, 他一个翻滚, 直直地掉落进了岩浆之中。 蝉月这一回是真的来不及反应了, 因为他接住龙蛋时, 龙蛋距离岩浆的距离本身就不远, 何况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 所以没有准备, 自然也反应不及。 眼睁睁地看着龙蛋落入岩浆, 蝉月却无能为力, 他只能紧紧地抱着奋力挣扎的灵宝, 回到了苏佑身边。 苏佑把林宝接过来,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惊讶与惊吓, 恢复了冷静的苏佑隐约猜到了什么。 林宝你别着急, 龙蛋是自愿下去的, 没有任何生命会无故找死, 何况他之前的求生欲那么强, 所以他一定是知道, 这个岩浆不会伤害自己, 所以才会下去。 苏佑按住不停挣扎的林宝, 认真理智地解释。 林宝挣扎的幅度逐渐变小, 直到停止。 苏佑松了口气, 然后摸了摸林宝的脑袋, 继续安抚。 你想想, 那可是龙蛋, 里面是龙仔, 这里是龙族生活的地方, 他们肯定是有着能够在岩浆中活动的能力。 林宝觉得苏佑说得有道理, 所以他也冷静下来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阴阴两声, 然后对着救了自己一命的蝉月, 疯狂阴阴阴。 蝉月虽然听不懂他说什么, 但也能猜到。 他笑了笑, 你没事就好。 苏佑正准备说什么, 突然地面再次晃动, 只是这一次, 他们都没来得及逃跑, 面前便直接出现了一个数十尺高大的生物。 几乎是瞬间, 苏佑就猜到了这个高大生物的身份, 龙。 这就是龙。 人类为何到我龙族地盘? 你们为何而来? 又是如何而来? 威严的声音在耳边乍响, 宛如千万音响环绕。 大家被声音震得有些头疼, 好在苏佑早有准备, 他直接拿出耳塞分了分, 同时还不忘解释, 我们在野外捡到了一颗龙蛋, 我们与人鱼族交好, 本想通过人鱼族联系龙族归还龙蛋, 无奈联系不上, 只能主动上门。 来此之前, 精灵族也委托我将这份礼物赠予龙族。 说着, 苏佑飞快地拿出了带有浓郁精灵族气息的物品。 苏佑说的第一句话是实话, 第二句话其实也不假。 不同的是, 苏佑说第一句话的目的, 是为了说明来意的同时, 告知自己并非有意上门, 而是联系不上龙族, 无可奈何, 同时也告知这条龙自己与人鱼族有关系。 至于第二句话, 精灵族的礼物是真的, 但这是女王知晓她要来龙族后, 怕她被龙族为难所给的一个借口。 苏佑一行人既是来归还龙蛋的, 而且还同时与人鱼族还有精灵族扯上关系, 龙族说什么也不会在明面上对他们不利, 否则就算不讲龙蛋的恩情, 也要顾及人鱼族与精灵族的面子。 果然, 苏佑这句话说完后, 原本强大的压得人难以起身的气势骤然削弱。 不一会儿, 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高两米有余的高大男子。 不必多说, 这肯定就是那条龙化成人形的样子了。 苏佑见他靠近, 上前两步把精灵族的礼物给了这条龙。 他接过礼物, 瞥了一眼苏佑, 你倒是胆子大。 虽然龙族不常入室, 但并不代表不入室, 并不是没有人见过龙, 只是他们见到龙前都是豪言壮旨, 一副龙族不过如此的态度, 但真见到他们之后, 无意不是吓得瑟瑟发抖, 跪地求饶。 可眼前的这些人类, 除了那个年纪最小的小女孩之外, 其他人眼中并无害怕的神情, 只是刚刚被龙族的气势压得有些喘不上气, 但也仅此而已。 苏佑笑了笑没说话, 眼前的龙看了手上的东西, 确认真的是精灵族的东西后, 他的态度稍稍缓和。 第875章 明征 我是明征? 你说, 你是来归还龙旦的? 明征收下了精灵族的东西, 虽然承认了眼前的这些人类的确与精灵族有关系, 但却严重怀疑苏佑有关龙旦的言辞的真假。 是的, 只是刚刚龙旦自己跳下去了。 苏佑指了指他身后的岩浆, 明征皱了皱眉, 见他不似说谎, 压下内心的怀疑与疑惑, 丢下一句等着, 然后行云流水地跳进了岩浆。 如此熟练且毫不犹豫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在跳水, 但他们都知道, 眼前滚滚翻涌并且散发着灼热光芒的洪流并飞水, 而是可以直接把人融化的岩浆。 不过对于龙族而言, 这岩浆的存在的确就和人类的加鞭的一条小戏一样, 他们在这里从小玩到大, 别说是皮糙肉厚的成年龙了, 只要是健康的, 哪怕是还未孵化的龙蛋下去也不会有任何事情。 这也是明征听到苏佑的话并未立刻出言质疑的原因。 苏佑他们本以为只要等一会儿, 都是那波澜不惊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 别说人影和龙蛋了, 他们就连一根头发, 一片蛋壳都没看见。 等着吧, 大家也休息一会儿,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苏佑不是没想过直接离开, 但他手上已经失去了龙蛋这个最重要的底牌, 所以他还真不能走。 他必须等龙蛋出现, 不管是死是活。 哪怕有一片蛋壳也行, 多少是个胶带。 因为地面都是滚烫的岩浆岩, 所以大家休息也不敢轻易坐下。 好在苏佑早有准备, 他拿出耐高温的座椅, 同时沙灵也再次给大家套上了冰夕的保护盾。 有了这个保护盾,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气温都变得舒适如沐。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所有他们一无所获, 应该说是除了沙灵之外, 一无所获。 沙灵可以说是他们当中收获最大的, 因为只有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最有事情做, 比如每隔十几分钟都要给大家套个冰盾防止高温中暑, 期间他也没闲着, 有事没事的和周围的其他魔法师聊聊天, 吸取一下经验。 但比起理论经验, 沙灵更缺少的还是实战技术,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太多的理论知识了。 除了沙灵之外, 收获第二的是梅克。 龙族火元素丰富, 而且还是十分精纯的火元素, 梅克在这里修炼, 直接事半功倍。 大家看他认真的样子, 也默契地没有打扰, 留他一个人独自在角落冥想。 眼看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五个小时了, 苏佑让大家先补充体力, 该吃吃, 该呵呵。 他们每一次外出都会带上充足的物资, 这一次也不例外, 所以他们已经做好了打吃酒站的准备。 只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饭还没吃两口, 苏佑便听到了岩浆那儿传来了诡异的动静, 如果要形容, 这就好像是水被煮开煮沸腾的声音。 可岩浆又不是水, 他为什么会沸腾? 苏佑大脑还没转过弯的时候, 嘴中已经下意识地给出了答案。 快走! 说着, 几个人熟练地起身跑路, 他们吃食也顾不得收起来了, 各种食物掉了满地。 这种时候, 肯定保命最重要, 吃的东西他们有很多, 没必要为一口饭搭上性命。 一群人跑得飞快, 才跑出去不到百米, 就听见身后传来疑似爆炸的崩。 得一声, 随后, 他们都感觉到身后传来了巨大的热量奔腾而来。 几乎是同时, 好几个魔法师同时念咒, 第一时间, 他们的身上都套上了一层火红的盾, 这是梅克的。 下一秒, 他们觉得自己的速度快了不少, 这是禅乐。 紧接着, 火红的盾外又出现一层银白带着浅蓝的盾, 这是沙灵的冰系护盾。 最后, 他们听见身后传来什么拔地而起的声音, 几人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只见马上就要扑向他们的盐浆突然被数十米高的土墙所阻挡。 很显然, 这是一鸣郡的功劳。 不过盐浆的力量毕竟太过强大, 所以, 土墙仅仅只维持了不到五秒, 但这已经给了他们充足地逃离的时间。 一直跑到身后的盐浆停下, 所有人这才停下来休息。 得亏他们在吃饭前都吃了恢复精神与体力的药。 吃饭只是单纯地为了满足物理上的口腹之欲, 吃不吃都可以。 不然他们此时还真惊不住这么剧烈的体力消耗。 猛地喘了几口气, 他们开始观察停留在十几米之外的盐浆, 此时的盐浆依然还在流淌。 好在他们身上都有沙灵给予的冰盾, 所以都感觉不到多少热量不至于中暑甚至烫伤。 这儿怎么变成这样啊? 明征略带惊讶的声音传来, 他的一只手上拖着一个蛋, 面上是明显的错愕。 不等大家回神并不是很在乎盐浆, 而是只在乎龙蛋的林宝直接窜了出去, 似乎是想要从明征的手上把龙蛋给夺回来。 明征虽然惊讶于此时这里的惨烈景象, 但他也感觉到了有东西在朝自己靠近, 并且目标就是自己手上的东西。 他随意地伸出手, 轻松地把林宝给抓住了。 小家伙还想, 你干了什么? 明征嗤笑一声, 本来觉得这小雕居然敢招惹自己。 这无异于是在以卵机时, 可谁料下一秒, 自己手上一痛, 他下意识地松手, 林宝挣脱束缚的同时, 另一只手托着的龙蛋也从空中坠落。 林宝毫不犹豫地跳过去想要接住龙蛋, 蝉跃剑撞连忙帮了一把。 他给林宝也用了一个飞航术, 林宝轻松地接到龙蛋, 然后大尾巴卷着龙蛋, 麻溜地跑路。 场面一度陷入僵局。 苏又一方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林宝刚刚伤了这条龙, 龙的脾气不算好, 就怕他会记仇做些什么。 所以, 他们都默契地捏紧了龙形石子石, 只等看到情况不对, 就直接回家。 而另一边的明争, 在刚才的确是生气的, 毕竟自己被伤了。 而且还是被自己眼中弱小的生物所伤, 与其说是因为受伤生气, 不如说是因为失了面子而感到生气。 第876章 精脆龙血 不过他生气的情绪并没有维持太久, 很快的, 他就开始思考, 为什么那个看似可以被自己随手捏死的小家伙, 居然可以伤到自己。 别看他现在只是一个略微高大一些的人类形象, 但他可是龙。 龙的外表皮比高级合成金属还要兼顾几百倍, 是真正的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在防剧中, 防御力最强的虽然不是龙灵制作的纯粹的龙甲, 但绝对是包含了龙灵这一材料的。 但为什么他会被那个白雕轻轻松松地抓伤? 就在明争百思不得其解时, 听到耳边传来了人类那些人类的声音。 我为灵宝弄伤你而感到抱歉, 这是精灵泉水, 作为赔礼。 苏有拿出精灵泉水递给明争。 这精灵泉水自然不是精灵族送给苏有的那些, 而是精灵族拿来赞助他养龙蛋的。 他替龙族养了这么久的孩子, 如果让他自己搭上一瓶精灵泉水, 他是肯定不乐意的, 但既然这本身就是养龙蛋的, 那用来做个人情也未尝不可。 明争看了眼前的泉水一眼, 没接。 而是抬头看着苏有, 准确地说是他怀中的灵宝。 他是什么品种? 居然能伤了我。 比起自己受伤, 明争显然是更在意灵宝本身。 苏有看他似乎没有生气的意思, 便说了灵宝寻宝兽的身份, 也说了他吃了蛟龙内丹, 从纯血白叼变成龙叼的事情。 他隐瞒了黑龙的存在, 只说内丹是在一个秘境中获得。 之所以不说黑龙主要是不清楚黑龙在龙族内的身份地位, 也不清楚眼前此龙是否和黑龙有仇, 不必要的事情就不提了。 明争果然也没在什么秘境里面, 居然会有蛟龙丹这种问题。 但他现在理解了灵宝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了。 毕竟他现在也算半个龙族, 而且寻宝兽一旦成功渡过危险的幼崽期, 那就是上天的宠儿, 属于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 现在还有了龙族血脉, 对于灵宝而言, 普通的龙族可能还真无法奈何他。 刚刚之所以被抓, 只是单纯地受到了体型上的压制而已。 苏佑看明争对灵宝如此伤心, 不由得有些怀疑。 他倒不是怀疑明争要对灵宝不利, 他只是觉得自己手上有龙蛋, 以龙族对后代的关注度, 明争怎么也不应该不关注龙蛋, 只关注灵宝啊。 苏佑既然有这个疑惑, 于是就组织了语言, 再次说了有关龙蛋的事情。 明争撇了苏佑一眼, 平淡地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这个蛋是龙蛋, 但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这并非龙蛋。 苏佑怀疑自己听错了。 虽然一开始, 他也不相信这是龙蛋, 单单只凭借灵宝的直言片语, 也难以作为确认龙蛋身份的证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信息都可以佐证这个事实。 比如, 龙蛋自从搬到城主府后, 他有几个晚上都隐约听到了龙银, 虽然十分稚嫩, 但那就是龙银。 其次, 苏佑在系统之前给出的补偿中, 找到了一瓶极为特殊的东西, 金翠龙血。 这个东西宝贵, 但因为等级太高, 达到了金色品质, 所以作用十分有限, 毕竟能够搭配使用的材料也不好找。 但它十分有限的作用中, 只要能够制作出来, 那都绝对是无价之宝。 不过, 苏佑也不想去等着收集材料了, 他可没那个时间。 而且, 系统这妖巧合的就送来一瓶龙血, 苏佑怀疑他就是给龙蛋准备的。 如果是普通龙血也就罢了, 直接使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这是金翠龙血, 金翠龙血肯定需要混合其他材料加工制作, 否则, 哪怕是没课吃了也要暴体而亡。 所以, 苏佑把金翠龙血给龙蛋用了, 给未孵化的龙蛋使用龙血并不算少见, 很多龙都会这么做,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龙蛋的孵化率, 还能提高龙崽子的天赋。 现在这蛋好哈的, 这不是也能证明它是龙蛋? 除外, 还有从仁鱼族那边拿来的龙金石, 这也是只有龙蛋才能销售的东西, 它也用得好好的。 许多许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它就是龙蛋, 但眼前这条龙居然说它不是龙蛋。 苏佑并未隐藏自己的神色, 明显狐疑地看着明征。 明征被这么一看不乐意了, 他立刻开口道, 嘿, 你个人类咋还不信呢? 我是龙, 这是不是我龙族的崽子, 我能认不出来? 这蛋上面根本就没有我龙族的气息, 甚至连生命的气息都十分虚弱, 我根本察觉不出来, 如果不是刚刚看见他动了, 我都怀疑他是一个死蛋。 苏佑认为明征说的应该是实话, 目前的情况就两种可能, 一个是明征知道这是龙蛋, 但故意不承认, 原因未知, 但这样一来, 明征大概率就会是他们的敌人。 苏佑不希望这种情况, 也觉得这个可能性不高, 因为明征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表示出敌意, 如果真要害他们, 那在苏佑告知身份来意, 以及人鱼族, 还有精灵族的事情前, 另一个情况是, 这龙蛋有问题, 他会保护自己, 不让自己的气息外泄, 所以, 龙族无法感觉到他的气息。 龙族对童族气息是十分敏感的, 不然他之前也不会老担心被龙族发现领地有龙蛋气息, 但偏偏他都已经带着龙蛋来到他们的老巢的, 这龙族的龙就像是全部都销声匿迹的一般, 除了眼前这个之外, 一个都没有出现。 苏佑觉得, 明征出现也不是为了龙蛋, 而是单纯地发现了龙族有外人入侵, 所以过来了解情况。 不过, 苏佑虽然有着这是龙蛋的许多佐证, 但这都是他无法说出口的。 尤其是龙血的事情, 他如果说了这蛋是经过精翠龙血淬炼的,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明征不会激动于这真的是龙蛋, 只会怀疑他是从哪里弄来的精翠龙血。 精翠龙血可是龙的心头血, 哪怕取出一滴都要元气大伤, 哪怕后代再珍贵, 龙族也不可能傻到用活着的龙的身体去换一个未必能孵化出来的龙蛋。 第877章 救命恩人 龙族给自家宰子用的都是普通的龙血, 只有那种一出生就被判定天赋极高的龙蛋, 才会集合大部分龙的力量, 每条龙都贡献一滴心头血, 用于培养龙仔。 苏佑想了一会儿, 然后反问道, 既然你说这不是龙蛋, 那他为什么可以进入岩浆完好无损? 明征一时哑然, 这也是他刚刚除了好奇, 灵宝为何能伤到他之外的第二个疑问。 不过这个疑问也并非完全没有答案。 我承认, 我龙族的岩浆常人不可入, 但这世界上也并非只有龙族才可入。 虽然明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生物可以进他们家的岩浆, 但他知道这种生物肯定存在。 苏佑点点头, 然后继续道,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也承认这个蛋绝非是寻常种族的后代。 明征自然同意, 既然如此, 那他为何能够吸收灵宝? 也就是这只龙雕的血液。 苏佑这种强调了龙这个字。 什么? 明征愣住。 苏佑把林宝受到龙蛋吸引, 找到龙蛋, 并为了拯救兵威龙蛋, 自残未鲜的事情说了。 我曾看书籍上说, 某些种族看中血脉精纯, 所以不可能融入其他种族血脉。 苏佑的意思很简单, 这蛋肯定是高等种族的后代, 但他愿意融入林宝的血液, 林宝又只与龙族相关, 那他不是龙蛋, 还能是什么蛋? 像龙蛋这种等级的, 哪怕是到冰死时刻, 他也不可能为了生存就融入其他血脉, 这不仅不能救他, 反而会加速他的死亡。 你说的是真的? 明征这回是真的激动了, 因为他知道, 苏佑说的如果是真的, 那这蛋还真是龙蛋。 苏佑说的这条推测链是绝对合理的, 如果你不信, 自己滴血就知道了。 林宝毕竟不是纯血龙族, 而且也为了避免明征认为他们动了手脚, 还是他自己动手最好。 明征听苏佑这么说, 内心已经信了八分, 他毫不犹豫地伸出龙爪, 划破皮肤。 龙血虽珍贵, 但只要不是心头血, 普通龙血对于龙族而言就和普通的人类血没什么区别, 只是滴几滴, 明征根本不在乎。 如果这真的是龙蛋, 别说一滴两滴了, 让他放血几筒都不成问题。 毕竟龙族体型摆在那里, 几筒血也就只是皮毛伤害。 看着暗红带着浅金色光芒的血液融入蛋内, 明征彻底撑不住了, 他直接夺过苏佑手上的龙蛋, 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做什么就又被林宝甩了一尾巴, 然后被二次卷走了龙蛋。 龙蛋也不反抗, 慢悠悠地晃了晃, 然后也靠近了林宝。 苏佑, 明征? 众人。 苏佑干咳一声, 沉默了, 其他人也默默后退两步。 这龙族的乐子可不是谁都能看的, 虽然他们看得都津津有味, 并且还想看。 作为专业的乐子人, 威威安如果不是对龙族多少有些敬畏之心, 他就差没直接拿一把瓜子出来了。 不好意思, 林宝很喜欢龙蛋, 龙蛋刚刚就回来的时候也很危险, 所以他很担心。 不必解释。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明征摆了摆手, 眼中激动未散。 他发现龙蛋, 更是他用血养了龙蛋, 他不仅是龙蛋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 乃至全族的恩人。 苏佑内心松了口气。 果然, 龙族护短脾气差, 但重情亦是真真切切的, 不然苏佑也不会冒险。 如果不是龙蛋掩盖了自己的气息, 因为身份原因纠缠许久, 他们现在怕是早就被奉为龙族做上兵了。 现在误会解除, 我代表龙族邀请诸位恩人到龙族做客。 虽然如今龙族出了点事情, 但找回一颗龙蛋也是天大的喜事。 他们正好也可以放松一下, 用找回龙蛋的喜气冲散之前带来的晦气。 明征不等苏佑他们做出回应, 直接重新化身为龙, 然后把他们全部卷起, 朝着龙宫的方向飞去。 这被龙带着飞的待遇, 可不是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 说出去, 绝对是可以让人羡慕极度一辈子的事情。 但苏佑一行人此时却十分难受, 因为这明征的飞行技术真的太差了。 倒不是说会坠机, 只是他很不安分, 总是喜欢上下左右乱飞, 弄得他们头晕眼花, 虽然没坠机, 但他们一个个的都晕机了。 等终于落地后, 所有人默契地往地上一蹲, 但还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明征重新化成人形, 然后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们。 你们怎么了? 众人, 你觉得呢? 恢复最快的是禅月, 或许是因为她是风系, 平时也没少在空中飞, 在空中适应最为良好。 虽然肯定没龙族飞得这么夸张, 但也会比其他人好受一些。 没事, 他们可能累了。 禅月不会苏佑那种见人说人话的技术, 所以只能随意找了个借口。 明征也没在意, 她确定人没事, 但是死便提议要带走龙蛋, 过一会儿迎接他们进去。 现在龙族情况不同, 她贸然带人进入龙宫不太合适, 但带龙蛋进去解释一番, 苏佑他们的待遇瞬间就能上来了。 苏佑也缓过来了, 她点头同意让他带走龙蛋, 反正她也没拒绝的空间, 这都已经到人家的老巢了。 只是苏佑同意了, 但龙蛋和林宝都不同意。 林宝不愿意离开龙蛋, 龙蛋现在也缓过神了, 她之前就像是突然找到了新玩具的孩子, 好像发现自己来到了陌生的环境, 周围都是陌生的气息, 她就开始有些黏忍了。 具体表现就是不管明征怎么用力, 都没办法把她和林宝分开。 如果只是林宝单方面意愿也就罢了, 但龙蛋也不想走, 明征也怕硬来会弄伤龙蛋, 场面一下子就僵住了。 好在苏佑反应快, 她拉过林宝, 看似安抚地摸了摸, 实际上却是不动声色地 往林宝后视的毛发中带来的东西。 做完这一切后, 她看明征, 既然他们俩不愿意分开, 那就一块带走吧。 林宝多少也有一半的龙族血脉。 第878章 龙王 明征也没多纠结, 直接同意了。 直接带人进去不合适, 但带个小家伙问题不大。 而且, 这小家伙也有一半的龙族血脉。 而且, 还是成年的寻宝兽, 和他们龙族的血脉等级也差不了多少。 行, 那走吧。 明征看林宝不亲近自己, 龙蛋也挨着林宝, 索性走在前面带路, 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他好几次回头, 都见那小家伙带着龙蛋。 虽然距离他有一段距离, 但却一直都没有走丢。 这才放心, 头也不回地走在前面。 龙族的老巢豪华奢靡, 到处金光闪闪, 造型设计没有任何技巧, 全部都是金钱堆砌。 所以, 弯弯绕绕的路也根本不存在, 也就拐了两个弯。 明征就来到了一窝懒洋洋的, 毫无姿态地躺他坐禅你太龙面前。 别睡了, 看我带回来什么东西。 明征也不客气, 画出龙尾, 挨个儿抽了一巴掌, 等把所有龙都弄醒了。 这才指了指灵宝, 以及他尾巴上的龙蛋介绍道, 这是混合一半我们血脉的寻宝兽, 这是我们族一世在外的宅子。 此话一出, 全场寂静一瞬, 随后灵宝下意识地带着蛋往后, 窜了十几米的距离。 等他停下的时候, 他原本所在的位置, 已经被十几条龙给包围了。 啥? 龙蛋? 哪儿呢? 你他压得别挤老子, 老子也要看看龙蛋。 我们龙族已经百余年没有新生了, 这是谁家如此厉害? 这不声不响的, 就弄出了个宅子。 都说人多是非多, 这龙多了也不安静, 吵吵嚷嚷的, 灵宝被烦得浑身炸毛。 龙蛋似乎也感觉到了灵宝生气的情绪, 他慢悠悠地飞起来, 然后趁着十几条龙互相纠缠打劫, 挨个儿砸了一下, 就像是为灵宝出气。 毕竟是个蛋, 龙族还皮糙肉厚, 砸得肯定不疼, 但这突然一下子, 还是让他们呆愣片刻。 明征在一旁看得目瞪口袋的同时, 也不免觉得好笑, 于是连忙出言嘲笑, 嘖嘖嘖, 一群老家伙, 这是做什么呢? 在小辈面前这么闹腾, 还要不要脸了? 话落, 他看了这十几条已经彻底打劫的龙一眼, 壮似无奈地摇头, 算了, 我先去找龙王。 你们要想见崽子, 就自己打理好了再过去。 明征说完也不等他们回应, 冲着林宝扬了扬下巴, 然后飞快地离开了。 林宝早就受不了这里的吵闹, 于是也飞快地带着龙蛋离开了。 这里距离龙王的宫殿挺远的, 但龙王此时也并不在自己的宫殿, 而是坐在大殿在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 也不知是不是想得太过入迷, 他连明征来了都没发现。 王上, 看我带回来什么了? 一颗龙蛋? 在面对龙王时, 明征的态度显然和之前不同。 此时他的态度虽然算不上毕恭毕敬, 但也比对之前那十几条龙好上许多。 他甚至连卖关子都没有, 直接就揭开了龙蛋的身份。 什么龙蛋? 龙王皱了皱眉, 看着明征, 同时也看到了地面上对比他们的体型小小一只的林宝, 也看到了林宝身旁的蛋。 龙王看见蛋后的反应和明征, 一开始知道这是龙蛋的反应几乎一样。 他指着龙蛋, 语气带着不理解, 别告诉我这就是龙蛋, 明征自然知道龙王为什么怀疑, 于是他语速飞快地把之前的事情全部都说了一遍。 末了, 他还问了一句, 哥, 你说我们足哪儿? 还有龙丢了大? 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崽子。 此话一出, 龙王面色一变, 明征有些不解, 随后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然后不可置信地看向林宝, 身后的蛋。 龙王也是如此反应。 他们这副模样成功地下到了林宝, 林宝把腿就想跑, 但被龙王很快地抓住了。 明征连忙阻止, 把林宝是救命恩人的事情再三强调。 不管这是谁家的崽, 但这寻宝兽是我们龙族的恩人。 说完, 他似乎想起什么, 继续补充道, 差点忘了, 外面还有几个人类, 就是那些人类送龙丹回来的, 于情于理, 我们应该好好招待。 龙王目光依旧死死地粘在龙丹上, 但看龙丹因为自己灼热的目光, 十分直接地往林宝的身后躲了躲, 他这才强忍地冲动, 收回了视线, 以免吓到他, 去把他们请进来, 我亲自去迎接。 一句话, 足以表现出龙王此时内心的情绪激动, 以及对苏佑他们的感激。 等苏佑他们坐在龙宫大殿的座椅上, 这已经是半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虽然等待的时间很长, 期间苏佑他们也感受到了有不少偷窥的目光, 这半小时比之前等待明征进入岩浆寻找了五个小时的龙丹还要难熬, 但他们总归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龙宫, 并且被龙王带人亲自迎接, 考虑到对待客人的礼仪, 即便龙王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个龙丹的身份, 但还是耐着性子先摆了宴席, 邀请苏佑他们。 一番客气地推杯换盏, 一番感激与道谢的激动言语, 酒足饭饱后, 其他无关紧要的龙全部离开, 场面上只欲下苏佑一行人, 明征, 龙王, 以及一个似乎叫唐宇的龙。 我先前已经听明征说了这颗蛋的事情, 但我还想再听你说说。 龙王语气带着不可置疑的认真, 苏佑倒也没拒绝, 龙王谨慎是应该的, 谁让这淡眉气息呢? 是个龙都会怀疑。 而且龙祖礼节周全, 客客气气的苏佑也没什么可不满的。 于是苏佑将对明征说的一切又重复了一遍, 考虑到眼前这是龙王, 是龙族的老大, 是和女王一个地位的存在, 而且他大概率还是龙蛋的父亲, 所以苏佑说的比之前还更多。 他补充了许多细节, 只是不该说的一点都没说。 原来是这样。 龙王点点头, 平静的面色上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 也没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相信苏佑的话。 过了几秒后, 龙王道, 虽然目前的一切证据都证明这就是我龙族的仔。 第879章, 刘克, 但他却没有我龙族的气息。 关于这一点, 苏小姐有什么想法? 龙王其实在明征刚刚问起龙族近些年有哪条龙丢了蛋时, 就不免想到了百年前曾经意外遗失的龙蛋。 虽然找回来了, 但也只找回来了一个。 爱妮塔的信息是很准确的, 龙后当初的确是极为罕见的生下了两个龙蛋。 双胞胎在人族不算罕见, 在兽人族算十分常见, 但在子嗣困难的龙族这里, 简直千年难得一见。 这颗丢失的龙蛋如同一根刺, 如噎在喉, 灵龙王与龙后难受了足足百年, 即便他们已经抓到了罪魁祸首, 也给了罪魁祸首应有的惩罚, 但他们还是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 虽然龙王无比的希望这就是自己的孩子, 但他是理智的, 能够当上龙王, 他必然不可能是傻白甜, 不可能对陌生人听之兴致。 龙族不久前才出了事, 如果这种时候为了他的私心导致引狼入室, 那他就是龙族的罪人。 现在这颗龙蛋有着明显的问题时, 他必须弄清楚原因。 苏佑之前早就已经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已经想好了回答。 关于这件事, 我认为龙族应该会比我更加了解, 毕竟这是龙蛋。 当然, 我也并非推脱责任, 如果真要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还真有两个想法。 龙王看他沉着冷静的样子, 与明征的想法差不多, 他们都认为苏佑没有撒谎。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龙蛋。 他们认为苏佑是真的把这个蛋当作龙蛋, 哪怕这个龙蛋是假的, 那苏佑也不是故意冒充龙蛋, 他是一片好心, 龙族不至于为难。 请说, 明白了苏佑大概率不是敌人后, 龙王态度温和些许, 但面上还是十分严肃冷烈。 第一种可能, 龙蛋遗失多年, 他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第二种可能, 龙蛋出现了问题, 所以他的气息消失或者被掩盖。 明征脑子有些转不过弯, 他下意识地问,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说出这句话后, 明征有些后悔, 因为他发现苏佑用一种很复杂的目光看着他, 转头一瞧, 龙王也是如此。 龙王甚至更直接一些, 毕竟是自己人, 他拍了拍明征的肩膀, 早让你好好跟着学习, 就知道成天胡玩, 现在连句人话都听不懂。 明征? 苏佑干咳一声, 为了缓解尴尬, 还是解释了一句, 区别在于前者是龙蛋主动隐藏, 后者大概率是受到外界影响, 被动隐藏。 如果是主动隐藏, 那他们只需要想办法让龙蛋放松, 让他知道自己安全了, 那他自然会放出气息。 但如果是后者, 那就有得折腾了, 因为短时间内, 大概率是找不到原因和解决办法的。 所言有理, 龙王点点头, 然后继续问, 那苏小姐认为我们需要怎么做? 请稍等。 苏佑招来林宝, 说了两句, 然后众人就见林宝来到龙蛋身边, 安抚地摸摸拍拍, 嘴中还发出叽叽咕咕的小动静。 龙蛋似乎也很享受, 摇摇晃晃地贴近林宝, 哪怕是不认得的人, 都能看出他们的关系极好。 在场除了苏佑, 每一个是精通雕言雕语的, 所以大家都是一脸茫然, 唯有苏佑只是认真地看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十分钟后, 苏佑看龙王他们还是没有反应, 就知道应该是失败了。 我刚刚是让林宝安抚龙蛋, 告诉他这里是他的家, 这里很安全, 让他可以放松放松, 但目前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龙王不解询问, 所以你的意思是, 苏佑没有思考, 直接道, 他十分亲近林宝, 而且我自认这段时间对他也很好, 他哪怕不信任, 我也不会不信任林宝,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 我个人偏向龙蛋的情况属于后者。 龙蛋是林宝捡回来的, 还是林宝用血养的, 所以, 他必然亲近林宝。 即便苏佑又是为他提供舒适的环境, 又是费心力地寻找寿纹果龙金石等物品养他, 可他还是更加喜欢林宝, 也肯定听林宝的话。 但林宝的一番劝说, 龙蛋依然没有反应, 那只能说明是他无法反应。 眼看龙王又要说话, 苏佑就像是未卜先知一样, 先一步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要问他因为什么被迫隐藏, 又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 毕竟我对龙族的了解可不多。 龙王沉默了, 明争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就在气氛马上要陷入诡异的寂静时, 在场的第三条龙, 也是一直都没有说过话的那个名叫唐宇的雌姓龙突然说道, 首先, 不管这蛋是否是我们龙族的仔, 但在没有验证不是之前, 他不能离开龙族。 苏佑听闻此话后, 忍不住微微皱眉, 不过唐宇接下来的话倒是让他眉头舒展。 但这蛋毕竟是苏小姐与这寻宝兽一同养育的, 为了保证他能正常地成长, 也请诸位在龙族留客几日, 龙族一定会好好招待诸位。 苏佑知道, 唐宇这话看似礼貌, 但实际上是不容拒绝的。 人类和龙, 也的确没有什么谈条件的空间。 不过, 苏佑本身就准备留下, 一是他也担心龙蛋的安危, 二是, 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弄清楚龙族发生了什么。 同时, 他也要帮助龙族度过危机, 不能让幕后之人得手。 虽然唐宇的话郑重下怀, 但苏佑也没立刻答应, 而是略微思考犹豫, 然后才点头硬下。 考虑到龙族和人类的习惯不同, 龙族之前也没有考虑过会有外族人来龙族, 所以很多准备都没有。 就连这顿饭, 那都是从库房深处好不容易搜刮来的一些不知是哪条龙塞进去的人类食材。 不过好在苏佑他们什么都准备了, 吃喝不愁, 龙族只需要给个安静的地方, 可以休息就好。 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后, 苏佑提出想要去有记载龙族历史的地方看看, 如果有相关书籍文典就更好了。 第880章 好多书 对此, 他的解释是想要从这些记载中寻找是否有证明龙蛋身份的其他方法。 龙王很忙, 所以招待他们的事情就被交给了明征。 明征见这个要求不算困难, 所以转头就去了库房。 十几分钟后, 苏佑看着几乎可以堆满半个领地仓库的书籍, 整个人头皮发麻。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目光落到了身后其他人身上。 几分钟后, 七个人, 也就是除了年纪小的沙灵之外, 所有人都坐在地上抱着疏苦毒。 明征也没被放过, 苏佑看人手不够, 又知道明征无所事事, 所以就把他也拉下来翻找。 龙族有着好几千年的历史, 有如此多的记载并不奇怪, 但不奇怪是一回事, 他们因为如此多的记载, 饱受折磨又是另外一回事。 等大家好不容易花了六七个小时, 把半屋子的龙族历史看完后, 一无所获。 就在苏佑想着, 是不是自己的思路出现了问题, 龙族的记载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线索时, 只见明征站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灰, 然后道, 这个屋子太小了, 装不下所有的书籍, 隔壁还有几个房间都是满房间的书。 苏佑 众人 好多书 一时间所有人面如死灰。 苏佑都不知该高兴书还没看完, 线索可能真的存在, 还是应该难过于书还没看完。 明征也发觉不对了, 他也是要留下来看书的, 如果书还有好几个屋子, 那他岂不是也要看好几屋子书? 想到这里, 明征脸都绿了。 随后, 他果断离开, 然后手上拎着十几条没来得及逃跑的龙。 苏佑他们记忆力后, 他们都认出, 这十几条龙就是之前见到的那以我打劫的龙。 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劳动力, 效率肯定是快了不少, 但因为总量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一直看到晚上, 他们也才只看了不到五分之一。 看书过于费精精力神, 尤其对于这些耐不住性子的龙而言, 让他们看这么多的书, 还不如让他们打一架, 受点伤来的舒坦。 毕竟皮肉伤属于物理伤害, 习惯救好, 尚且可以忍受, 但眼下看书属于精神伤害, 他们一点都习惯不了。 但就算不习惯, 他们也没有办法。 毕竟这件事涉及到了龙蛋的身份, 所以, 他们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一连看了三天书, 看得所有人和龙都脑瓜子嗡嗡的, 一见到蚊子就反胃,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可算是找到了验证身份的方法。 但就在他们准备进行身份验证时, 一条陌生的雌性龙突然出现, 他激动地冲到了所有龙的最前方, 目光紧紧地盯着灵宝身边的龙蛋, 吓得灵宝带着蛋就往苏佑身后藏。 就在苏佑为这一切的发生感到疑惑时, 这条龙后方跟来的其他龙的言语暴露了他的身份。 王后, 您怎么跑出来了? 您身体不好, 快回去休息吧。 这居然就是龙后? 苏佑有些好奇地看着, 但并不惊讶, 毕竟这龙蛋如果真是龙王的, 那龙后就是他的母亲, 身为母亲, 龙后肯定在乎自己的孩子。 只是不知为何, 前几日他都从未见过龙后, 结果今日突然出现了。 别拉我, 我要看看我的孩子, 龙后的实力应该是不错的, 三四条龙都没能拉住他。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真的不好, 这些人都不敢用力下手拉扯, 但他的实力显然也不会低。 苏佑不可能让闹剧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 他连忙出面开口解释道, 目前, 我们还在研究如何证明这颗蛋是龙族的孩子, 在没有证明之前, 他并不一定是龙蛋。 龙后愣了愣, 转头看向他, 然后面色严肃, 语气笃定, 这一定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我的孩子呢? 苏佑觉得这句话有些熟悉,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明睁一眼, 然后回头继续道, 你有从这个蛋上感觉到龙族的气息吗? 龙后这下才反应过来, 他看了看蛋, 摇了摇头, 但依然自信, 虽然他没有龙族的气息, 但他一定是我的孩子, 他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龙后的态度, 让在场所有人都有些意外, 苏佑也不例外。 苏佑虽然疑惑, 但也体谅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所以, 他让林宝带着龙蛋和龙后相处一会儿, 自己也准备和龙后聊一聊。 龙后可以接触蛋时, 整条龙都变得无比激动, 伸出触摸的手都微微颤抖, 直到他的手落在蛋上, 感觉到手下温润光滑的触感, 而且还带着熟悉亲切的感觉, 龙后不自觉地泪流满面。 跟着龙后来的那几条龙, 瞬间就慌了, 他们连忙上前安慰, 但却被龙后推开了。 在大家兵荒马乱的时候, 没有人注意到一滴精英的泪水落在龙蛋上, 龙蛋微微抖了一下, 然后不动了。 等龙后调整好情绪, 苏佑和他进行了一番交流, 然后头疼地捂住了脑袋。 他本来还以为龙后认为这蛋是他的孩子可能有些依据, 没想到他什么依据都没有, 只是执拗地认为这就是他的孩子。 这种态度让苏佑这个原先肯定龙蛋身份的人都忍不住怀疑龙蛋的身份的真假。 苏佑觉得龙后不适合作为证明龙蛋身份的依据, 因为他觉得龙后的状态不太正常。 他就像是失去了孩子后, 因为受到了过大的刺激, 然后神志失常, 不管看到了什么蛋, 都可能认为这是他的孩子, 现实生活中就有类似的案例。 苏佑无奈叹气, 就在此时, 龙王来了, 他一过来就直直地朝着龙后的方向走去, 他心疼地抱着龙后, 正准备说什么, 然后就被龙后毫不留情地推到了旁边。 你挡着我看我家乖宰了。 龙后语气有些嫌弃, 然后继续目光柔和地看着龙蛋, 连带着对林宝都能温声细语地说上几句。 龙王? 苏佑? 众人? 其余龙似乎对此见怪不怪, 他们默契地转身背对, 不敢再看, 龙族唯一胆子大的也就只有明争, 毕竟龙王是他亲哥, 他也没什么好回避的。 如果不是此时还有旁人在, 他指定要调侃两句。 第881章 焚炎花 至于苏佑他们, 因为并非龙族的人, 再加上怀揣着一颗看热闹的心, 所以, 他们虽然眉直勾勾地盯着, 但也余光时不时地瞥一下, 总之是把能看到的乐子都看了。 苏佑干咳两声, 龙王殿下, 我们已经找到了另一种可以验证龙蛋身份的方法。 龙王刚刚也挺尴尬的, 现在苏佑给了台阶, 他立刻就麻辽地下来了。 什么方法? 虽然是问苏佑的, 但龙王的注意力始终还是滞留在龙后身上。 苏佑感慨龙王夫妻关系与人渔族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 也将他们找到的资料拿了出来, 并简单讲述。 书上说, 龙族有一处名为火焰谷的地方, 火焰谷生长的焚炎花可验证龙蛋的身份, 若为龙蛋, 焚炎花将会被龙蛋作为养分吸收, 反之, 焚炎花将会化为灰烬。 龙王看了书, 立刻让人去火焰谷。 龙族的确有一处名为火焰谷的地方, 谷内也的确有一种火红色的花, 但他们都不知道这花叫什么, 有什么作用。 没想到, 居然在记载龙族历史的书籍上看到了。 被派去的龙速度很快, 不到三分钟就拿来了一大把的焚炎花。 为了避嫌, 亲自动手验证的是龙王本龙, 他按照书籍上记载的方法, 将焚炎花的根筋与龙蛋正上方顶部相接, 看着就像是把焚炎花给种在了龙蛋上一样。 随后, 龙王滴了一滴血在根筋与龙蛋的贴合处, 下一秒, 所有人都看见焚炎花就像是被抽干了一般, 迅速枯萎。 明眼人都能看出, 这很明显是被吸干了养分的样子, 一时间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龙后抱着龙蛋, 连带抱着粘着蛋的灵宝, 他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 什么我就知道, 这是我的孩子乖宰是母后对不起你你回到我身边就好, 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 再也不会弄丢你了。 因为不是嚎啕大哭, 而是平静的流泪, 再加上龙后人形属于温婉的容貌, 所以不管谁看了都觉得我见犹怜。 就连先前看着蛋抢走了自家老婆所有注意力而感到不爽的龙王, 他也因为龙后的这一番哭诉对自己这丢了百年的孩子感到一丝心疼。 折腾了一天了, 所有人都累了, 苏佑虽然不放心龙蛋和领宝, 但看龙后这样子显然是不可能会愿意放手的, 所以他只能认真地嘱咐几句, 然后带着人回去休息了。 休息了一天, 等苏佑醒来后, 整个龙族就像是变了天一样, 本来找到龙蛋就是一个值得让全族都感到高兴的事情, 何况这还是龙王的孩子。 一时间, 龙族上下喜气洋洋, 等苏佑他们醒来后, 大大小小的龙更是对他们毕恭毕敬, 根本没有之前那副傲慢的样子。 一番商议之下, 苏佑让其他人分散找其他龙收集信息, 他们现在是龙族的恩人, 在龙族可以自由行动, 所以倒是不用特别担心安全问题。 就算遇到危险, 那他们也有回城时和龙行时可以飞快地传送回领地。 其他人各自离开, 苏佑准备去找林宝, 找到林宝的时候, 他和几条幼年龙玩耍, 看到苏佑来, 他立刻抛下新玩伴, 飞快地来到了苏佑的身边, 然后阴阴呜呜呜地说了一堆。 苏佑成功地从林宝这边得知了许多有关龙族的消息, 比如明征是龙王的弟弟, 比如,先前少言寡语的唐宇是龙族的医师, 他是龙族为数不多的天生自带治愈天赋的龙, 对比其他龙而言, 他的战斗力不算高, 但却拥有强大的治疗能力。 还有, 龙后前几日之所以没有来找龙蛋, 是因为龙王并没有将这个蛋的事情告诉龙后。 龙后百年前因为才生产完就失去孩子, 悲痛过度, 身体受损, 而后又多次在没有养好身体的情况下, 偷偷离开龙族寻找孩子, 消耗巨大, 因此落下病根, 所以他的身体十分虚弱。 虽然经过龙王的精心照顾, 百年过去, 龙后身体恢复许多, 但还是不能情绪激动, 随意乱跑, 否则谁也不好说他是否会旧病复发, 在不知名的地方失去意识。 几天前龙蛋身份未明, 龙王自然不可能把这件事告诉龙后, 害怕给了他希望, 又让他绝望, 受到刺激, 然后彻底一蹶不振。 成功收集到了信息, 苏佑一边摸着龙宝的脑袋表示干得好, 说话, 而是直接带路, 那些幼龙看见这一幕, 也连忙跟了上去。 等苏佑找到龙蛋的时候, 他就看见龙蛋靠在王后的怀中, 正想, 受着王后温柔地抚摸。 也不知是不是苏佑的错觉, 原本深色的蛋居然有了褪色的迹象, 这给苏佑一种原本这颗蛋是黑化的, 但现在因为有了亲情的呵护, 所以, 他的黑化程度就逐渐减少了。 龙后殿下, 苏佑与龙后打了声招呼, 龙后对苏佑这个救了他的孩子的人类十分有好感, 所以看到苏佑并没有看见其他龙石的不耐, 反而笑着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位置, 过来坐, 别叫我龙后了, 如果你不介意, 叫我秒杀就好。 秒杀笑得温柔, 周身气质一扫之前的悲戚颓然, 取而代之的是浓郁的母爱光环。 苏佑知道, 这一切都是龙蛋所带来的改变。 秒杀, 苏佑并不介意和龙后拉近关系, 或者说, 他巴不得可以和龙后拉近关系, 你是来看他的吧? 秒杀摸了摸龙蛋, 然后把他往苏佑的方向稍微移了移, 不过始终是没有把龙蛋移开自己的保护范围。 苏佑健壮, 原本还准备伸的手就不动了。 他看了龙蛋两眼, 眼中疑惑一闪而过, 秒杀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绪, 于是问, 怎么了? 我觉得, 他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苏佑没准备隐瞒, 因为他也担心龙蛋的变化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他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而且这里也不是他的底盘, 他不好自由发挥, 所以最好还是把这说出来。 第882章 褪色 眼前这位可是龙蛋的母亲, 看他对龙蛋的关注程度, 如果龙蛋真的有问题, 他只要说出来, 秒杀一定会尽全力保护龙蛋。 果不其然, 听到苏佑摸棱两可的话后, 秒杀显得十分紧张, 是哪里不一样? 他有什么问题吗? 苏佑从林宝那儿知道秒杀身体不好, 所以也不敢卖关子, 免得秒杀自己胡思乱想。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就是感觉他的颜色好像比之前浅了一些。 苏佑回忆着龙蛋最初的样子, 林宝最初捡回他时, 他是黑漆漆的, 看着不像是一颗蛋, 反而像是一块石头。 但经过了苏佑和林宝的精心照顾, 龙蛋原本粗糙难看的外表逐渐变得光滑, 这才有了几分蛋的样子。 怎么会这样? 秒杀并没有被苏佑的话安慰, 反而更担心了。 他怎么会褪色了? 褪色? 虽然苏佑也是这么想的, 但这话从秒杀口中说出总觉得莫名好笑。 苏佑压下不合时宜的情绪, 别担心, 我觉得这或许是他因为见到了你们所发生的改变, 这改变应该是好的。 秒杀有些不太相信, 或者说他其实是有些担心过头了。 失而复得对于秒杀而言, 除了喜悦之外, 更多的还是紧张, 害怕他的情绪反而比之前更差了。 只是这才一天, 龙王忙着处理龙蛋找回的庆祝宴的事情, 龙后又不愿意和其他龙相处, 只想独自照顾龙蛋, 所以这才没有被其他人发现。 但苏佑现在发现了, 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您还记得当初蛋下他时, 他是什么样子吗? 秒杀想了想, 然后艰难地开口, 好像是白乎乎的两个蛋。 苏佑早就知道秒杀当初是双蛋, 所以听他这么说并没有惊讶。 您看, 当初明明是白色的蛋, 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这显然不正常。 如果龙蛋能够恢复白色, 这才是他完全恢复健康的表现。 苏佑一边说, 一边也明白了一件事。 他或许知道龙蛋为什么没有龙族气息了, 因为他身上的气息被某种东西给遮盖了。 从白色的蛋变成黑色, 这简直就像是一个黑化的过程, 但一个还没破壳的仔。 他连意识都能懂, 怎么可能懂得黑化? 所以, 苏佑怀疑龙蛋黑化是因为外部原因, 所谓的黑化应该是他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 龙蛋脆弱又小, 没有反抗的能力, 但龙族不同, 这一身的龙气本就是晦暗之物的克星。 所以, 龙蛋褪色应该是因为和龙后待了一天的时间, 它逐渐被龙后身上的龙气净化了。 至于之前蕴含龙后龙气的龙血, 为何没有净化龙蛋? 苏佑个人认为, 那龙血应该是被龙仔本身吸收了。 龙蛋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蛋壳表面, 一个是蛋里面的龙仔。 相比之下, 龙仔本身的重要性肯定高于蛋壳。 蛋壳黑化, 龙仔也黑化了, 龙仔吸收龙气净化自己, 但并未浪费龙气净化蛋壳, 所以表现出来的还是黑乎乎的外表。 原来是这样, 藐杀听了苏佑的解释, 显得很开心, 他抱紧了龙蛋, 甚至低头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 紧接着,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苏佑, 那乖仔需要龙气, 我直接放血给他, 他是不是就能尽快恢复? 苏佑连忙摇头, 他也有些被这一言不合就放血的龙后吓到了。 他敢保证, 如果自己没能阻止龙后, 那事后龙王就会把他们丢出龙族, 就算他们是救命恩人也不顶用。 有些事情过犹不及, 林宝之前可以感受到他的渴望, 但林宝并未说他此时渴望龙血, 也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现在并不需要, 很多事情循序渐进, 自然而然就好。 苏佑对于不能治好自己的孩子感到有些遗憾, 但一想到现在的事情一直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也没有特别在意。 以后, 苏佑和苏佑稍微聊了一会儿, 期间也曾不动声色地想要打听有关龙族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但也不知道是秒杀并不像表面这般温柔好说话, 还是他真的一心只想着自己丢失的孩子。 总之, 苏佑是没能从他口中知道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等苏佑离开后, 龙后深深地看了他的背影一眼, 然后继续低头温柔地抚摸着龙蛋。 距离他来到龙族已经过去四天的时间了, 虽然他成功地帮助龙蛋认祖归宗, 并且还成为了龙族的座上宾, 但有关任务的事情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苏佑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只有继续查看龙族的历史书籍, 虽然龙蛋已经证明身份了, 但那些书籍在他的要求下并没有立刻清理走。 明征应该是问过了龙王的意思, 表示这些书籍可以随意查看, 然后就丢着彻底不管了。 于是, 苏佑几人又看了好几天的书, 一直到第七天晚上, 苏佑带着人看完最后一部分书, 正准备整理有用的信息时, 房门突然被暴力打开, 不等苏佑开口, 梅克几人默契地把他和薇薇安挡在了后面。 什么人? 梅克立声呵斥, 苏佑偏头想看看情况, 但因为逆光, 只能看见一道模糊的黑影。 见对方不说话, 梅克一言不合就准备直接动手, 但对方可能猜到了他的举动, 直接逃离了这里。 所有人都被对方这神奇的举动弄得有些猛逼, 不等他们反应, 龙族的人姗姗来迟, 为首是他们都认识的唐宇。 唐宇不是龙族的医生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类似于捉拿刺客的现场? 就在苏佑疑惑时, 唐宇上前两步询问道, 不知各位刚刚可看见了什么奇怪的身影。 苏佑同样上前, 看见了, 只是看不清样子, 分不出是什么生物。 若是在领地, 那大概率就是人, 但这是人族, 刚刚那东西可不好说是人是兽。 唐宇点点头, 然后转头对其他龙说了两句, 其他气势汹汹的龙听了后就离开了, 只留下唐宇。 第883章 幼龙受伤 这是发生了什么? 苏佑本来也好奇发生了什么, 只是刚刚怕问了, 对方不说, 反而觉得愉悦, 但现在唐宇既然留下了, 那就说明他肯定是想要和自己聊一聊的。 唐宇也不隐瞒, 直接开口道, 我方才从龙后那儿过来, 得知了龙弹恢复的消息, 本想过来告知各位, 没想到半路上遇见了一个不明生物, 正在对我龙族幼龙下手, 我带着人一路追寻, 结果就追到了这里。 苏佑知道, 唐宇这是在怀疑他们了, 这也正常, 不然怎么早不出事, 晚不出事, 偏偏他们在龙族的时候出事了, 而且那不明生物也坏得很, 居然故意把唐宇他们引来这个方向, 这里只有苏佑他们在翻看龙族历史, 这名晃晃的就是栽赃陷害, 那有龙可有事。 苏佑问道, 唐宇想了想, 开口, 已经治疗过了, 无事, 可知道伤口是什么造成的。 苏佑继续问, 唐宇看了他们一眼, 语气有些古怪, 我发现幼龙时, 伤口寒意未退。 苏佑明白了, 寒意未退, 这不就是在怀疑沙灵吗? 虽然龙族四处火石岩浆, 但沙灵是宗师级魔法师, 他的等级足以无视环境, 造成伤害。 苏佑也很直接, 所以您是在怀疑我们? 并非如此, 但我们需要一个解释。 唐宇其实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沙灵做的, 毕竟沙灵看着就是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 只是李智也告诉他, 他就算看着年龄再小, 也是宗师级魔法师。 宗师级魔法师的实力不容小觑, 即便龙族也不敢小看, 因为龙族对抗人族时, 天生就有某种限制在, 所以他们并不能发挥完整的实力。 总而言之, 沙灵是有能力可以伤到幼龙的。 什么解释? 证明幼龙不是沙灵所伤的解释。 苏佑笑了一下, 继续说, 如果幼龙真是沙灵所伤, 先不说他为何傻到回到这里。 事实上, 沙灵根本就没有伤到幼龙的能力。 苏佑知道单说无凭, 唐宇不会相信, 所以安抚了沙灵之后, 把他带了出来。 我说了不算, 你自己过来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龙族是天生的魔法师, 他们自然是可以感应到 魔法师体内的元素波动的。 唐宇不明所以, 但还是过来探了探, 结果这一探, 直接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 眼前这个人类小孩的体内 虽然真的有着浑厚的魔法元素, 但他这些元素十分凌乱, 说简单点就是很不听话。 一个魔法师体内的元素 如果不听话, 哪怕他身上的魔法能量再充裕, 也是无法使用高级的魔法的。 至于低级的魔法, 那根本不可能对龙族造成伤害, 哪怕是幼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唐宇下意识询问。 苏佑摇摇头, 这就是这个孩子的秘密了, 他的确是宗世级的魔法师, 但他能掌握的魔法有限, 幕后之人选择陷害他, 那还真是选错了。 这可是苏佑的真心话, 如果对方选择陷害梅克, 那苏佑一时半会儿的, 还真找不到什么证明的方法唐宇听了苏佑的话, 也没继续询问。 只要证明了这件事, 和苏佑他们无关, 那他们也不至于非要探寻别人的秘密。 他不怀疑, 沙灵是故意弄乱了自己体内的元素, 以此来误导他, 因为这是办不到的, 这么做的下场, 无异于自寻死路。 我明白了, 这件事是我误会了, 我表示抱歉, 事后我会让人送陪礼过来。 唐宇很有礼貌地道了歉, 苏佑自然接受。 毕竟唐宇之前就算是怀疑他们的时候, 也十分有礼貌, 并没有出言不逊, 现在解释清楚就好了。 不过, 陪礼不陪礼的苏佑倒是不在乎。 他现在最在意的是, 自己能不能借由这件事, 向龙族多了解一些事情。 苏佑想好了措辞, 本来这应该是龙族的事情, 我们并不应该过问, 但对方已经开始陷害我们了。 所以, 我希望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尽快把做这件事的真凶找到。 既然对方对幼龙下手, 那就难保不会对龙蛋下手。 那毕竟也是我养了一段时间的, 我也不希望他受伤。 唐宇本来的确是不想说的, 但因为先前的误会, 他本就有些不好意思, 再加上苏佑话说得好听, 所以他思考后并未拒绝。 你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直接问, 但有些不能说的, 我也不会说。 苏佑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 他也不指望龙族会轻易相信自己。 那幼龙在哪受的伤? 就在不远处的龙宫池边, 唐宇作为第一个发现的龙, 自然对这个十分清楚。 龙宫池距离这里远吗? 唐宇回忆了一下, 龙宫池距离这里还挺远的, 我们追了他二十分钟才追到这里。 苏佑按道, 那的确挺远的, 以龙族的速度都要追二十分钟, 那放在他们身上起码要一两个小时。 幼龙昏迷的地方明显吗? 明显, 就在路上, 不然我也不会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 你发现幼龙时, 他是昏迷了, 还是清醒着? 已经昏迷了, 不过好在伤势并不算重。 唐宇说到这里时, 不免松了口气。 他虽然恼怒有人对龙族的崽子动手, 但也庆幸于那幼龙并无大碍。 只是虽然无碍, 但对方也是一定要抓住的, 不然难保对方不会继续下手。 那就不对了。 苏佑提出疑问, 这话听得唐宇心都咯噔了一下。 唐宇怎么不对了? 既然伤势不重, 那为何会昏迷? 这, 唐宇一时雨色, 他自然是不明白原因的, 但也知道苏佑这个怀疑是对的。 既然昏迷了, 那伤势不太可能是轻的, 除非对方一开始就是冲着弄晕幼龙而来, 但既然只准备弄晕他, 又为什么要弄伤他? 如果是其他生物, 还能解释为是想要弄晕幼龙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 但幼龙同样皮糙肉厚, 如果不是刻意为之, 根本不可能有伤口。 这一点唐宇自然知道, 但他也不知道原因。 第884章 陷害 唐宇觉得苏佑说的有道理, 但他自己是真想不明白, 毕竟龙族习惯以暴之暴, 这种动脑子的事情他们也同样习惯用拳头解决。 可现在他们连真凶都找不到, 这拳头还能对谁用? 还请苏小姐帮忙。 唐宇知道自己想不明白, 于是自然地求助苏佑。 因为龙丹的事情, 唐宇对苏佑他们是有好感加成的。 虽然刚刚因为误会他内心有些隔阂, 但误会解释清楚了, 他的好感依然存在。 并且因为苏佑刚刚十分合理地解释, 他对苏佑也好感更甚, 现在有求于人, 态度自然也更好。 先分析一下对方对幼龙下手的目的, 一是想杀害, 二是想掳走, 三是想从幼龙身上获取其他东西, 四是想在幼龙身上动手脚。 唐宇赞同点头, 但随即发出疑问, 前两个可以理解, 后两个能否详细说说。 苏佑思索片刻, 关于第三点, 对方可能想要幼龙的血, 龙鳞, 龙牙等, 这个到时候可以检查一下幼龙, 看看他身上是否有缺失损伤, 如果对方拿的是血, 那就不太好分辨了。 不过你也可以看看伤口大小, 这样也能判断他是不是冲着龙血来的。 如果是冲着龙血来的, 那为了快点弄到更多的龙血, 那伤口肯定大一些更好。 假如他还不在乎幼龙性命, 那伤口肯定越大越好。 反之, 如果伤口不大, 那大概率不是为了龙血而来, 除非对方有那个耐心等, 也有那个自信不会被发现。 如果他是想对幼龙做手脚, 那同样可以认真检查一下, 我可以给你几个方向。 他对幼龙下手, 可能是为了控制幼龙, 在幼龙身上使用会传染的毒, 对幼龙进行定位等等。 苏佑认真分析, 然后就看见唐宇看他的目光, 越来越古怪。 苏佑顿了顿, 怎么了? 唐宇摇摇头, 他自然不可能说, 自己惊讶于一个人类居然知道如此多阴谋诡计的手段。 没什么, 就是觉得苏小姐十分聪明, 居然能够分析出这么多东西, 我是肯定办不到的。 苏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不过这些不太重要。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并且我觉得这种可能的概率是最大的。 什么? 唐宇吓了一跳, 他本来认为苏佑已经分析得很对了, 并且也正准备按照苏佑的分析去一一调查, 结果他这句话直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对方的最终目的其实根本不是幼龙, 幼龙只是他们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而已。 苏佑的声音逐渐冷了下来, 对方想陷害我们。 唐宇愣住, 你也说了, 你们追了他二十分钟都没有追上, 而且对方还有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说明对方想要摆脱你们是十分轻松的, 但他就是吊着你们把你们带到这里。 而这里只有苏佑他们, 并且还真就那么巧, 幼龙身上的伤口表面看来与苏佑这边纸面实力最强的杀灵有关。 这, 唐宇眉头紧皱。 苏佑看他并未反驳, 而是陷入沉思, 继续说, 其实我还有一点感到十分疑惑。 你之前说, 那个地方距离这里二十分钟, 但这是你们拼尽全力追赶他所花费的时间, 普通人类根本办不到。 不仅仅是普通人类, 寻常生物也办不到, 外人不可能在龙宫来去自如, 并且还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摆脱你们。 苏佑嘴上没有明说,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他怀疑龙族出了内鬼, 因为想要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只有龙才能做得到。 其实在发现这个问题时, 苏佑就觉得脑瓜子疼。 从人鱼族到寿人族, 最后再到龙族, 就没一个是安分的, 都出事了不说。 而且, 还有同族人在其中, 为此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这简直离谱。 龙族虽然不爱动脑筋, 但并不代表他们傻, 尤其是苏佑, 就差没把答案直接贴在脑门上了。 唐宇也猜到了, 他们龙族内部出现了问题。 其实, 哪怕苏佑不说, 他也知道, 毕竟不久前的神将才出现了意外。 本来误会你们, 就是我的错。 现在你们牵扯进了龙族的私事中, 此事龙族会给你们一个解释。 唐宇说罢就想离开, 苏佑提前一步喊下。 既然你也说了, 我们被牵扯进了这件事中, 我们愿意帮助龙族一起调查这件事。 不知道能否带我去看看受伤的幼龙。 唐宇最终还是同意了, 但他表示不能带他们全部人都过去。 苏佑表示理解, 所以只说要带两个人, 一个是薇薇安, 一个是姚光。 得知薇薇安是治疗戏魔法师后, 唐宇想了想就同意了, 但问起姚光时, 苏佑还未来得及开口, 姚光便拿出了一样东西。 您是那里的人? 唐宇有些惊讶, 显然是认的。 姚光笑眯眯地点点头, 我师父需要一柄上等龙脚, 托我前来取走。 苏佑可以明显感觉到, 唐宇在知道姚光的身份后, 对他们的态度更好了。 只是这种好语之前不同, 现在的好带着一丝不太明显的尊敬。 当年前被委托我龙族的准备的东西, 早已备好, 您随时可以取走。 唐宇说完, 也不多废话, 直接带着三人去了幼龙休息的地方。 等到了这里之后, 唐宇问姚光是要留下, 由他去取龙脚送来, 还是一同去拿龙脚, 姚光表示一起去。 如果是之前姚光要单独行动, 苏佑还会担心, 毕竟他毫无战斗力, 但现在看到了唐宇的态度, 他觉得龙族应该会好好保护姚光。 姚光与唐宇离开后, 苏佑和薇薇安见到了受伤的幼龙, 因为受了伤, 原本庞大的体型缩水成半人膏, 因为还是昏迷未醒, 乖巧不动的样子, 就像是一个大型玩偶。 我们已经给阿末治疗过了, 但他还是没醒,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一旁守候的龙担忧地叹了口气。 这位是治疗戏魔法师, 可以让他看看吗? 苏佑不是不相信龙族的治疗能力, 但看看总是好的。 第885章, 战兴池。 苏佑现在可太希望这个幼龙快点醒来了, 因为这样, 他说不准可以从他口中知道一些信息, 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件事作为突破口, 进一步了解龙族的事情。 身旁守候的龙犹豫了一下, 本来是想拒绝的, 但应该是回忆起唐宇的话来, 所以最后点头同意了, 那就麻烦二位了。 守候的是一条红色的龙的, 他虽然不知道幼龙是什么情况, 但他是相信唐宇的, 唐宇治疗过幼龙了, 但幼龙还是没有醒来, 所以, 他也并不认为这两个人类能够做什么。 苏佑看了威威安一眼, 威威安朝着红龙点头示意, 然后上前查看受伤幼龙的情况。 伤口不大, 流血量有限, 没有中毒, 身上也没有其他药物痕迹, 龙铃等其他地方都是完整的, 没有缺漏, 有没有被控制不清楚? 关于这个, 我并不是专业的, 可惜狄罗没来。 你们在说什么? 红龙本来看威威安认真的样子, 还真以为他是来治疗的, 一开始说的话也算正常, 但说着说着, 就让龙觉得浑身不对劲了。 苏佑, 关于这个问题, 你等会儿可以问唐宇? 问我什么? 门外正好传来唐宇的声音。 红龙看见唐宇后, 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连忙将刚刚威威安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唐宇倒是没多惊讶, 毕竟这都是刚刚苏佑说过一遍的问题, 他只是让人按照这些来检查而已。 于是他对红龙道, 没关系, 不必在意。 红龙虽然还是疑惑, 但唐宇不说, 他也没有追问。 东西拿了? 苏佑对唐宇身旁的姚光问道, 姚光点头, 这下, 我倒是可以帮上一点忙了。 说着, 他晃了晃手上的龙脚, 这一幕又把红龙吓了一跳。 他一脸惊奇地看着姚光, 又看了看唐宇, 直到唐宇说这龙脚是他带着去拿的, 这才稍微冷静了一点。 苏佑, 薇薇安以及姚光倒是没有在意红龙的变化, 反正唐宇会解释清楚, 所以三个人此时正凑在一起, 苏佑和薇薇安为观姚光要用龙脚做什么? 龙脚可以制作上好的战兴尺, 这柄龙脚是我师父早些年为我与龙族交易而来。 说到这, 姚光顿了顿, 似乎想到了什么, 然后继续道, 那时我还年幼, 用不上这个, 师父嫌待在身边麻烦, 所以就寄放在龙族。 苏佑了然, 难怪姚光要跟来, 原来是来拿东西的, 不过, 他应该也不全是为了拿东西。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 这龙脚并不是很大, 看着只有成年龙的三分之一大小。 这是幼龙龙脚, 姚光似乎看出了苏佑的疑惑, 为他解释, 幼龙会脱脚, 这便是某条幼龙退下来的。 说话的功夫, 姚光准备好了自己的战兴尺。 我出去一会儿, 你们不必管我。 话落, 姚光拿着战兴尺离开了。 如果是外人要独自在龙族行动, 唐宇是肯定不会同意, 但知道了姚光的身份之后, 唐宇也没阻止, 他此时正在专心地查看幼龙的情况。 和微微安检查出来的结果一样, 幼龙全身上下, 也就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伤口看着像是用利刃划开的一般。 如果联系上兵, 那大概率就是冰刀一类的东西。 但考虑到龙族皮操肉后, 普通冰刀显然不可能伤害到幼龙, 所以这个工具肯定也有问题。 苏小姐, 你们可有检查出他为何一直都没醒。 唐宇十分担心, 虽然幼龙看着没事, 但一直没醒,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的样子。 我也没检查出什么东西, 不过这世界上本就不只有药物, 才能让人昏迷不醒。 有没有可能是咒术? 苏宇提出一个可能, 唐宇摇头, 不可能, 我龙族也有懂得咒术的人, 我已经让他来看过了, 他身上并没有咒术的痕迹。 苏宇和威威安对视一眼都想到了什么, 威威安开口, 那他身上有无暗元素的痕迹。 什么意思啊? 唐宇正了正, 随后立刻明白, 威威安这是怀疑幼龙受伤可能和深渊内的暗生物有关。 这我还真没考虑过, 不过, 寻常暗生物不可能伤害到我龙族。 对啊, 寻常暗生物也不可能从你们手上逃脱。 然后唐宇哑口无言, 苏宇打破沉默, 也不一定是暗生物, 别忘了, 黑魔法师也是一样的。 说到这, 苏宇就有些遗憾自己怎么没把宁石给带来。 不过这只是想想而已, 如果宁石能来, 他肯定会带的。 宁石有事离开了领地, 这边时间又不算宽松, 所以苏宇这才没带上宁石。 这是一个方向, 我会汇报龙王陛下。 唐宇交代红龙几句, 然后表示自己会守着幼龙。 红龙这才急冲冲地离开去传消息了。 就在红龙离开的时候, 外头正好传来多雅的声音, 并且还隐约夹杂着一些其他人的声音。 苏宇知道幼龙在里面, 他们不方便进来, 所以就带着微微安出去了, 一出去就看见所有人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 梅克脚下还踩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形不明物。 这是什么情况? 苏宇问, 梅克轻哼一声, 你离开没多久? 这家伙就偷偷摸摸地在外头, 不知道做什么。 苏宇检查了一下, 发现这人形不明物居然是幻化成人形的暗生物。 唐宇因为要照看幼龙, 所以并没有出来, 苏宇只能让一条龙去找明征, 自己则是去找唐宇说了暗生物的事情。 龙族居然有暗生物? 唐宇眼神中透露出不可置信。 苏宇没解释, 反正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证据就在外头, 不是可以说不信就不信的。 唐宇想出去看看, 但也怕幼龙一个人在这里会出事。 所以, 只好让苏宇去喊龙王, 把这件事交给龙王处理。 毕竟龙族被暗生物入侵, 这可不是小事情。 我已经让外面的龙去找, 话没说完, 外面传来一声龙吟, 然后就是明征严肃的声音响起。 第886章 薪酬救怨 苏宇感慨, 龙族行动就是快, 然后出去解释情况。 明征看着地上扭曲的暗生物, 想起至今没醒的幼龙, 眼睛变红, 然后化成龙行熟练一卷, 把苏宇他们全部带走的同时, 也把这暗生物用一根龙爪勾了起来。 等到了龙王面前, 苏宇他们又是一阵头晕眼花。 好在这一回蝉月已经学会了使用风系魔法, 缓解他们在路上的颠簸, 所以大家也只是感到头晕而已, 倒是没有像之前一样恶心想吐那么严重。 等他们恢复之后, 地上的这一摊东西已经彻底没了生命。 龙王被气得暴怒, 即便知道现在有外人在场, 他也难以保持平静, 因为他刚刚发现地上这个暗生物身上的气息, 和不久前神将时出现的陌生气息, 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这不难猜出当初神将出现问题, 大概率就是因为有暗生物在丛中作梗。 新仇就愿累加在一起, 这才是龙王暴怒的真正原因。 苏宇见龙王还在生气, 索性带着人去了小角落, 嘀嘀咕咕地交流事情的经过。 其实, 昨天我们分开行动的时候, 我就发觉整个龙宫的气氛有一些不太对劲。 梅克实力是最强的, 自然也是最敏感的。 我总感觉整个龙族的最上方好像笼罩着什么。 当我想要去探究时, 那种莫名的力量袭击了我。 苏宇怀疑这个力量要么和暗生物有关, 要么就是系统。 那这个暗生物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 之前他们只说这个暗生物偷偷摸摸地在他们的房屋外, 倒是没有说这个暗生物是如何抓到的, 它又会一些怎样的手段。 我们出去的时候, 这个暗生物想要跑, 但是蝉月反应快, 追了上去。 路上我们碰见了其他龙, 于是就在它们的帮助下抓到了。 你们抓到它时, 有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多雅点头, 还是有一些不对劲的。 之前, 我们也接触过其他暗生物, 但从来没有一个暗生物可以如此灵活地变化身形, 而且还变化了很多次。 苏宇一惊, 暗生物是只能化形一次的。 多雅, 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但我们亲眼看见它变了好几次。 而且, 看着多雅递出来的纸条, 苏宇不动声色地收进背包,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在此时, 龙王已经恢复了平静, 明征过来喊他们过去商量有关龙蛋的事情。 龙王说的事情和唐宇说的差不多, 无非就是龙蛋已经恢复了。 苏宇也这才想起来这件事, 之前因为栽赃陷害的事情, 他断忘了这件事了。 我的孩子现在很好, 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 感谢你们将它带到我的身边。 龙王一边说, 一边拿出了几个盒子。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们不要拒绝。 苏宇没有拒绝, 直接收了礼物。 龙族正是多事之秋, 龙王是真的感谢他们, 但也是真的没有时间招待他们。 果不其然, 龙王的下一句话就是说龙族最近不平静, 而且还出了暗生物的事情, 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明日会派人送他们回去。 至于龙蛋, 不用问, 龙王肯定不会让他们带走的。 这个结局是龙王希望看见的, 但却不是苏宇希望看见的。 龙王殿下, 您可知道兽人族的事情。 兽人族怎么了? 龙王皱眉, 他还真不知道。 两个族是前后脚出事的, 他们都自顾不暇, 怎么可能关心其他人? 苏宇没说神痴出事, 只说兽人族淬炼凡族出现了问题。 兽人族的幼崽摸了好几只, 其中还一只天赋绝佳, 是千年来独一份的。 龙族和兽人族虽然不算熟, 但都是四大种族, 互相之间除了私密的事情之外, 都还是比较了解的。 龙王知道淬炼凡族的重要性, 就像是神将对于龙族的重要性一样。 他很快就猜到了之前龙族发生的事情并非巧合, 因为兽人族也出事了。 他倒是没有怀疑苏宇说谎, 因为这种事情他找人疑问便知, 这种谎言太容易被戳穿, 实在没有必要。 你是怎么知道兽人族的事情呢? 龙王之前就听明征说, 眼前的人类和精灵族还有人鱼族交后, 但没听说他和兽人族的关系也不错。 兽人族邀请精灵族帮忙寻找幼崽, 正好我找精灵族的公主帮忙的时候, 听闻此事。 苏佑当然不能说他已经去过兽人族了, 虽然龙王后面应该也不会找兽人族说这件事, 但万一呢? 万一说了, 爱妮塔那边就不好和兽人族交代了。 原来是这样, 你还知道什么? 兽人族丢了幼崽, 龙族幼龙受伤, 这不是很巧吗? 苏佑假装不知道龙族神将出现问题, 所以只拿两族的幼崽都出事来说。 龙王冷笑一声, 的确是巧得很, 不仅幼崽出事, 而且我龙族神将也出现了问题。 苏佑倒是没有想到龙王居然这么直接地就说出来了。 但既然龙王说了, 苏佑也不客气。 虽然不知道神将是什么, 但按照您的说法, 我怀疑兽人族与龙族出事背后的主谋应当是同一批。 话落, 苏佑面带为男伺的, 又开口, 实不相瞒, 人鱼族不久前也出事了。 若是几个月前, 苏佑肯定是不会说人鱼族出事的, 但现在人鱼族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 新的人鱼王上任, 人鱼族十分稳定。 而且, 人鱼族出事的事情, 在海域中随便一打听都知道, 只是不能知道内情, 所以不算秘密, 说了也无妨。 什么? 人鱼族也出事了? 明征在一旁听着, 本就觉得心惊肉跳, 内心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结果听了苏佑的话, 这种不好的预感就像是得到了印证, 心跳的飞快, 震得他脑袋嗡嗡作响。 是的, 几个月前, 我受邀前往人鱼族做客, 那时候正是人鱼族祭祀海神的时候, 结果有其他海洋生物与暗生物勾结, 企图覆灭人鱼族。 虽然说了人鱼族出事, 但苏佑也没把细节说出来。 第887章, 两个灵魂, 比如勾结暗生物的是鱼人, 又比如人鱼族内还有叛徒, 还有傀儡, 还有禁地出事, 阵法损毁, 这些他都没说, 但这已经足够了。 真是荒唐, 龙王好不容易平息地怒火, 再次浮现, 看来此事不同寻常。 这段时间一向看着有些不着调的明征 也是一脸严肃, 他和龙王对视一眼, 然后由明征开口问道, 苏小姐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我相信你说这些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们听听吧。 苏佑爽快地承认, 实不相瞒, 我对龙族所发生的事情早有预料, 当然, 这并非是我自己发现的, 而是我身边的一位星象师发现的。 苏佑一开始是不准备提起遥光的, 怕给遥光引来麻烦, 但遥光的师父 既然可以从龙族手中换来幼龙龙脚, 而且还能凭借身份 让自己的徒弟在龙族都享受很好的待遇, 那他就不用担心 龙族会对遥光做什么了。 什么形象师这么厉害, 居然连龙族的事情都能看测, 龙王有些不信, 不过很快, 他就被打脸了, 因为唐宇带着遥光来了, 看着遥光手上的战星尺, 龙王沉默, 显然, 他也已经知道了遥光的身份, 毕竟当年那人就说过, 这龙脚是他为自己的徒弟准备的, 有朝一日, 他会让他的徒弟自己来取, 看来, 眼前这不过十几岁的人类娃娃, 应该就是那人的徒弟了, 龙族的事情是我所勘测的,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 另外三族都有一次灭族之在, 遥光摆弄着手上的战星尺, 目光并未焦点, 而是随意地盯着空中的某一处, 然后不断飘移更换位置, 最先出事的是精灵族, 然后是人鱼族, 再之后, 是龙族与兽人族, 现在精灵族与人鱼族的大难已经过去, 一切归于平静, 兽人族大难未迫, 已有颓败之势, 一句话说的, 在场所有龙族都心惊胆战, 冷汗直冒, 就连龙王也不例外, 如果是其他人说出这番话, 他只会让龙把人丢出去, 但说出这话的人, 偏偏是那人最得意的徒弟, 那人曾经就帮助过龙族, 度过一次大难, 作为交换, 龙族奉上了奇珍异宝, 但那人只拿了一柄幼龙龙脚, 龙脚并未被带走, 而是被留在龙族, 那人留了话, 只等后人来去, 他在离开前曾说, 龙族还会有一次大难, 不出意外, 大难之时, 正好是他徒弟来取东西之日, 到时候, 他会带着能够帮助龙族的人一同前来, 以上这些并不是龙王经历的, 而是上一任龙王再时发生的事情, 对方退位时将这件事转告给自己, 只是距离那人离开, 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所以, 龙王都已经快忘了这件事, 直到遥光拿着战星尺出现, 他这才想起来, 所以, 眼前这些人类, 就是能够拯救龙族的人, 龙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之后再也没提让苏佑他们离开的事情, 更是在苏佑提出可以帮忙时, 欣然答应, 这一切顺利地让苏佑内心发毛, 他感觉龙族的剧情好像被加快了一般, 就好像背后是有一双手在推着他疯狂前进, 不过, 就算有暗中的助理,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来迟了, 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在对龙宫的调查中, 他们虽然发现了很多线索, 但关键点的信息一个都没有, 目前唯一能够算作最重要的信息的, 也就只有那只受伤的幼龙, 但到目前为止, 那只幼龙都没有醒过来, 生命泉水, 万年流水, 活迈灵芝, 幼龙吃了数不清的顶级救命粮药, 但始终未醒, 经过一番思考后, 苏佑决定回去一趟, 把笛洛带来, 顺便看看宁石回来了没有, 如果回来了, 那把宁石也带过来, 当然, 这种事肯定是需要和龙族的人说一声的, 龙王很爽快地就同意了, 毕竟事关幼龙安危, 幼龙已经昏迷四五天了, 这件事拖不得, 考虑到苏佑手上的龙行石不够用, 龙王当场搓了三十几个龙行石, 拿到龙行石没多久, 苏佑就回到了领地, 此时恰好是中午饭点, 大多数人都在领地, 所以苏佑很轻松就找到了狄洛, 至于宁石, 据多利说, 他几天前回来过一次, 不过很快又走了, 无奈之下, 苏佑从仓库翻了一些光元素, 浓郁的草药道具, 然后带着狄洛去了龙族, 才看到幼龙, 狄洛就眉头紧皱, 好熟悉的感觉, 和那些傀儡一样, 不, 还是有点区别的, 狄洛抽出傀儡丝, 尝试性的驱使, 结果和死士一样, 一动不动地躺了好几天的幼龙, 浑身突然抽出了一下, 这一幕, 吓得唐宇立刻查看他的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啊, 唐宇忍不住问狄洛, 他语气中倒是没有责怪, 只有惊讶和担忧, 惊讶着看似普通的人类一来, 幼龙就有了反应, 担忧的是, 这个幼龙的反应显然不太正常, 龙族有魂石吗? 狄洛没回答, 反而问出一个问题, 唐宇立刻让龙去拿, 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 狄洛没多解释, 拿到魂石后, 立刻让唐宇弄了一滴幼龙的龙血在魂石上, 下一刻, 幼龙突然从床上一个鲁鱼打挺, 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几条龙给按得死死的, 果然是这样, 狄洛把魂石交给身边的龙, 让他摧毁, 那龙听话地把魂石弄成粉末, 等做完这一切后, 幼龙又直挺挺地躺回去了, 狄洛才开始解释, 他体内有两个灵魂, 他们在打架, 争夺主权, 但因为实力不相上下, 谁也抢不到控制权, 所以始终没醒, 狄洛刚刚就猜到了这个可能, 所以才用魂石试探, 魂石滴血, 可以牵引魂魄破, 这身体是幼龙的, 血也是幼龙的, 所以牵引的自然是幼龙的灵魂, 幼龙灵魂被牵引, 那不速之刻, 自然占了上风, 不过好在事先让人按住了幼龙, 狄洛也及时摧毁了魂石, 这才无事发生, 那这该怎么办? 在场所有龙的脸色都十分难看, 他们向狄洛投出期盼的目光, 因为问题是他发现的, 第888章, 山洞, 狄洛摇头, 别看我, 我实力不足, 也就只能看出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是普通人类, 他是有把握的, 但这是龙啊, 他又打不过龙, 那不速之刻, 又能和龙打个平手, 他凭什么觉得, 自己可以解决,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 比如, 你们能够找到另一个灵魂的身体, 把身体带过来, 然后就可以强行把他撕回去了, 但这个办法也很难实现, 毕竟他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找到对方的身体, 世界这么大, 他们没有目标, 连大海捞针都算不上, 这怎么可能, 一条龙苦孝道, 狄洛表情淡淡, 这怎么不可能, 为了保证灵魂不散, 也为了留一条后路, 那具身体, 必然不可能距离幼龙太远, 范围大概有多大, 苏又问, 狄洛想了想到, 虽然不知道你们龙族有多大, 但至少不会超过, 我刚到这里时的那个位置, 众龙眼睛一亮, 都不用说, 立刻外出寻找, 狄洛刚来这里的位置, 其实就是龙行时传送的位置, 和苏又他们刚到这里的位置差不多, 那地方对于龙来说, 还真不算远,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虽然找身体有了希望, 但他们, 也要做好找不到的准备, 我对龙族了解不多, 但你们, 可以派一个实力高的, 在这里看着, 避免对方成功抢夺控制权, 然后逃跑, 另外, 别再给他为什么大补的东西了, 最好是, 能够让他的身体虚弱一些, 这样就算对方醒了, 也跑不了, 还有, 你们龙族应该有自己的追踪族人的方法, 对他用一个, 这样真跑了, 也不会找不到, 狄洛方方面面都想得很仔细, 基本上是把能想到的不好的结果的应对措施都说了, 说完, 狄洛转头看苏又, 领主大人, 我们也出去找, 苏又点头, 但在离开房间, 确认周围无人后, 狄洛突然轻声说, 有两个灵魂是真的, 但除此之外, 我发现另一个灵魂也是龙, 苏又听到后面不改色, 但心跳飞快, 他知道狄洛之所以不说不是有意隐瞒, 而是不想引起其他麻烦, 他们本就是外人, 怕就怕龙族更加信任族人, 说了这话吃力不讨好, 对方反而认为他们在挑拨离间, 既然如此, 不如不说让他们自己去找, 他们自己找到结果, 总不能连自己都不信吧, 那你现在应该也不是想出去找吧, 既然知道另一个灵魂也是龙, 但他们自然是没本事, 每条龙都探究过去的, 领主大人来之前不是说了, 想让我看看龙蛋, 苏又, 准确点说, 我是想让你看看龙蛋的兄弟, 狄罗不解, 龙蛋当初是双生, 两个都不见了, 后来只找回一个, 但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见过被找回的那个龙蛋, 也不知道他是孵化了, 还是,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 但苏又觉得, 那个蛋最好的结果, 不过是和自己找到的蛋一样, 活着, 但还没孵化, 如果真的孵化了, 以龙后对孩子的关注度, 他不应该始终都没有提起过另一个孩子, 并且偏心地把自己的关护与爱全部都投入到另一个孩子身上, 但如果是活着但没孵化, 也很奇怪, 只要活着, 龙后就可以照顾, 你想让我找到另一个龙蛋在哪? 狄罗这话是肯定句, 他的确可以利用血脉找人, 但他们显然不可能弄到龙王龙后的血, 不一定要父母, 兄弟不也可以吗? 苏又知道, 肯定不能从龙王龙后下手, 但他们可以让林宝劝说龙蛋弄点血, 当然, 为了防止损害龙蛋身体, 苏又会用精灵泉水给他补回来的, 苏又下定了决心的事情, 自然不会轻易改变, 他带着狄罗和其他人会合, 然后找到了林宝, 恰好此时林宝正在和龙蛋玩, 只有门口守着两条龙, 室内并无旁人, 苏又和林宝嘀咕两句, 林宝立刻拍了拍龙蛋, 此时的龙蛋一改之前硬邦邦灰扑扑扑的样子, 已经变成了一个圆溜光滑白皙的大白蛋, 或许正因为恢复了龙仔即便还没孵化, 但已经可以和林宝进行简短的交流了, 这可是连龙王龙后都办不到的事情, 至于原因, 估计还是和大白蛋脆弱时期, 林宝的那些救命邪有关, 阴阴, 林宝爪子里头抓着一颗黄豆大小的血红珠子, 跑到苏又面前, 浇出红珠子, 这是血珠, 说简单些就是为了方便携带, 凝成了固体的龙血, 苏又摸摸林宝和大白蛋, 然后拿出一瓶精灵泉水, 就到了半瓶, 这么点血, 这么多的泉水, 肯定能补回来了, 我要出去一趟, 龙族最近不安全, 你要注意, 必要时直接回去, 明白吗? 苏又摸了摸林宝, 在他身上摸索到他给的回程时候, 这才放心, 林宝猜到他可能有事要去做了, 也想跟着去, 但他一走, 龙蛋也跟着飘过来, 想去, 苏又不可能带上龙蛋, 这太显眼招摇, 也太碍事儿了, 所以, 林宝还是留下来陪大白蛋, 去了梅龙的地方, 笛洛把血珠和装饰一样挂在了傀儡丝上, 随后, 他召唤出自己的傀儡, 傀儡出现后, 二话不说, 就往一个方向直直地冲去, 一行人跟着傀儡七弯八绕, 绕开了路上的龙, 花了四五个小时, 路上耗费魔法无数, 这才在龙族层层叠叠的山脉中, 找到了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山洞, 事实证明, 他们带上一个土系魔法师, 是一个相当英明的决定, 如果不是一名郡, 他们现在估计还在山下转圈, 因为这个山洞是根本没有路可以上来的, 龙族都可以飞, 所以, 他们自然不需要路, 这就苦了他们了, 就在这里面, 笛洛和傀儡确认过位置后, 把傀儡收了起来, 那颗雪珠也被他收好放进了自己的空间包中, 进去看看, 大家小心, 作为已经经历过许多次探索的大家, 不需要苏佑提醒, 他们自己从随身的空间包中 拿出了一系列可能需要用到的道具穿戴好, 第889章, 他还有生命, 准确齐全后, 一行人慢慢地朝着山洞内走去, 本以为要经历什么,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才走了不到一分钟, 就走到了山洞最深处, 在道具的照明下, 他们看见一颗残破的蛋孤零零地躺在地上, 周围还散落着几片灰扑扑的蛋壳, 这是蛋死了吧? 一鸣郡觉得, 这个结果很明显了, 龙再孵化出来后都会把蛋壳吃掉的, 因为蛋壳对于他们来说是上等的补品, 可以立刻补充他们需要的大量能量, 薇薇安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有关龙族的历史书, 当然, 他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龙族的医学相关知识, 但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其他的内容, 既然蛋壳没被吃掉, 那他应该是, 蝉月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不忍, 虽然不是自家孩子, 但毕竟是一条生命, 而且, 看着蛋壳稀碎的样子, 难以想象这颗蛋在生前经历了什么, 检查一下周围, 但别乱动东西, 蛋壳也别动, 苏佑提醒大家, 所有人立刻行动,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 这个地方除了蛋壳之外, 还有一些明显与其他地方颜色不同的地方, 苏佑检查后判断, 这应该是血迹, 只是因为时间推移, 血迹渗入地面四周, 这才使得这些地方颜色不同, 但又不是很明显, 不是说龙王他们找回去一颗蛋了吗? 这就是他们找回去的蛋, 薇薇安很是无语, 本来能让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被偷走, 就已经够离谱了, 结果找回去的孩子怎么还变成这样了? 不对, 有问题, 苏佑指着蛋壳, 就算龙族和我们人类不一样, 不讲究什么入土为安, 但也绝对不可能这样随意安置死去的龙蛋, 要知道他们现在是只看见了蛋壳, 那蛋壳里面的龙仔呢? 就算龙蛋死了, 但里面总是有尸体的吧? 再不计, 总有蛋黄和蛋青吧? 苏佑他们虽然都没见过龙蛋里面的样子, 但肯定都知道龙蛋里面不可能是空的, 难道是他们找回龙蛋, 发现龙蛋死了, 然后把里面的拿出来安葬, 蛋壳丢在这里, 一鸣郡皱着眉勉强说出一个合理的推测, 不过很快就被否定了, 应该不是, 龙蛋哪怕是死了, 也绝不会单独把里面的拿出来, 然后分开处理, 他们都是埋一个整体的, 多雅也是看了那些龙族相关的书籍的, 这一部分他正好有看到过, 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 总之另一个龙蛋肯定是死了, 关于这一点, 大家都没有意义, 这堪比扑狮荒野的现场, 怎么看也不像是能活下来的, 这里有个东西, 梅克一开始并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 而是专心查看周围, 他在一个角落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没碰, 只是让人过去看, 这个奇怪的东西是一小颗圆溜溜的灰黑珠子,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苏佑也查看不出信息, 所以被苏佑暂时收起来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突然到了, 就在梅克说自己找到东西的时候, 一直缩在大家身后, 有些害怕的沙灵也轻轻地拉了拉苏佑的衣袖, 然后指着一个方向, 苏姐姐, 我感觉到那边好像有浓郁的冰元素, 此话一出, 所有人面色一变, 因为他们都知道, 幼龙疑似被冰魔法所伤, 所以, 他们现在对冰相关的字眼都异常敏感, 一番检查后, 苏佑果断下达命令, 梅克把这里哄开, 他倒是不怕会引起注意, 他们来了这么久了, 如果有人发现, 那早就已经发现了, 而且, 他们也没有在这里看到其他生物行动的痕迹, 行, 你们退后一些, 所有人后退, 给梅克让出空间, 伴随着一声巨响, 那个方位被炸出一个大洞, 洞后果然是空的, 走进去一看, 里面很浅, 空间也不大, 东西也没多少, 只有一个被打磨的还算平整的方桌, 另外, 方桌上摆着自动透明的容器, 容器里面盛放着满满的液体, 液体之中浸泡着一个脑袋大小的一团不知名的肉球, 肉球像是某种生物被包了皮, 外层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膜, 因为容器是透明的, 液体是透明的, 所以, 即便站得远, 他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肉球表面坑坑洼洼的痕迹, 心红的血丝, 哦, 易明俊作为第一次和苏佑外出任务, 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他当下直接冲出去, 恶心地吐了出来, 其他人也不好受, 因为那团肉球看着就不是死物, 准确地说, 他曾经肯定不是死物, 嗯? 狄洛作为所有人中最淡定的那个, 他有些疑惑地靠近两步, 然后拿出自己的傀儡丝, 傀儡丝好像被牵引一般, 直直地飘到了容器正上方, 然后在准备探入液体中时, 被狄洛果断地扯回来了, 开玩笑, 这不知名的肉球泡着的液体, 不管是什么, 但肯定脏得很, 如果傀儡丝真的碰到了, 那自己还是换一根吧, 虽然他不怕, 但不怕并不代表不恶心, 狄洛一边扯回自己的傀儡丝, 一边对着其他人说道, 傀儡丝对着有反应, 他说得委婉, 其他人还反应了一下, 然后才明白他的意思, 刚吐完的一鸣郡听到后不可置信, 这难道是蛋里面的? 狄洛点头, 然后才好受一些的一鸣郡又冲出去了, 跟着出去的还有沙灵, 以及不放心沙灵的多雅, 沙灵虽然被保护得很好, 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他不可避免地听到了一些, 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了不好的画面, 其他人多少也有一些恶心, 但他们毕竟见过更恶心的东西, 所以这个倒也不算什么了, 苏佑现在在思考, 他们需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带回去, 不管怎么说, 他相信狄洛, 那这一团肉球应该就是还没有孵化, 但是被直接取出的龙崽, 他还有生命, 维维安语出惊人, 苏佑还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 然后就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其他人也不例外, 第八百九十章, 真龙蛋, 他们都以为这个里面的东西是已经死亡的幼崽尸体, 结果维维安居然说他是活的, 这下大家内心的恶心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同情, 怜惜, 苏佑也有些震撼, 如果这是死尸, 他还可以安慰自己, 这是和泡在福尔玛林中的标本一样,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这是活的, 他还有感官吗? 苏佑问维维安, 目光和其他人一样, 都无法再次移过去了, 维维安皱眉, 他上前两步靠近容器, 然后拿出法杖, 片刻后, 他表情复杂, 但又带着微不可见的轻松, 没有感官, 没有感官,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一件坏事, 但对于如今这个情况的龙仔而言, 反而是一件好事, 苏佑把他如今的情况, 当成植物人, 虽然有生命, 但是对外界完全没有任何的感受, 看不见, 听不着, 闻不到, 说不出, 他的心里稍微轻松一些, 就和维维安一样, 但依然会觉得有些难受, 为这个生命感到难受, 我们要把他带回去吗? 多雅有些不忍, 这种事情, 必然是龙族内部有人做的, 不然外人根本不可能偷到龙蛋, 而且还对龙蛋如此残忍, 苏佑顿了顿, 然后继续, 现在还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也不知道是否还有眼线在, 带回去反而危险, 但如果只放在这里, 显然也不合适, 尤其是, 他们已经破坏过这里了, 完全无法复原现场, 一鸣郡, 你看看周围是否有合适的位置, 再弄一个可以存放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羽蛋壳都放进去, 苏佑并不准备找其他地方藏东西, 先不说他们对龙族不熟悉, 随便去别的地方容易被发现, 万一被龙族发现, 他们带着这个东西, 容易引起无法解释的误会, 而且他认为,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那儿有掩盖气息的东西吗? 苏佑问微微安, 虽然他觉得, 这些东西, 仍然可以在龙族这么久都没有被发现, 排除龙族知情的情况下, 这些上面应该是没有任何气息的, 但为了以防万一, 最好还是遮掩一下, 有, 但不确定能不能用, 但可以以量取胜, 作为为数不多拥有四级空间包的微微安, 他身上带了许多的药剂, 丰富的任务经验, 让他知道, 外出任务, 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 除了常规药剂之外, 他也经常研究一些奇怪的药剂带着, 他拿出十几瓶掩盖气息的药剂, 等一名菌找好位置, 用魔法开辟出一个新的洞穴, 把东西安置好后, 他们不要前世地, 把药剂喷洒在各个角落, 得亏这药剂本身就是无色无味的, 否则这个地方要么被染得变了色, 要么气味重的可以酷死一群人, 做完这一切后, 一行人匆忙回到龙族, 路上, 他们正好遇到明征带着一群龙似乎在寻找什么, 你们怎么在这里, 明征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们, 虽然他也不至于怀疑苏佑他们做了什么坏事, 但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们在寻找让幼龙醒来的方法, 苏佑不确定在场的所有龙是否都知道这件事, 因此他说的隐晦, 明征的怀疑散了一些, 他知道幼龙一体两魂的事情是苏佑的人看出来的, 他不至于为这件事撒谎, 糊弄过去后, 苏佑问明征情况如何, 明征表示一无所获, 这其实也在苏佑的意料之中, 所以也并不意外, 我有一件事想向你打听一下, 苏佑想打听的自然就是山洞里的那个蛋了, 明征看他有话要说, 于是让其他龙自己行动, 什么是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听说阿斯好像还有一个兄弟, 苏佑口中的阿斯就是龙后给大白蛋取的小名, 等孵化后, 龙王才会为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此话一出, 明征面色一变, 一句话脱口出, 你听谁说的? 苏佑竟然会问, 那自然是已经找好了借口, 所以他根本不慌, 我去拜访龙后殿下时, 曾听他无意间提起过, 这话是真的, 龙后的确有提起过另一个蛋的事情, 而且不止一次, 只是每次提到时都会立刻止住, 就像是不小心说错了话, 如果只是一次两次, 苏佑还能理解为是龙后誓言了, 但这件事的次数已经多达四五次了, 最奇怪的是, 龙后提起这件事的态度, 有失望, 有难过, 最重要的是, 居然还有一丝不明显的愤怒与恨意, 想想也知道这不对劲, 苏佑怀疑龙后就是故意的, 他故意想引起自己的注意, 然后让自己去了解这件事, 你是龙族的恩人, 但这件事, 我无法告知, 明征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这个态度已经算是默认了, 阿斯的确有一个兄弟姐妹, 龙族还真是顽固, 听到明征拒绝回答, 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遥光, 突然笑了, 龙族出事是必然, 并且现在已经发生了, 这一点你们最清楚不过, 你们无力解决,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帮你们, 但你们为了那点可笑的面子再三推剧,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必留了, 按道理说, 苏佑他们来龙族, 就是为了龙旦和龙族的灾难, 现在第一件事已经解决了, 这第二件事, 龙族不配合他们, 也没有办法, 那的确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苏佑遗憾帮不了龙族, 但既然遥光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会执意留下, 这样一来, 虽然会让幕后之人, 再度从龙族这儿获取什么, 但四大种族, 不是有两个没有出事吗? 少了这两个种族的力量, 苏佑觉得, 对方的目的, 未必能轻松达成, 这件事也未必没有转机,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先回去了, 多日没有回到领地, 领地内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苏佑来到龙族, 怎么说也有半个月了, 虽然领地中, 也有几个带为管理的, 但某些极为重要的事物, 他们不能下决策, 还是只能等苏佑处理, 明睁眼看他们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要离开, 苏佑他们, 甚至已经拿出了龙行石的另一半, 他连忙拦下, 不, 你们不能走, 他也觉得自己这话有些蛮不讲理了, 于是连忙补充道, 这件事, 我需要和龙王陛下商议一番, 明睁说完, 是准备直接去找龙王的, 但又怕自己离开之后, 苏佑他们会跑, 索性第三次把他们全部都卷起来, 苏佑, 很快, 他们到了龙王所在的宫殿门口, 明睁先进去, 不知说了什么, 随后里面传来声音, 让他们进去, 也许是明睁已经说通了龙王, 所以等人进去后, 龙王也没客套别的, 直接说了当年的事情, 当时, 阿淼弹下两颗龙弹, 我很开心, 整个龙族也都很开心, 但很快, 一个噩耗传来, 两颗弹一夜间不翼而飞,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但现在提起, 龙王还是很愤怒, 我们努力寻找, 最终, 在龙族山脉的一个洞穴中, 找到了一颗龙弹, 至于另一颗弹, 我们一直都没有找到, 听到龙族山脉的一个洞穴这个地点, 苏又一行人眼皮子忍不住跳了跳, 回想起他们在山洞中看到了一切, 他们在想, 龙王当时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些, 但转念一想, 他们身为外人看到那一幕, 都十分惋惜愤怒, 何况是龙王, 如果他真的知道, 这一切, 恐怕绝不能如此平静, 果不其然, 龙王接下来的话证明, 当时他们找到龙弹时, 龙弹是好好的, 阿淼很难过, 那个被找回来的龙弹, 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 渐渐地, 他开始变得有些虚弱, 一开始, 我们都以为是他太难过了, 又因为要照顾孩子, 几乎废寝忘食, 所以才会变成那样,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昏迷了, 龙族虽然也需要吃喝睡, 但这并不是他们恢复体力和精神的唯一手段, 换句话说, 没有受伤, 也没有其他外界刺激的情况下, 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昏迷, 一番检查之后, 他们有了一个惊人, 甚至堪称恐怖的发现, 那颗龙弹不正常, 他就像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寄生虫, 依靠吸取周围人的精气神来成长, 龙王表情有些复杂, 似有厌恶, 但又因为这颗龙弹的身份, 是自己的孩子, 他又无法完全厌恶这个孩子, 了解到这个问题后, 我们把他带离了阿淼身边, 阿淼之前本就因为双生伤了元气, 结果还没恢复, 就丢了孩子, 心绪不宁, 身体更差, 后来更是被吸了精气神, 即便他被带离后, 阿淼还是昏迷了好长一段时间, 他醒来后想见龙弹, 我自然不同意, 于是就骗他, 龙弹已经死了, 他们也不想这么做, 但他们发现那颗龙弹太可怕了, 他虽然还没孵化, 但可以堪称霸道地吸取别人的精气神, 也就是生命力, 别说是虚弱的龙后, 就连当年身为实力最强大的龙王, 也差点被他得手, 这种危险的生物, 他们是说什么都不能留下来的, 苏佑本不该在此时说话, 因为故事显然还没结束,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 龙后殿下如今知晓这件事吗? 龙王摇摇头, 我们一直都瞒得很好, 他一直都以为龙弹已经死了, 苏佑立刻反驳,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知道你们在骗他, 这下苏佑可算是明白, 为什么龙后提起之前的那个龙弹, 会有愤怒和恨意了, 他愤怒于龙王他们骗了他, 恨他们带走了自己的孩子, 苏佑没有隐瞒, 将龙后的态度说了出来, 从目前看来, 龙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问题最大的是龙后, 其实打从一开始, 苏佑就觉得龙后的精神状态, 有一些不太正常, 只是他一直都不方便说, 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但如果抛开龙后的身份不谈,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产后没多久, 就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后来失而复得, 结果没过多久, 最亲密的爱人没有任何解释, 欺骗并带走了孩子, 多重打击和刺激之下, 这精神状态能好就怪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龙后还是一个精神状态正常人, 那苏佑不但不会觉得他坚强勇敢, 反而会觉得十分可怕, 苏佑这边在推测龙后的状态, 龙王已经被苏佑的话给惊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龙后居然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阿淼他, 比起龙后殿下的情况, 我认为, 还是现在的事情更加重要, 苏佑并非冷酷无情, 他也同情龙后, 但事情已经发生, 无法改变, 与其担忧过去的事情, 不如先把当下处理好, 那边可还有一只幼龙苦苦挣扎呢, 苏佑往坏的方向去想, 这很有可能是龙后为了报复整个龙族, 因为自己失去了孩子, 于是他也从幼龙下手, 当然, 这是最坏的猜测, 不过并不是没有可能, 你们是怎么处理那颗龙蛋的? 苏佑觉得, 听龙王讲故事太慢了, 索性自己问, 他毕竟是我的孩子, 我不想杀他, 于是把他关到了龙族的一处偏僻的山谷中,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虽然他做出了这种行为, 但龙王还在安慰自己, 对方只是一颗还未孵化的龙蛋, 他什么都不懂, 不管是龙王, 还是知道这件事的其他龙, 他们都没有准备害他, 只是想把他藏起来, 等他孵化, 好好教养, 让他明白是非, 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那个山谷在哪个方向? 苏佑现在没空去, 所以只是让龙王指了方向, 他只需要先确认一下大概的位置, 尤其是他是否与他们发现的那个位置, 是同一个地方, 是龙族北侧的一个山脉, 那就不是同一个了, 苏佑他们发现的, 那个山洞在南侧, 是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 苏佑整理信息, 然后问起耕酒之前的事情, 当年龙蛋是被谁偷走的? 你们又是如何处理对方的? 听到这个问题, 龙王和明征对视一眼, 脸色都很难看, 但因为之前已经答应了知无不言, 所以他们也没有隐瞒, 偷走龙蛋的是龙族的, 我与他有些许个人恩怨, 他为了报复我, 所以偷走了我的孩子。 第892章, 韩瑞, 虽然没说具体的, 但苏佑已经从爱妮塔那边得知了更详细的信息, 所以也明白, 偷走龙蛋的应该就是前任龙王的兄弟, 他被关在龙族烈焰熔炉中, 言下之意就是还活着, 虽然又是烈焰, 又是熔炉的, 听着可怕, 但对于龙来说, 这都不算什么, 顶多只能算是折磨, 要不了对方的性命。 具体是什么恩怨情仇? 苏佑要打破杀郭问到底, 他其实挺烦这种问一点说一点, 而且还遮遮掩掩的, 又麻烦, 又浪费时间, 但没办法, 他必须把自己知道的信息过一个明路, 不然他就算知道龙族之前的恩怨情仇, 他也不能说出来, 而且, 他目前知道的信息不算少, 但都是对现在没有用处的, 看龙王还要犹豫扭捏, 摇光估计也有些烦了, 他也没说一声, 直接起身一副准备离开的样子, 这一举动可把龙王吓了一跳, 接下来除了与龙族生死存亡相关的秘密之外, 其他的全说了, 摇光对这个效率才算满意, 但他刚刚其实也并不是准备离开, 只是觉得这里憋闷想出去透透气, 没想到误打误撞地刺激到了龙王, 这也是一件好事, 偷了龙蛋的叫汉瑞, 他是上一任龙王的哥哥, 而且原先还是龙王之位的候选人, 龙王说的故事和苏佑从爱妮塔那边了解到的几乎一致, 这也能说明龙王没有撒谎, 在说到自己杀了那个兽人族的雌性时, 龙王为自己解释道, 其实并非是我们想要为难他, 龙族其实并不在意与外族交配生子, 但那个女人借着怀孕要见汉瑞的理由, 进入龙族, 险些偷走了龙族之宝, 我奉命抓捕, 追赶时, 他不小心掉下山脉, 最终死亡, 而且, 还是一尸两命, 果然, 爱妮塔虽然知道很多, 但毕竟不是龙族的, 他不可能知道全部信息, 就像是兽人族不可能说出神词出世一样, 龙族也不可能对外透露龙族质保的信息, 即便质保并没有被偷走, 所以, 爱妮塔自然不知道其中还有隐情, 汉瑞知道这些吗? 苏又问, 按道理说, 只要不是恋爱脑, 汉瑞都应该明白, 这件事, 龙族并没有错, 是那个兽人准备偷龙族的东西, 才会有如此下场, 他当然知道, 这件事毕竟和他有关, 但我们都知道不是他的错, 并未迁怒, 只是没想到, 他反而记恨起我们了, 这一切倒是和苏又猜测的差不多, 这个汉瑞知道一切的真相, 但还是动手了, 这让苏又不由地怀疑他到底是借题发挥, 还是真的喜爱那个兽人, 相比之下, 苏又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高, 如果是后者, 那他为什么抛弃兽人, 让他独自一人承受压力, 来到龙族, 说白了, 还是他怀疑自己受伤, 被废是老龙王座的, 被废之后, 他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世事冷暖, 所以记恨上了整个龙族, 所谓报仇, 不过是借口而已, 苏又倒是不避讳, 直接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不等龙王做出反应, 苏又又问, 那个汉瑞现在是什么情况? 龙王, 大约五年前, 我们已经将他放出来了, 他出来后, 在龙族待了一年, 身居检出, 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他, 一年后, 他就离开了龙族, 目前还没有回来过, 我们也不清楚他现在的情况, 虽然汉瑞做了错事, 是一副知错悔改的样子, 再加上因为龙蛋有问题, 龙王对这个孩子的感情并不算很深, 所以, 关他的一百年已经足够了, 苏又不好评价龙族这么多的对错, 只是给出了合理的推测, 既然如此, 那可以合理怀疑, 他依然记恨龙族, 所以想要毁掉龙族, 龙王不理解, 我们并没有对他做什么, 只是关了百年而已, 这还是因为他犯了错, 苏又突然笑了, 他挑眉看着龙王反问, 你们真的没有对他做过什么吗? 或者说, 你是问心无愧, 那其他龙呢? 不等回答, 苏又继续说, 别忘了, 他曾经可是龙王的候选, 但他废了, 龙王的位置不属于他了, 龙族就没有捧高踩低的龙吗? 苏又身为龙族的恩人, 他送来了龙蛋, 而且现在还帮忙解决龙族的难题, 他并不是来为龙族服务的, 所以在合理范围内, 苏又并不忌讳某些言语, 就算说得难听了, 只要逻辑合理, 龙王也不至于如此小气地斤斤计较, 退一万步说, 龙族中并没有对他冷嘲热讽的, 那他自己会甘心吗? 他被废后, 好不容易有的孩子还因为你, 因为老龙王的命令死了, 他真的会不恨吗? 苏又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把自己最阴暗的那个想法说出来, 他怀疑汉瑞被废和老龙王有关, 他的确不认识汉瑞, 不了解这条龙, 但他知道, 龙和人一样, 都有七情六欲, 不可能无欲无求, 都说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这话放在任何种族上都是适用的, 最明显的结果就是, 汉瑞既恨龙王, 大概率也既恨老龙王, 甚至可能既恨整个龙族, 即便他伪装得再好, 他的行动还是暴露了一切, 而能够支撑他如此多恨意的, 如果不是孩子, 那只能是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只是这就没必要说了, 这件事最多只能算是, 汉瑞做出这一切的诱因, 但与过程如何无关, 而且,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当时龙都死了一只了, 剩下一只还渺无音讯, 生死未卜, 想探究也探究不了了, 你怀疑龙族发生的事情, 和汉瑞有关, 龙王对于这个结果, 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他和汉瑞关系极差, 他不管是好是坏, 对于他来说, 都不算什么, 那就要看龙族到底发生什么了, 苏佑看着龙王, 我目前只知道幼龙受伤, 所以, 龙族到底还发生了什么, 龙王叹了口气, 然后从几个月前开始说起, 前一段时间, 龙族至宝感应到神将, 龙族上下欢欣雀跃, 期待龙神的降临, 第893章, 雕像崩塌, 神将之前的一切准备都十分顺利, 直到神将当天, 所有龙都在静候龙神的降临, 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遇到了从古至今, 龙族都从未有过的一幕, 龙神的雕像突然碎裂崩塌, 在场所有龙族都受了伤, 神将一世被破坏, 我们至今都没有找到原因, 虽然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结果, 但当时的情况比龙王描述的还要更加惨, 以龙王为首, 所有龙盘旋在雕像四周, 期待龙神的降临, 结果雕像突然碎裂了, 所有龙也都从天空中掉了下来, 并淒淒吐了一口血, 就连实力最强的龙王也不例外, 那一日, 龙血几乎铺满了整个龙族, 被窥龙族所在的地方与人类以及其他种族几乎隔绝, 否则这动静肯定会影响很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呢? 一世失败, 我让大家回去休息, 自己独自留下检查雕像, 并没有发现雕像有什么问题, 但龙神已经离开了, 雕像其实是一个媒介, 龙神降临会短暂地进入雕像, 然后为在场的所有龙族赐福, 同时还可能会选出下一任的龙王, 被选中的龙龙灵会比以往更加璀璨夺目, 但如果没有选中, 也比较正常, 说不定是龙神并没有合一的龙选, 说不定下一次神降他就会选出合适的龙王了, 韩瑞也是被这么选出来的吗? 苏佑想起韩瑞, 不由地问道, 龙王点头, 是的, 不仅是他, 我也是被龙神选中的, 苏佑觉得他这句话有些不对劲, 转念一想, 龙王少说了一个角色, 老龙王, 龙王看他这副样子就知道, 他应该是猜到什么了, 到现在, 他已经可以确认, 这人类的确聪明, 难怪是那人亲口所说的, 可以拯救龙族的人, 于是他主动解释, 老龙王比较特殊, 因为当年韩瑞出世的时间比较凑巧, 正好是龙王马上要退位的日子, 那时龙神并没有反应, 于是那一任的龙王就自己做主, 让老龙王继位了, 苏佑听完就沉默了, 这妖巧合的事情, 说没有问题, 老龙王自己恐怕都不信吧, 别管老龙王信不信, 但龙王现在说出这桩陈年旧事后, 面色也是变了又变, 其实韩瑞出世时, 有不少龙都怀疑过老龙王, 龙王也是其中之一, 但他们没有证据, 而且老龙王在龙族的龙园不错, 平时大家看到的也是他和韩瑞胸有地公的一幕, 再加上韩瑞出世, 还是老龙王就回来的, 如果不是老龙王, 韩瑞估计连命都没有了, 虽然成了废龙, 但好歹留下来一条命, 所以那些怀疑的声音也慢慢地消失了,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这一切真的是老龙王做的, 那他为什么没有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韩瑞灭口了?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 韩瑞死了, 现在龙族说不定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怀疑和麻烦了, 那现在就很明白了, 韩瑞应该是因为自己被废, 所以才记恨龙族, 他曾是龙王候选人, 所以他了解龙族的一切, 这样下手也十分方便, 苏佑说话还是比较保守的, 虽然目前看上去是老龙王做的孽, 但没有证据, 但可能性大并不代表一定是真的, 但韩瑞记恨龙族肯定和自己被废有关, 这一点无庸置疑, 我需要看看雕像的情况, 最好是能够带我去神将那日发生意外的场地,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但苏佑相信还是会有线索残留的, 只是在于他不能不能发现罢了, 如果没有线索, 那他来龙族就没有意义了, 可以, 明征听你的指挥, 该说的都说了, 一开始觉得不能说的也说了之后, 龙王显得十分洒脱, 他直接让明征听苏佑的指挥在龙族办事, 龙王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紧搞清楚一切, 还龙族一个平静, 我建议龙王陛下现在立刻马上去找龙后殿下, 把所有事情的始末都解释清楚, 作为受到过没掌嘴文学荼毒的受害者, 苏佑觉得自己的提醒是十分有必要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属于人家小两口自己家庭的事情, 苏佑都想现在去找龙后把一切掰扯清楚了, 免得后续有什么误会, 龙后走上歧途, 再横生更多之劫, 龙族已经够乱了, 不能再乱下去了, 我会尽全力帮助龙族解决这件事, 在此之前,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我怀疑当年你们找回来的那颗蛋,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孩子, 龙王和明征都很震惊, 但苏佑不想听他们说, 为什么不可能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之类的废话, 于是语速飞快, 根本不给插话的机会, 等安抚好龙后的情绪, 你们再去做两件事, 第一, 派人去看看那颗在山谷中的龙蛋情况如何, 第二件事, 苏佑看向一名剧, 示意道, 他会带着你们去一个地方, 那边有你们的另一个孩子, 我建议你亲自去一趟, 带几个信任的人就好, 能带上龙后就更好了, 把一切都说清楚, 也解释明白, 不要再弄出什么乱七八糟的误会了, 虽然瓜很好吃, 但处理起来也是真的头疼, 连续丢下好几个炸弹后, 苏佑趁着龙王没回神, 和一名郡说了几句, 提醒他带龙王过去后, 等见到了蛋壳和容器内的东西, 然后把他们找到那个的经过说一遍, 交代完一切, 苏佑直接带人把明征拖走了, 明征回神后, 苏佑让他先带他们过去, 等到了地方, 他在解释, 于是明征用了比前三次, 还要快上好几倍的速度,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带他们到达了雕像所在的位置, 正如龙王所说, 这是一片空地, 空地中央本是一条龙的雕像, 但现在雕像已经倒塌了, 中间空空如也, 雕像碎片在哪? 明征压下内心的好奇, 决定先做正事, 我去拿, 不得不说, 龙族的体型与速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明征轻轻松松地和之前班淑一样, 把雕像碎片全部搬出来了, 第894章, 振法与幻觉, 在检查雕像碎片的时候, 苏佑顺便把另一个龙蛋的事情说了, 在听到苏佑他们是在山脉中的一个洞穴中找到的龙蛋时, 明征回想起刚刚遇到他们时, 他们回来的方向, 所以, 你们刚刚是去找另一个龙蛋了? 明征没想到苏佑居然真的撒谎了, 嗯, 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我只是之前多次从龙后口中听到过另一个孩子, 但却没有见过, 有些好奇, 所以就让我的傀儡师帮忙寻找了一下位置, 结果这一找就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回想起那惨烈的一幕, 苏佑现在还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在没有孵化的时候把龙蛋敲碎, 然后把活生生的龙仔拿出来, 这不管放在哪里都是相当残忍血腥的, 明征有些不安, 他还想问什么, 苏佑这边已经检查出了一些东西, 根本无暇关注他, 这雕像似乎是从内部碎裂的, 苏佑看着有些古怪的裂缝, 皱着眉看了好几次, 这才得出结论, 正常情况下, 一个东西受到外里而碎裂, 怎么也不可能是从内部碎的, 肯定都是从外部到内部, 可雕像的裂痕恰恰恰相反,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裂开的痕迹是从内到外的, 苏佑喊明征帮忙, 想要尝试把雕像拼凑起来, 虽然雕像很大, 但好在碎块也很大, 所以拼凑起来并不算困难, 等最后一块被拼凑上去后, 苏佑立刻眉头紧皱, 少了一块, 龙神的雕像就是一条龙在空中盘旋的形态, 但如今在靠近龙头的部分, 很明显地缺少了一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苏佑立刻转头问明征, 这显然是他们龙族自己的问题, 明征也很疑惑, 他明明记得雕像破碎后, 是他亲自带龙把这些碎块收起来的, 暗道理不应该缺失, 而且, 这虽然是龙神雕像, 但排除雕像蕴含的意义, 它本身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采用雕刻的石料虽然珍惜, 但远不到值得偷盗的地步, 我也不清楚, 我确认在把碎块清理搬运时, 并没有缺少, 苏佑猜到结果, 也不指望他真能给出一个答案, 于是继续检查拼凑起来的雕像, 看着缺失的部分, 他突然问道, 缺失的这个部分对你们龙族而言, 很重要吗? 明征看了一眼缺失的部分, 毫不犹豫地点头, 这是肯定的, 也不怕你知道, 我们龙族的心脏就在这个位置, 说着, 明征就算再傻, 他也发现不对劲了, 他一边佩服苏佑, 这么快就抓住了重点, 一边忍不住冷汗直冒, 虽然只是雕像, 但毕竟是龙神, 而且怎么这么恰好, 丢失的那一块, 就是龙族心脏的位置, 多的我就不说了, 这一点, 你们龙族应该可以自行调查, 龙王不在, 你可以多问问龙族的其他长者, 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关雕像的事情, 苏佑和龙族其他龙不熟, 所以他行动不便, 有些事情问别的龙他们肯定不会说, 所以, 这件事必须明征自己去做, 没道理, 他在这里为了龙族累死累活, 龙族自己当个甩手掌柜, 什么也不做吧, 明征立刻点头, 正准备离开, 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犹豫到, 我现在就去问, 你们在这里没问题吗? 没问题, 当然, 最好是能给我们留个能使唤的龙, 苏佑毫不客气, 好歹在龙族待了这么多天, 他知道明征和龙王的关系, 也知道明征在龙族的地位, 更知道他手底下也是有一群可以使唤的龙, 一定要听话的, 脾气差的不要, 苏佑叮嘱道, 明征心中已经有了龙血, 于是飞快地用了龙族自己的沟通手段, 喊来了一条看着就老实芭蕉的龙, 有了苦力后, 苏佑也不留明征了, 他立刻出发去打听消息, 苏佑则是带着其他人继续检查周围是否有异样,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如果有什么线索, 龙族早就应该发现了, 既然没有发现, 那就是没有线索, 没想到就这么简单一查, 还真让他找到了几个重要线索, 这弄得苏佑十分无语, 他都不知道该说是幕后之人过于疏忽, 还是龙族过于神经大条, 居然连这么明显的线索都没有发现, 首先是, 苏佑在原本应该屹立着雕像的位置, 看见了一小块不起眼的碎石, 但这石头并不简单, 而是一种可以用于布置阵法的石头, 联想到之前人鱼族出世时, 那层出不叠的手段和麻烦, 苏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肯定是幕后之人在这里布置了阵法, 只是他暂时不知道这个阵法的作用而已, 其次, 就在这附近不到百米的位置, 薇薇安在龙族少见的绿植周围, 找到了一小片不寻常的叶片, 他说, 这个叶片焚烧后, 所散发的气体吸入后会产生幻觉, 考虑到龙族等级高, 普通药物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 为了证明这个叶片有问题, 苏佑直接利用明征招呼过来的龙小弟进行实验, 龙小弟虽然不情愿, 但到底是没有拒绝, 看来明征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一个听话没脾气的软柿子, 你感觉怎么样? 苏佑一点愧疚没有的自然问道, 反正都是为了他们龙族, 他又不是故意整龙, 没什么好愧疚的, 龙小弟一开始还比较正常, 但还没过三分钟, 他就开始有些晕晕乎乎了, 苏佑不管问什么, 他都只会重复一句话, 龙神, 嘿嘿, 苏佑, 确定了, 这玩意儿对龙族有用, 苏佑立刻让微微安替龙小弟驱散负面效果, 或许是因为龙的等级太高, 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叶片的品质太高, 微微安一连用了七八次驱散魔法, 这让龙小弟恢复神志清醒的样子, 看龙小弟清醒了, 苏佑问, 刚刚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龙小弟迷茫地摇头, 随后又恍惚地点头, 苏佑这一看倒是有些担心, 怕把这龙给弄傻了, 不过好在几分钟后, 他彻底回神, 我好像看见了龙神, 第八百九十五章, 变态行径, 苏佑听到他的话有些不解,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才明白, 这个叶片的作用, 除了让吸入的生物产生幻觉之外, 它们所产生的幻觉, 是根据当时心中所想的事情变化的, 我刚刚在想龙神雕像的事情, 结果刚刚就看到了龙神出现在我面前, 苏佑记录线索, 然后继续问, 有没有身体不适? 龙小弟摇头, 除了脑袋有些晕, 并没有什么不适, 那就好,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苏佑内心还是有些疑惑的, 因为龙王说了, 他们当时可是突然吐血了, 关于雕像凭空破碎, 苏佑还可能怀疑, 是阵法混合叶片置换的效果导致的戏法, 利用置换的效果, 让龙族忽视阵法启动时的异常, 这样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攻击性阵法, 也能做到破坏雕像, 但他们当时受到的伤是实打实的, 这其中的原因苏佑暂时不清楚,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情况, 苏佑让龙小弟带着拜访了许多龙, 那些龙虽然不知道苏佑要干什么, 但因为他们都知道龙小弟是明征手下的, 既然龙小弟跟着苏佑, 那就说明这件事是明征让座的, 他们自然也没有什么隐瞒, 一连问了十几条龙之后, 苏佑可算从其中一条龙那边了解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 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觉得应该有龙没有受伤, 提供这个消息的是一条白色的龙, 白龙十分谨慎, 消息只提供给了苏佑一个人, 就连龙小弟都被赶出去了, 你是怎么知道对方没有受伤的? 苏佑不是怀疑他, 他只是觉得有些古怪, 所有龙都受伤吐血, 大家乱成一团, 哪有功夫关注其他龙? 就算他真的关注了, 他又没有毒心, 又不会透视, 怎么就知道那条龙没有受伤? 万一人家真的受伤了, 只是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呢? 白龙理所当然回答, 其实也是巧合, 那个瘪犊子抢了我家阿游, 当时我受伤了, 下意识想看阿游情况怎么样, 结果就看见那死家伙绕在阿游身边, 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 看着就不像是受伤了, 他的实力还没我强呢, 大家伤势差不多, 凭什么他就那么精神? 不仅精神, 而且嘴巴旁边也没有吐血的痕迹, 要知道, 他自己当时可是差点摔地上了, 凭什么他就能灵活乱飞? 苏又准备记录的笔, 微微停顿, 片刻后, 他艰难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和其他龙说? 白龙轻哼一声,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聪明的样子, 这龙族谁不知道那家伙和我抢阿游? 我要是说了他的坏话, 他们可不会相信, 只会觉得是我故意诬陷, 我可不能让阿游认为我是那种说谎的坏龙。 苏又说实话, 如果不是听了白龙的解释, 苏又也要认为他是不是故意打击报复情敌了, 但如果白龙说的是真的, 那的确有问题, 在所有龙都受伤的情况下, 居然有一条龙没有受伤, 苏又不太相信是巧合, 但也怕是幕后的人真的有疏漏的地方, 为了避免误会, 所以他又找了许多龙询问, 当然, 他事先找白龙问了叫阿游的龙, 以及他的情敌, 免得问着问着问到了正主身上, 他却没有发现, 之前是没有针对性的询问, 现在有了询问的方向后, 苏又还真就问出, 还有几条龙发现周围有其他龙, 似乎状态不太正常, 之所以没有说, 一方面是不确定,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神将被破坏的事情, 扰乱了他们的心绪, 这才一直都没有想起这件事。 如果苏又没有问, 一直等他们自己想起来, 并和其他龙问起, 那只不定是多久之后的事情了, 到那时候, 一切痕迹烟消云散, 一切事情尘埃落定, 他们记不记得也不重要了。 收集了所有疑似没有受伤的可疑龙的信息后, 苏又发现, 这些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他们都在近五年内离开过龙族, 并且, 这些龙都属于在龙族内实力平平的那一批。 正好在此时, 龙王带着龙后以及亲信回到了龙族, 一鸣郡也来到了苏又身边, 他正准备把此行发生的事情告诉苏又, 结果就来了一条龙说, 龙王要见他们。 于是, 一鸣郡只能在路上长话短说。 简单总结, 龙王和龙后应该是解开心结了, 然后跟着一鸣郡找到了那个破碎的龙蛋, 以及被活生生拿出来的龙仔。 龙王没有认出孩子, 但龙后如同之前见到大白蛋一样, 直接扑过去抱住了那个盛放肉球的容器。 龙王猜到真相后也宛如晴天霹雳, 悲痛欲绝下, 他们还是把蛋壳和龙仔都带回来了。 至于他们曾经认为是自己孩子的那颗蛋, 在龙王派人过去查看时, 那几条龙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黑影把龙蛋带走了。 了解完一切, 苏佑也见到了龙王与龙后, 除外, 他们的身边还有大白蛋, 以及他那凄惨的宛若植物人的兄弟。 在苏佑到这里没多久, 唐宇也来了, 除外还有几位龙族的长者也全部都过来了。 事关龙族后代,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龙族上下都重视的事情。 这的确是龙蛋的蛋壳, 所有长者, 包括唐宇他们都检查了那个破碎的蛋壳, 确定了蛋壳主人的身份。 但在检查到容器内的肉球时, 他们都有些不忍。 龙族并非冷酷无情的种族, 哪怕合容器内的肉球不是龙仔, 他们同样会暴以怜悯, 但既然他们已经确定了蛋壳是龙蛋蛋壳, 那这肉球的身份也呼之欲出了。 但令大家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都没有从肉球上感觉到龙族的气息, 就和最初的大白蛋一样。 不仅是没有龙族气息, 而且我发现, 他身上的血似乎都被抽干了。 唐宇一脸冰冷, 但谁都能看出他面上的神情有些绷不住, 毕竟这真的太残忍了, 听得所有人都手脚冰冷, 硬是把幼崽从蛋里面剖出来不说, 居然还抽干了幼崽的血。 这是何等变态心境? 第896章 幻学 这可怜的孩子, 我真的宁可是我承受这份苦难。 已经晚了, 晚了呀, 也不知道这孩子还有没有救。 简直欺龙太甚。 难道是我龙族多年未出世, 已经沦落到可以让肖小之徒任意欺凌了吗? 这件事必须立刻查清, 否则龙族上下幼崽都会十分危险。 别我知道这是谁干的, 否则我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 一群龙族的长者都是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悲痛过后就是极度的愤怒, 就好像这受害的不是龙王的孩子, 而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不过这也差不多了, 龙族对后代一向宽容, 哪怕不是自己的孩子, 只要不是特别惹龙厌恶的幼崽, 大家都是当自己的孩子养的。 毕竟有的龙一辈子都不一定有孩子, 没有后代的龙的比例在龙族可是超过一半的。 若不是龙族寿命长, 怕是早就不知道灭族多少回了。 苏佑他们毕竟是外族, 不好介入此时的讨论, 何况这些龙正在气头上, 他们也没有不时序的插嘴。 直到半个小时后, 大家的情绪都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 他们这才注意到苏佑一行人的存在, 不等他们询问, 龙王就告知了苏佑他们的身份, 并逐重强调了遥光的身份。 这些龙族的长者中, 有一部分人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 当然, 也有一些是不知道的, 但一番交头接耳后, 他们对苏佑一行人的态度显然都好了许多。 苏佑看此时应该可以开口了, 这才开始询问, 当年那个龙蛋找回来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怀疑过他的身份吗? 龙王, 没有, 我和阿淼都可以肯定, 那就是我们的孩子。 龙后,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孩子。 一个问题, 引出两种回答, 苏佑看着龙王和龙后, 一个惊恶, 一个淡然, 听到自己之前让龙王解释清楚的决策果然是正确的, 不然此时龙后不在场, 肯定又要多走许多弯路。 苏佑看向龙后, 秒杀, 如果你想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最好是把一切都说出来。 龙后, 听到苏佑喊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苏佑是那个带回他两个孩子的人, 所以, 他对苏佑的态度极好, 甚至比对龙王还要更好。 那个龙蛋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 他就是一个恶心的蛆虫。 秒杀一边说, 一边温柔地抚摸容器的表面。 如果不是怕伤害到里面的龙仔, 他甚至都想直接伸手碰碰里面的肉球, 别人也许会嫌弃, 他恶心, 但他永远不会, 因为这是自己的孩子。 我一直都知道, 他在吸食我的生命力。 但我不能说, 因为我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属于我的孩子的血脉气息, 但我知道, 他不是我的孩子。 联想到唐宇之前说的, 这容器内的龙仔被抽干了血, 苏佑不由地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换血。 这是一个在现实世界都能办到的事情, 在这个拥有魔法的世界, 自然也能办到。 虽然有答案了, 但龙后还在说, 所以苏佑并没有出声打断。 我怕他会伤害我的孩子, 所以这才一直把他带在我的身边。 我想着, 也许有一天, 我可以从他身上找到线索。 龙王听到这里, 已经彻底不会说话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之前找阿淼说明一切时, 他的眼神那么平静, 平静中又带着一丝恨意, 和自己听到这个骇人的消息时的情绪根本不同。 他以为他是在恨自己的隐瞒, 可现在看来, 显然不是如此,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一切。 以他对阿淼的了解, 他肯定是在恨自己, 居然连亲生的孩子都认不出来, 恨自己找不回孩子。 看苗莎不说话了, 苏佑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幕后之人应该是把两个孩子换了血。 这句话很容易理解, 但却给了这些龙巨大的震撼。 鸟杀也不例外, 尽管他和苏佑一样, 在听到唐宇的话时就已经猜到了一切, 但他的脸色还是突然白了一度, 身体也晃了一下, 龙王下意识地想要伸手扶住, 结果他的身体却倒向了另一边, 然后被唐宇扶着坐下。 苏佑没工夫管这对夫妻的爱恨纠葛, 他弄清楚龙后这边的情况后, 把自己之前在雕像那边的发现说了出来。 大大小小的线索很多, 但重点肯定是阵法和那个致幻的叶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雕像缺失了一块。 这个线索苏佑只是提了一嘴, 等他说完后, 明征自然地接过话茬。 我问了禁帝的那位, 他说听闻很久以前, 龙神雕像内有着一颗龙之星, 那颗龙之星才是真正的, 影响神将的关键道具。 因为那颗星就是龙神的, 所以也叫龙神之星。 明征口中的禁帝那位是目前龙族年纪最大的一位长者, 比在场的所有年纪都大。 寻常龙族的寿命都在一千年, 少数实力强大的龙, 又或者是运气好的龙, 他们可以活好几千年, 但这属于少数。 而这一位, 就活了足足两千一百年。 你们知道龙之星的事情吗? 苏佑问在场的其他龙。 当看到大家摇头时, 他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 当初人鱼族也是这样, 大部分人鱼都不知道, 污染对人鱼的伤害是致命的。 结果龙族大部分龙也不知道龙神之星的事情。 如果这是真的, 那我们岂不是已经把龙神之星弄丢了? 龙王的脸色十分难看。 虽然他现在依然很担心龙后, 很想修复与龙后的关系, 但他也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 于是他很快地整理了情绪, 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上。 而龙后在看这里已经没了需要自己的地方后, 由唐羽扶着慢慢离开了。 你们龙族一代代传承下来, 难道就从来都没有人提过这个消息吗? 苏佑觉得很离谱, 但又莫名觉得不那么离谱了。 没有, 老龙王也从未提起过。 龙族传承一般都是龙王一代代传下来, 知情的最多还有几位长者。 第897章 蛟龙 但这些龙都在现场, 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龙族也很难再有其他龙知道了。 禁地的那个老龙也只是听了传说而已, 具体真假, 他也是不能确定的。 先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 但结果是幕后之人相信了, 所以他们采取了行动。 苏佑觉得对方不会做无用功, 所以他直接默认龙神之心是存在的。 我认为龙神之心是存在的。 对于龙神之心的存在下了定论后, 苏佑话语一转, 这百年间不包括这一次, 你们还举行过几次神将? 两次。 神将间隔是没有规律的, 可能间隔十年, 几十年, 百年, 这都正常。 那这一次的神将和前两次对比, 有什么区别? 苏佑觉得, 如果汉瑞是叛徒, 那他背叛的新罪池也是在龙蛋被偷就存在了。 如果不是有了这种想法, 他不会偷龙蛋。 既然如此, 那从龙蛋被偷执到现在, 一百年的时间, 一共三次神将,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次? 破坏神将如此重要的事情, 汉瑞他们肯定是要做好一切准备, 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 所以, 这三次神将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其中的区别, 很大可能就是造成后果的原因。 一群龙开始疯狂回忆三次神将的区别。 在他们思考的时候, 苏佑也将白龙说的疑似有龙没有受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让他们帮忙先把这些龙控制起来。 这些龙不一定都有问题, 但肯定存在有问题的。 之前他没这么做, 主要是武力之不允许, 所以他只负责收集信息, 抓龙的事情肯定要龙王他们自己做。 就在苏佑说出名单让龙王抓龙时, 突然有一条龙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想起来了, 这一次的神将前不久, 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一批四处游历的龙。 详细说说, 苏佑眼睛一亮, 他一听就觉得这问题很大。 他现在甚至怀疑, 这些游历回来的龙就是那些没有受伤的龙, 他们就是回来搞破坏的。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 神将这种大事, 因为不固定时间, 所以, 只要龙王一旦发现龙神的降临的讯息, 那就会直接通知所有龙, 包括游历在外的龙, 他们都会陆续赶回来参加这个仪式。 乍一听, 好像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因为也并不是只有这一次才有回家的龙, 以前应该也有。 但这龙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肯定是有问题了, 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耍大家玩。 虽然前两次也有龙回归, 但他们返回的时间都挺随机的, 三五天不定时地会回来, 每次回来一条两条, 但这次不同, 这一次, 他们回来的时间都比较集中, 在神将的前一个月, 一共回来了九条龙, 他们都是在同一天回来的。 同一天一次性回来九条龙, 这种是说巧不巧, 没出事就不算什么, 但偏偏出事了, 这就很有问题了。 老家伙你别废话了, 你知道这九个家伙是谁吗? 都不等苏佑说, 已经有其他龙集了, 他疯狂地催促。 苏佑刚刚说出的名单只有六条龙, 但他却说有九条龙是一块回来的, 那岂不是还有三条漏网之龙? 知道, 我当时就是正好撞见了, 才会知道这件事的,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知道的, 所以由他带着去抓龙, 等所有龙都抓回来之后, 就针对他们进行了盘问。 一开始, 这些龙还死活不承认, 直到苏佑突然问他们, 为什么要偷雕像碎块时, 有一条龙不小心说漏嘴了。 什么雕像碎块? 我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偷龙神的雕像? 苏佑似笑非笑地看着这条龙, 我又没说你偷的是龙神的雕像, 你急什么? 对方一正, 随后也明白自己是被炸了。 不过他依然狡辩, 整个龙族只有龙神有雕像, 你说的不是龙神雕像又是什么? 苏佑知道他是在虎脚蛮缠。 虽然龙族的确只有龙神雕像, 但如果他真的什么都没做, 第一反应应该是不知道自己说的雕像是什么, 而不是自然地说出龙神雕像。 对于没做的事情, 大家肯定都是茫然未知的, 雕像碎裂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情了, 又不是两三天前的事情, 他凭什么就能这么快地联想到? 不过他不承认也无所谓, 苏佑直接让薇薇安拿出那叶片, 然后在这些龙的面前晃晃。 认识吗?不认识就让你们试试效果, 试一试就认识了。 这里一共有十一条龙, 因为苏佑提供的名单上有两条龙并不是结团回来的, 所以还多出两条。 在这十一条龙中, 有八条龙在看见叶片的时候, 面色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其中就包括狡辩的那条, 剩余三条龙还是维持着全程茫然的状态。 这三条龙可能是真的无辜的,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还是被单独关在了一个地方, 至于这八条明显有问题的龙, 还得接着盘问。 看他们死活不开口, 苏佑让薇薇安拿出智患叶片制作的药剂, 给每条龙都灌了进去。 因为之前用龙小弟实验过, 所以苏佑知道, 他们所产生的幻觉和他们当下心中所想有关。 所以他们死不开口, 苏佑就想利用这个智患的东西, 强行撬开他们的嘴。 结果没想到的是, 在他们喝下智患药剂的瞬间, 八条龙身上颜色一变, 吓了在场所有人一跳。 苏佑一行人被龙王他们护在身后, 他们看着这八条龙在地上扭曲爬行, 最后退去了身上的龙爪, 龙铃, 龙脚, 最后居然变成了蛟龙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的苏佑, 不由地想到了鱼人换上了人鱼皮, 伪装成人鱼在人鱼族内自由行动样子。 这让他有些恶寒的同时, 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龙背叛。 说是背叛, 其实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龙, 而是被安插进来的卧底。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苏佑能处理的了。 虽然这不是龙, 但也是蛟龙, 战斗力仅次于龙。 而且, 蛟龙和龙族之间的恩怨也很复杂, 属于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 第898章 审问 那边八条蛟龙还在发疯, 苏佑带着薇薇安去给单独关起来的三条龙也为了要剂。 意料之中的, 他们都陷入了幻觉, 但是并没有变成或者说是恢复蛟龙的样子。 不过, 他们不是蛟龙, 却并不能证明他们没有问题, 毕竟他们可能和韩瑞一样是背叛了龙族的叛徒, 所以他们还是被关起来了, 只是因为他们不是蛟龙, 所以也对他们说清楚了龙族目前的情况, 让他们理解并配合。 这三条龙虽然觉得冤枉, 也觉得自己这是无妄之灾, 但在看到了蛟龙之后, 也接受了自己被怀疑的结果, 安安分分地待在小黑屋。 小黑屋外其实并没有龙把手, 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去,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他们自觉配合, 反正他们留下也只是无聊几日, 但他们如果离开了, 那就相当于是不打自招。 不过这三条龙都比较聪明, 也很配合, 好几天都没有离开小黑屋, 最多只是朝外面的龙打听一下情况。 到目前为止, 谋害龙族的幕后黑手, 是蛟龙的真相已经被发现。 为了找到隐藏在龙族内的蛟龙, 龙王花重金请微微安配置之换药剂, 也不用多, 至少一龙一只, 保证可以全部实验过去。 保险起见, 包括龙王龙后在内的几位地位高的龙, 是第二批轮流使用药剂的, 万幸的是, 这些人中并没有蛟龙。 再之后, 就是实力高于实力低的龙混合测试, 测试是当着龙族所有龙的面进行的。 虽然龙的数量不多, 但因为用完止换药剂后, 龙会发疯一段时间, 要等上一批恢复了神智, 才会进行下一批测试。 所以无形中浪费了一些时间。 等最后一批龙做完测试后,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多, 三天不到的时间, 龙族一共揪出来足足29条蛟龙。 其中有一半是通过致幻药剂揪出来的, 另一半则是在他们发现事情不对, 决定逃跑时被抓回来的。 既然有逃跑的想法, 那身份肯定有问题。 一测试, 果不其然, 逃跑的这些龙其实全部都是蛟龙。 29条蛟龙, 加上第一批的8条, 一共37条。 要知道, 龙族成年龙一共只有782条, 接近5%的占比, 令所有龙族心惊。 最可怕的是, 这37条龙都是在龙族内从小长到大, 有名有姓的, 并非突然出现的黑虎。 他们既然可以放心地伪装, 那就说明真正的龙已经死亡, 这才能被他们顶替了身份。 5%的蛟龙占比, 意味着有5%的龙族莫名死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幼龙喝了置换剂都没有什么变化, 也不知道是不起作用, 还是蛟龙没有替换, 或者无法替换幼龙。 接下来的工作是审问这些蛟龙, 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线索。 本来审问的事情应该由龙族做的, 一是因为蛟龙实力不凡, 苏佑他们不可能和审问人一样审问他们, 二是, 龙族也怕审问出什么与龙族相关的秘密来, 这被苏佑他们知道了也不好。 尽管苏佑是来帮忙的, 尽管他已经知道了龙族不少事情, 但是最核心的, 涉及龙族灭亡的秘密, 他一概不知, 也从没有打探的意思。 但考虑到威威安是制作出药剂的人, 而且, 威威安本身也表示很想用蛟龙做实验, 所以龙族同意让他在审问现场。 威威安这几天可以说是相当快乐, 他在前天还特地回了领地一趟, 把他囤积的那些不好用人做实验的药剂, 全部都带来了。 足足130多种药剂, 天知道负责审问的龙看见这么多的药剂后, 都忍不住对这个看着娇小可爱的人类女娃产生了莫大的恐惧。 尤其他们还在一旁围观了这些蛟龙被荡成小白鼠做实验的全过程, 顿时更加觉得威威安十分可怕。 当然, 同情是绝对不可能同情的, 蛟龙的心思他们心知肚明, 如果他们没有抓出这些蛟龙, 他们龙族恐怕只会更加凄惨,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威威安的畏惧。 一开始, 他们看见那么多的药剂, 还只是一瞬间的毛骨悚然, 但他们也没有特别在意, 因为蛟龙也就比龙差伤那么一点, 寻常药物肯定对蛟龙不起作用的, 就连那些蛟龙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他们看到这个人类的医师居然想用他们做实验时, 他们只有对人类的轻蔑不懈, 以及自己被人类侮辱的愤怒, 但丝毫没有任何恐惧。 直到几个小时后, 威威安略带嫌弃地说出蛟龙也不行嘛, 才试了第十瓶药剂就受不住了时, 听着隔壁同族传来痛苦声音的其他蛟龙顿时几倍一凉。 不过他们此时还未经受这些, 所以只当是威威安在故弄玄虚, 直到轮到了他们。 威威安成功地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征服了所有蛟龙, 其过程之凄惨壮烈, 令围观龙族都不由地盘紧了自己的尾巴, 生怕自己招摇的龙尾会不小心惹怒这个可怕的人类女娃。 审问出什么了吗? 大部分嘴巴都很硬, 没问出什么, 不过他们最初使用致环药剂时倒是透露出一些信息, 经过整理后的信息在这里。 威威安地过来一份记录着蛟龙语言的本子, 面上带着喜色, 苏佑一看就知道他这是对这些试验品十分满意。 苏佑低头看着记录的内容, 眉头紧皱, 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立刻找到了龙王, 张口就是, 你们龙族, 至宝可还好。 龙王听了, 下意识地点头回道, 当然, 至宝所在之处, 只有我龙族血脉可去, 而且内部错综复杂, 稍有不慎, 便会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龙王突然反应过来, 苏佑说了什么, 他也有了不好的预感。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龙王深知这是一个聪明的人类, 而且还是一个有特殊手段, 特殊头脑的人类, 他能想到许多他们想不到的东西, 就连他身边的人也都是能人意识。 龙族一向骄傲, 但龙王也必须承认, 龙族能够比得上这些人类的, 也就只有超凡的战斗力了, 其他方面, 他们都比不上。 第899章, 龙神星谷。 苏佑既然特意提到了智宝, 龙王也不怀疑他在撒谎, 或者别有用心, 即便他不久前才看过智宝, 知道智宝安然无恙, 但他还是亲自去了一趟。 半个小时后, 龙王没回来, 但却让明征回来带苏佑他们去一个地方。 苏佑明白, 他的推测是对的, 龙族智宝果然出事了。 这是明征不知道第几次带人上天了, 但这却是第一次安安稳稳的飞行, 没有任何炫技, 也没有任何颠簸, 其间, 明征还大致地说明了情况。 大哥到了那边并未发现任何一样, 智宝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明征一句话说明前因后果, 听得苏佑一头雾水。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 苏佑发现这藏着智宝的地方居然还是一个山谷, 他有些无语, 但一想到龙族这儿到处都是山脉, 最不缺的就是山洞, 山谷倒也不足为奇了。 不只是智宝, 就连他们居住的地方, 包括龙宫, 也都是通过改造了许多山洞山谷建成的。 大哥, 我把人带来了。 明征朝着里面喊了一声, 下一秒, 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条灵片异异生辉的金色巨龙, 但很快, 金色巨龙消失, 快得就像是他们出现了幻觉, 他们的眼前出现了龙王的身影。 你在这守着, 这是龙王对明征说的。 你们随我进去, 这是对苏佑一行人说的。 龙王带他们走路进入山谷, 七拐八绕地走了十几分钟, 他们终于走到了头。 眼看前面是死路, 龙王手一抬, 眼前景象瞬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是幻灯片一样, 他们竟然来到了一处地下岩浆洞中。 四周都是岩浆, 时必被岩浆的烧得滚烫通红, 沙灵连忙套了许多冰盾, 因为冰盾是他这段时间使用次数最多的魔法的缘故, 他现在使用冰盾魔法, 十分熟练。 以前是十几秒用一次, 现在是几秒钟用七八次。 抱歉, 这是我的疏忽。 龙王因为质宝丢失的交集, 刚刚竟然忘记了提醒苏佑他们此处的环境特殊。 苏佑也没在意, 只问龙王质宝的情况。 那便是存放质宝的地方。 顺着龙王所指示的方向, 他们只看见在岩浆的正中心的上方, 悬浮着一块表面平整的岩石, 而岩石的上方空空如也。 龙族质宝到底是什么? 龙王见质宝已经不见, 也没有了再隐瞒的心思。 龙族质宝其实是龙神的心骨。 心骨, 简单理解就是靠近心脏位置的骨头。 苏佑一听, 顿时觉得事情不妙。 龙王可还记得, 雕像缺了什么? 龙王脸色一僵,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龙神的雕像缺了靠近心脏的那一块。 而族中的长辈又说, 传闻雕像内有龙神之心。 龙神的心骨, 加上龙神之心。 这群蛟龙是想做什么? 苏佑不知道龙王是怎么想的。 反正他是已经猜到了, 心骨加上心脏, 两个最重要的部位, 也是能量最为浓郁的部位。 幕后之人肯定是想要合并大陆的那一批组织。 他们抢夺这两个东西, 肯定是为了补充合并大陆所需要的能量。 可现在龙神之心不知所踪, 心骨也不见了。 这是不是说明对方已经成功了? 苏佑顿时觉得有些焦头烂额。 但很快, 他想到了一件事, 他连忙打开了自己的任务列表。 只见那个与龙族相关的主线任务的任务进度 已经达到了85%。 而任务时间则是还剩下不到9天。 进度还没满, 进度为什么还没满? 明明到现在为止, 苏佑觉得龙族在他这儿已经不剩下什么秘密了。 神将的真相他知道了, 当年狸猫患太子的真假龙蛋也被他发现了。 还有幼龙的一体双魂, 雕像中的龙神之心, 以及龙族至宝龙神心骨。 他到底还剩下什么线索没有找到? 而他又要去哪里寻找这个线索? 苏佑自己冥思苦想并不够, 所以他还让龙王也想想, 还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和他说的? 如果想起来了, 那就快点说出来。 龙王也很急, 并且比苏佑还要着急, 毕竟这是他们龙族的事情。 他将龙族秘星相关的记忆在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地重新观看浏览, 最终停留在一段十分久远的记忆上。 我有看过一个传闻, 龙王突然出生, 不顾被吓到的众人, 急匆匆道, 这个传闻, 是我小时候在那堆龙族历史中看到的, 上面记录了一个十分诡异的仪式, 这个仪式如果成功举行, 那么可以复活龙神。 所有心中咯噔一下, 虽然龙王说出来的话有些荒庸, 但他觉得这个未必就是假的。 龙王还在继续说, 如果想要复活龙神, 那必须找到龙神的躯体, 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是龙神头骨以及龙神心骨, 另外, 还需要找到龙神的心脏。 龙王说得相当复杂, 但龙神和普通人比不了, 这可是真正的上古神之一。 这是假的? 龙神是绝对不可能被复活的, 苏佑可以肯定这一点。 龙王并没有反驳, 我也觉得不可能, 但我觉得太巧了, 因为这上面正好也提到了龙神心骨和龙神之心。 当然, 还多了一个龙神的头骨。 不过, 既然都有心骨和心脏的存在, 有个头骨也不意外。 那本书在哪里? 苏佑迫切地想要亲眼看看那本书, 看看上面是否还有其他线索。 按道理说, 应该就堆在龙族的那些历史书记中。 你们没有看到吗? 龙王是知道苏佑他们有阅读那些书籍的。 苏佑回头看向众人, 他们齐刷刷摇头。 没有看到, 如果真有这种内容, 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提出来。 多雅笃定道, 这么明显的不对劲的内容, 他相信自己肯定会发现并告诉领主大人, 也相信别人肯定会这么做。 那就是, 那本书不见了, 要么是真的不见了, 要么就是被拿走了。 很显然, 大家都觉得,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些历史书不能吃不能喝, 虽然记载的内容很有意义, 但实际上就是垃圾, 没有人会去动它们, 也不可能莫名其妙丢了。 第九百章, 成为龙。 既然书籍已经不见了, 那苏佑只能寄希望于龙王上, 希望他可以多回忆一些内容来。 龙王也希望, 自己可以多想起来一些内容, 但很可惜, 他那时候年纪小, 比较调皮, 赖不下性子看书, 会看, 这本纯属是因为这个仪式的前半段, 写得神乎奇迹, 但到了仪式结束后的那一段内容, 又被预盖弥彰地添了一句话, 此为传闻, 不可信。 如果是真的, 龙王小时候, 肯定会十分感兴趣, 不仅仅会自己来回观看, 肯定也会告诉别人, 但看到是假的之后, 他瞬间就失去了兴趣, 转头就把书放回去了。 还有另一个办法, 苏友觉得, 既然龙王有看过这本书, 他看了之后, 又没有把这本书丢了或者藏起来, 那肯定也会有其他人看见。 总不可能那么巧, 龙王才看完书, 书就被拿走了吧。 就算真这要巧, 那在龙王之前, 这本书也有可能有龙看过。 于是, 龙王带着他们回去, 然后问遍了全族, 还真找到两个也看过这本书的龙。 除此之外, 巍巍安还带着他的宝贝药剂去找了蛟龙, 用这本书的内容想要试探一下那些蛟龙。 在他没有试探出结果之前, 苏友先听了这两条看过书的龙的描述。 大致描述与龙王一样, 这就是一本故弄玄虚的书, 上面写了复活龙神的办法, 以及复活龙神所需要的材料。 但其中有一条龙在讲述如何举行这个仪式时, 说辞与龙王还有另一条龙略有出入。 我依稀记得上面有写, 如果想要复活龙神, 除了材料之外, 举行仪式的地点也很重要。 说到这, 他拧着眉, 一副死活想不起来的样子, 看得所有人都急了。 但想不起来就是想不起来, 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龙王都是七八百岁的半老东西了, 这是他小时候存在的书, 也就是说, 这本书存在于最少五六百年前, 这时间的确够遥远的。 就在这条龙因为想不起来, 而记得抓耳挠腮的时候, 微微安传来了好消息。 领主大人快来, 有一条蛟龙说, 漏嘴了。 他说, 他们这么做, 苏佑, 这该死的相似的剧情, 一个是想要变成人鱼的鱼人, 一个是想要成为龙的蛟龙, 难怪人鱼族和龙族交好, 感情是难兄难弟啊。 苏佑怀着复杂的心情, 来到了说漏嘴的蛟龙面前。 这蛟龙似乎也觉得自己坏了事, 他秉承着多说多错的想法, 索性成了一个哑巴, 哪怕微微安对他用了十几瓶药剂, 也愣是一声不吭。 苏佑, 看他这惨兮兮的样子, 或者说是同情全部蛟龙, 因为他们可能被骗了。 蛟龙和鱼人一样, 应该都是和幕后的那个组织合作了, 他们看似互惠互利, 实际上鱼人和蛟龙都是被利用的一方。 你说, 你们和暗生物合作是想成为龙? 蛟龙和暗生物合作的事情一开始是猜测, 因为梅克他们抓到了一个暗生物, 但后来确定这个结果是有一条蛟龙耐不住折磨, 主动承认了, 所以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相。 苏佑问话, 但看他一动不动, 他还在自言自语时地继续说, 合作都讲究互惠互利, 你们和暗生物合作, 他帮你们成为龙,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 蛟龙还是不说话, 看来是真的要把哑巴装到底。 苏佑笑了一声, 继续说, 我实话告诉你, 上一个和暗生物合作的是鱼人, 他们和你们一样, 他们想要顶替人鱼, 但是他们失败了。 蛟龙还是没说话, 但苏佑看见他眼皮子动了动, 他把鱼人的下场说了, 然后揭露了鱼人被利用的真相。 鱼人认为自己可以顶替人鱼, 他们需要人鱼的蛟猪,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暗生物需要的也是人鱼的蛟猪, 也就是说, 他们的利益冲突了。 关于这一点, 是在鱼人大败后, 从鱼人首领口中盘问出来的。 他们想要人鱼的蛟猪, 这样他们就可以变成人鱼,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暗生物的目标也是蛟猪, 因为蛟猪内蕴含大量的能量, 他们需要大量的能量来合并大陆。 你们摧毁雕像, 拿走龙神之心, 还偷走了龙骨。 不管你们是为了复活龙神, 还是为了成为龙, 但我都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们不可能达成这个目的。 话音刚落, 原本还如同死人一般的蛟猪, 突然发疯似的朝着苏佑的方向扑了过来。 苏佑动也没动, 眼睛也没眨, 因为在他们之间, 还隔着一层龙族自己制作的牢笼, 龙族都逃不出这个笼子, 别说是被折磨了几天, 十分虚弱的蛟龙了。 不可能,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一定会成为龙, 我们才是真正的龙, 是天空的霸主。 你就算说这些, 有什么用? 东西都在我们手里, 我们马上就会成为真龙, 到时候, 你们都会生活在我们的统治之下, 你们都会死, 都会死, 苏佑面色不变, 静静地看着, 就像是在看一场好戏。 他刚刚说的那些, 其实有一半都是猜的, 猜测的根据是鱼人这个案例, 只是现在蛟龙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他都猜对了。 苏佑越平静, 疯狂的蛟龙就越是内心不安。 其实他知道, 自己在苏佑说出鱼人的事情时, 他就已经对那些家伙产生了怀疑。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哪怕苏佑不做任何事情, 也会慢慢生根发芽, 更何况, 苏佑说的都是有理有据的, 蛟龙与其说是不幸, 不如说是不想承受被欺骗的后果, 所以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 蛟龙慢慢平静下来, 内心生起恐慌, 苏佑看着他这副样子, 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正准备开口说什么, 突然有一个人闯了进来, 这个人是多雅, 他面色焦急恐慌。 第901章 图卜 领主大人, 龙族在搜索龙族各个地方时, 发现了许多隐藏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洞穴, 其中有一个洞穴里面堆满了骸骨。 什么? 苏佑吓了一跳, 然后连忙问, 是谁的骸骨? 难道是龙? 不, 不是。 多雅下意识否认, 然后自知诗言, 示意性地看了蛟龙一眼, 苏佑明白, 跟着他一块离开了。 看到苏佑离开, 蛟龙非但没有庆幸, 内心反而十分焦急。 如果不是怕露出破绽, 他真想喊住那两个人类, 问个清楚, 骸骨, 为什么会有骸骨? 而且, 好像还是很多的骸骨。 这是谁的骸骨? 难道是龙族? 他们, 已经对龙族动手了? 骸骨在除了他之外, 空无一人的牢房之中, 紧张而又害怕地来回踱步。 不, 那个人类说了, 不是龙族, 他不像是在说谎。 那如果不是龙族的骸骨, 又会是谁的? 骸骨想着想着, 脑海中不由地就浮现出, 苏佑刚刚所说的那些话来。 鱼人的下场, 在他的脑海中反复播放, 他的内心, 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门外不远处, 苏佑几人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 明征看他淡定自若的样子, 自己也渐渐安心, 但还是忍不住开口询问。 苏小姐, 这图补真的会上当吗? 图补, 就是刚刚那个蛟龙的名字。 苏佑淡定地喝了口茶水, 不会也没关系, 让你们准备的骸骨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不信, 到时候直接丢进去就是了。 明征背后一凉, 心到这几个人类, 一个比一个狠。 没错, 刚刚多雅与苏佑不过是演了一场戏罢了, 什么山洞, 什么骸骨, 蛟龙未必会相信, 但苏佑先是说了鱼人的事情, 本就埋了颗种子, 再加上蛟龙这段时间饱受折磨, 尤其是致患药剂, 还是精神相关的药物, 用得多了, 不封的也会封。 蛟龙这个等级的生物, 虽然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 但也会略微影响思考。 眼看等了半个小时, 里面都没有动静, 明征按照苏佑的安排, 拿出了几具巨大的骸骨。 苏佑也不说话, 喝了力量药剂, 就拖着骸骨往牢笼里面走。 蛟龙看见他真的拖了骸骨进来, 目光立刻集中在骸骨上, 待看出这是蛟龙的骸骨后, 顿时目自欲裂, 发疯式地叫喊几声, 苏佑冲耳不闻, 他把骸骨往他的面前一丢, 然后转头就走。 深夜,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悄悄来到了观着蛟龙的地方。 是谁? 徒步警惕地站起身, 但在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他眼中的警惕散去, 瞬间变成了欣喜和激动。 是我, 徒步你还好吗? 我马上叫你出去。 门外, 一条不知何时跑出来的蛟龙, 绞尽脑汁地寻找开门的方法, 该死的。 这门上不仅有阵法, 而且门锁居然还是附魔的。 正常人谁给门锁附魔啊? 徒步本来还有些怀疑, 听到这话, 内心的怀疑散了不少。 你是猪脑子吗? 门上有附魔, 你不会从窗户进来。 徒步怒斥一句, 气氛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 不过门外的蛟龙反应也很快, 立刻放弃和门座斗争, 转为攻破窗户。 窗户上倒是没有附魔, 不过依然有阵法。 不行, 我还是打不开, 这个阵法等级太高了, 我虽然可以强行破坏阵法, 但肯定会被发现的。 徒步气得不行, 但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知道, 外面那个蛟龙说的是真的。 几分钟后, 徒步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立刻让外面停止动作。 行了, 你别折腾了, 你自己走, 去让他们赶紧行动, 只要你们成功了, 还瞅我出不去吗? 门外的蛟龙犹豫一下, 不行啊, 我一定要把你就出去, 我们当中你的实力最强, 如果你不出来, 我们怎么去救族人? 徒步感觉不对, 立刻问道, 族人怎么了? 外面瞬间安静, 这可把徒步急得满头冒烟, 他追问几声, 对方这才开口。 族人被抓了, 他们被龙族抓到了, 这怎么可能? 那个地方龙族根本就管不到, 不, 不是被龙族, 是被那群不讲信用的家伙, 轰隆, 徒步眼前一黑, 瞬间感觉自己天都塌了, 白日里, 他还不相信那个人类说的话, 结果好了, 他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森森白骨, 本以为这是龙族的障眼法, 没想到剩下的童族居然也受害了, 我可以进来了, 不等徒步多加思考, 外面传来充满喜悦的动静, 徒步还没反应过来时, 已经有一个面熟的童族, 冲到了关着他的牢笼前, 看着他三下五除二打开了牢笼, 徒步的眼底一冷, 你怎么知道如何打开这个牢笼呢? 这难道是一个圈套? 有一个童族叫我的, 就是他把我救出来的, 他说他要去救其他人, 让我先来救你, 听到其他蛟笼已经跑出来了, 徒步一愣, 怀疑渐渐散去, 他正准备说什么, 外面突然想起龙银, 徒步瞬间脸色大变, 他拖着这个蛟笼就往外跑, 不过他毕竟受了许多伤, 而且从来没能好好休息过, 怎么可能跑得过精力旺盛的龙族? 所以, 他最终还是被追上了, 眼看他就要被抓住, 先前救了他的那条蛟笼, 立刻扑了上去, 你快走, 徒步眼睛充血, 恨不得和龙族打上一架, 但他知道, 他打不过, 而且对方人数众多, 他哪怕是全胜时期, 也绝不可能逃跑, 所以他没有犹豫, 转身就跑, 还没离开多远, 他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轰鸣, 他知道, 这是那条蛟笼为了托住龙族, 选择了自曝, 徒步眼中恨意愈来愈浓, 不过这其中的恨意, 只有两分是针对龙族的, 其余八分, 都是针对那群深渊而来的家伙, 因为他内心清楚, 是他们先招惹的龙族, 龙族反抗和针对, 都是正常的, 但那群家伙不同, 是他们主动找上门合作, 结果, 他们居然打从一开始, 就是在算计他们蛟笼族, 第902章, 完成主线任务, 正文完, 很好, 既然你们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徒步忍下内心的愤痕, 理智上线, 他没有立刻去找那些家伙算账, 而是先找了一个地方恢复休息, 现在他不了解情况, 贸然行动只会陪上自己, 到时候, 蛟笼族就真的没救了, 徒步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只有他知道的临时落脚点, 他在这里藏了许多东西, 其中就包括可以让他恢复的物品, 他拿出可用的东西, 花了一天的时间恢复, 然后带上其他用得上的物资, 然后化成圆形, 朝着一个方向快速飞去, 徒步离开后没多久, 一条龙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这个落脚点, 苏佑看着这里面的堆积成山的东西, 毫不客气地全部收入囊中, 那徒步走得急, 但也只带了一些用得上的, 多的也是占位置, 所以这剩下的自然就便宜了苏佑, 虽然在场还有一条龙, 但他果断选择, 什么都没看见, 苏佑还帮了这么多忙, 别说是这些东西了, 等事情解决之后, 龙族还要另外再送上一份大礼, 残缺的地图一, 残缺的地图四, 查看物品的时候, 苏佑突然看见了, 这两个既熟悉又不熟悉的东西, 于是立马将自己手上的另外三个碎片, 也都拿了出来, 拼凑之下, 苏佑基本可以通过残缺的部分确定, 这地图的确是有七个部分, 因为已经有了其中五个部分, 并且缺少的两个部分都是属于边角的部位, 所以苏佑基本上可以看清这个地图大概样子, 只是他看了一会儿, 也没看出什么苗头, 而且这时候他也没工夫研究地图, 索性就先收起来, 准备等有时间了再看, 在翻找地图的时候, 苏佑又在背包内找到了一本书, 一本没有封面, 也没有名字的书, 他拿出来翻了翻, 立刻就发现这书上的内容极为眼熟, 这不就是龙王之前提到的可以复活龙神的那本书吗? 苏佑又把书认真的看了一遍, 他发现龙王和其他看过这本书的龙, 因为没有看完全书的缘故, 都遗漏了后面的内容, 在写着此为传闻, 不可信文字的下一页, 苏佑看见了一行字, 此法召唤出的真神可为召唤者所用, 难怪他们要复活, 不, 他们不是要复活, 他们是想要召唤龙神, 让龙神为他们做事, 想到这里, 苏佑迫切地想要知道召唤仪式的地点在哪里, 但他翻来覆去地看, 都没找到, 倒是发现了有一页书似乎有被撕破的痕迹, 他猛地一机灵, 然后又把之前放回背包中的地图给拿了出来, 果然, 这地图是这本书上撕下来的, 苏佑难难道, 恭喜完成主线任务, 龙族之行, 得到了系统提示, 苏佑愣了一下, 但很快他发现这个任务没有奖励, 也没有后续, 简直就像是一个为了把他骗到龙族来的借口, 他也不在意了, 他现在还是更想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但还是那句话, 他没时间探究, 所以只能把地图夹在书中收起来, 那边跟上了吗? 苏佑口中的那边, 指的是另一对负责跟着徒补的, 苏佑并没有让他们跟踪的时候带上他们, 他们毕竟是人类, 在龙族和蛟龙族的斗争中, 武力之方面能够提供的作用, 微乎其微, 现在还没弄清楚徒补要做什么的情况下, 带上他们, 无疑是带上一个累赘, 现在跟着苏佑的这条龙, 就是当时第一个试用之幻叶片的龙小弟, 最后他飞快转速, 跟上了, 他们说目的地应该挺远的, 徒补飞了很久都没有到, 现在距离徒补离开也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但徒补是蛟龙, 他行动是用飞的, 十分钟人类只能走一千米左右, 但他们这些龙最快速度飞行, 十秒不到就可以窜出去几千米, 行, 我们也跟上, 他们虽然不能靠得太紧, 但也不能太远, 不然到时候如果出现什么意外, 苏佑没办法及时到现场也不好, 一行人重新上了龙小弟的后背, 龙小弟的飞行技术显然比明征靠谱许多, 他们在空中飞了半个多小时, 除了有些高处不胜寒的良意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不适应, 嗯, 我收到消息, 他们说突不去了深海附近的一个火山口, 深海附近的火山口, 深海附近居然有火山, 这是什么奇怪的位置, 不等苏佑细想, 龙小弟一个加速狂风呼啸, 没一会儿他就停了下来, 然后示意大家往下看, 就是那座山, 龙小弟示意他们看远处的一个黑点, 那个黑点就是一座火山, 这火山居然在大海之中, 真是古怪, 龙小弟忍不住说了一句, 苏佑则是越看越觉得下方的景象十分眼熟,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打开系统地图和自己之前用五个碎片拼凑起来的地图一对, 结果发现居然真的对上了, 换句话说, 他早在两百多天前获得的这个碎片, 标志的, 居然就是最后的方向, 可以下去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苏佑一边收好地图, 一边询问龙小弟, 龙小弟的龙须动了动, 随后回答道, 徒步已经进入火山了, 里面暂时没有反应, 我们不知道情况, 大家都在火山外面守着呢, 需要送你们下去吗? 外面是安全的吗? 龙小弟点头, 安全, 绝对安全, 他们已经检查过了, 苏佑看了看那个火山的大小, 然后果断选择让龙小弟送他们下去, 落地时, 那些守在外面的龙族, 发现了他们的行踪, 待看到是苏佑一行人, 这才又专注起火山的情况, 梅克, 能感受到火山内部是什么情况吗? 苏佑转头问, 火山肯定是火元素充沛的地方, 在这里, 简直就是梅克的天下, 只是一臂一针的功夫, 他就已经摸索到了里面的能量流动, 他的脸色十分难看, 额头上也出现了滚滚汗珠, 看着并不像只是查看了里面的情况, 更像是打了一架, 里面的能量十分强大, 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 如果火山内的能量爆发, 整个大陆都会灭亡, 梅克的话, 让所有人都几倍发亮, 哪怕苏佑已经猜到了, 但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火山内, 要么是正在进行召唤龙神的仪式, 要么就是, 对方准备孤注一掷, 先召唤龙神, 然后直接合并大陆, 两种可能, 苏佑觉得, 后者的可能性最大, 原因自然是那份地图, 这极有可能是一份直接指向终点的地图, 对方的终点, 就是合并大陆, 虽然地图, 是从召唤龙神仪式的书上撕下来的, 但谁也没说, 召唤仪式的地点, 和合并大陆的地点, 不能是同一个呀, 必须阻止他们, 他们正在准备召唤龙神, 如果真的让他们召唤成功了, 龙神会成为他们的傀儡, 事到如今, 苏佑也没时间多解释了, 他丢出一个重磅炸弹, 然后便立刻拿出了好几样东西, 有爱妮塔的传生令, 也有路亚的胶穴珠, 其实早在发掘龙族的事情不简单后, 苏佑就私底下直接联系了精灵族和人鱼族, 一开始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不过他当时倒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居然直接跳官式地来到了最后一步, 现在情况不对, 这都已经涉及到万年前龙神那个级别的生物了, 这显然就不是一个龙族可以解决的事情, 他们难道还能对付得了自己的老祖宗吗? 爱妮塔和路亚那边得知这件事后, 都纷纷表示会立刻赶到现场, 其中爱妮塔还说, 他还会带上兽人族一起, 如此重要的事情, 四大种族一个都不能守, 最先来到这里的显然是人鱼族, 因为火山在海洋中心对于人鱼族而言简直是四通八达的好地方, 只要是有水的地方, 他们分分钟到达现场, 至于精灵族, 他们会飞, 虽然肯定没有龙族那么快, 但也不慢, 只是因为要通知兽人族, 这才迟了一些, 等四大种族齐聚一堂时, 已经是凌晨了, 里面一直都没有任何动静, 准备一下, 等白天我们直接进去查看情况, 这是大家经过商议后得出的结果, 不然里面一直都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在这里, 干等着也不是一个事, 此时距离天亮还有四个小时, 这点时间, 大家都用来休息了, 苏佑盯着系统的时间, 看着他一分一秒的发生变化, 最后在马上要到早上五点时, 突然停止, 按生物来袭, 不知谁喊了这么一声, 所有人立刻警戒, 他们四下一看, 果然看见周围凭空出现了许多暗生物, 说是凭空出现也不恰当, 因为他们发现, 那些暗生物就像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一样, 虽然战斗力都不强, 龙族一巴掌可以打飞几千个, 但胜在源源不断, 不过好在四大种族倒还有些默契, 各自占据一个方位, 互相配合硬敌, 时间不动了, 苏佑看着系统时间, 看着他卡在了4H59M59S, 内心愈发不安的同时, 脑袋也下意识地朝着火山的方向看去,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暗生物, 他们好像无法彻底死亡, 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背后在最中间的苏佑一行人, 一个个都忍不住眉头紧皱, 他们倒也想帮忙, 但这个级别的战斗, 又只有他们几个人, 他们不好帮忙, 如果强行进入战场, 那么反而容易被误伤, 我们去火山里面, 苏佑当机立断, 立刻对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下达命令, 他这并非是冲动之下的决定, 而是无可奈何, 因为他看得很明显, 四大种族根本就无法插手这件事, 没看他们都已经被拖住了吗? 尽管这些暗生物实力都不算很高, 四大种族的人数也不少, 但偏偏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抽出身,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切, 真正能够进入火山内部的, 只有他以及他带来的人。 禅月, 一鸣俊, 你们两个人配合, 送我们上去。 两人应声, 一个配合地给大家加持飞行的状态, 一鸣俊则是利用自己的魔法, 不断地在火山的岩壁上建立各种落脚点。 十几分钟后, 苏佑他们成功地来到了火山的最上方。 虽说是火山, 但他们在靠近时, 其实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 甚至还没有龙族室内的温度来得高。 等苏佑他们爬上去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假火山。 因为火山内部根本没有火焰, 也没有岩浆。 内部是躯黑一片, 就像是一个深渊, 深不见底。 与此同时, 苏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秘境信息。 难度, 未知, 人数, 依可脱离次数, 无。 介绍,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竟然只能进去一个人, 而且居然还没有脱离次数, 连一次都没有。 苏佑十分震惊, 不过他很快也想明白了, 就算只能进去一个人, 那这个人也肯定是自己, 不会是别人。 其次, 既然只有他能进去, 还没有脱离次数, 根据游戏的合理性, 这里面肯定不会有太多需要战斗的地方, 甚至可能根本没有, 否则, 这就是一个死局。 既然不进去是死局, 进去也可能是死局, 那他当然是要进去。 是否确认进入秘境? 是, 否, 正闻完, 第903章, 现实, 失去的记忆。 醒了, 病人醒了, 快去喊医生。 耳边传来激动的女生, 同时还有匆匆来往的脚步声, 苏佑头昏脑胀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白色的天花板, 眼中满是疑惑, 但没等他多想, 医生已经来了, 病人已经恢复意识, 注意事项等会儿, 我会发给你们, 你们好好照顾。 病人, 是在说他吗? 苏佑想要起身, 但他现在哪怕是张嘴, 都有些困难, 更别提要做起身了。 一旁送走医生的护士, 看他眉头紧皱的样子, 连忙端了水送过来。 你先喝点水, 然后多休息一会儿。 你已经躺了三年了, 身体僵硬, 没有恢复行动能力, 动不了是正常的, 你别害怕, 到时候会送你去治疗舱, 进行康复治疗。 苏佑无法行动, 喝了水后, 只能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三天后, 得益于心悸超高的医学科技, 苏佑只花了一天的时间, 就恢复了行动能力。 至于剩余两天时间, 只是心悸医院不放心, 他这个特殊的病人, 这才强行让他多留下了两日。 当然, 不放心是一回事。 其实另一个原因是, 医院方也很好奇, 这万年难得一见的奇葩病例。 以心悸的医疗水平, 哪怕是被能量炮轰成残废, 只要命还在, 都能给你弄回人形。 可偏偏苏佑这个病人怪得很, 自打三年前, 医院收到了他家管家机器人的求助讯息后, 他们立刻赶到了现场, 然后在全息舱中, 找到了昏迷不醒的人。 一开始, 他们以为苏佑是深度游戏, 猝死了, 这种案例在心悸并不算少见, 但苏佑显然还活着。 于是, 他们又认为, 苏佑是玩游戏过于入迷, 以至于疲劳过度, 这才昏迷不醒。 但很快, 这个可能性也被排除, 先不说现在的科技发达, 任何全息舱都自带身体检测功能, 一旦主人身体状态低于警戒线, 就会立刻断开连接, 并联系医院, 出现意外可能性基本为零。 可他们感到时, 全息舱依然处于连接状态, 并且, 讯息也不是全息舱传达的, 而是机器人传达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算真的是全息舱出现问题, 没有及时保护主人身体, 但有谁过度疲劳, 一觉睡三年。 与其说过度疲劳, 不如说是被纺锤刺破了手的睡美人。 这三年以来, 苏佑的昏迷成了未解之谜, 一直到苏佑醒来, 都没有答案。 苏小姐, 您今日可以出院了, 您的机器人已经帮您办好了手续, 您只需要确认信息并同意扫描即可。 护士送上了确认信息的全息屏, 苏佑认真地看了上面的信息, 待看到, 上面高达八位数的治疗费用时, 她的眼皮子跳了跳。 护士似乎也发觉了她的不对, 立刻解释道, 请不用担心, 红星集团为您付清了所有的治疗费用。 红星集团, 是生产了苏佑使用的那个全息舱的公司。 说来, 苏佑也算是一个小名人了, 因为科技水平缘故, 星际很少有人因病住院, 尤其苏佑, 一住就是三年。 消息传出去后, 不少新闻媒体前来拜访, 可惜苏佑没有亲人, 他是昏迷的, 医院也不可能透露信息, 所以苏佑成名了, 但并未完全成名。 外界只知道, 有一个人因使用全息舱而陷入长时间的昏迷, 但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信息。 但有人挖出了苏佑使用的全息舱牌子, 于是红星集团就倒霉了。 不管是出于法律责任, 还是出于民生考虑, 他们都赔了一大笔钱, 并且还承包了苏佑的所有治疗费用。 信息已经确认, 苏佑把东西还回去, 然后打包了自己的东西出院。 出院时, 他见到了自己的管家机器人, 小六。 主人好, 我已为您预约了回家的悬浮车, 请跟我来。 有管家机器人帮忙, 即便是苏佑这个一觉醒来, 与世隔绝三年, 如同生活废柴的人也安全且快速地到了家。 到家后, 苏佑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主人, 床铺已经整理完毕, 您随时可以去休息。 小六以为他累了, 连忙开口。 苏佑想休息, 但他更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目前他觉得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 有关于自己的记忆也全部都是医院所提供的那些。 小六, 我好像失忆了, 你能说一说以前的事情吗? 小六卡机一般愣住了, 随后他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哭唧唧的表情。 好的, 主人正在调动过往信息, 小六虽然难过自己的主人失忆了, 但他还是完美地执行了苏佑的命令。 小六是苏佑自打董事以来就一直跟在身边的机器人, 所以对于苏佑自然是十分了解。 虽然苏佑是一个不爱记录的人, 但小六的管家系统中也自带记录基础信息的程序。 苏佑没有特意去关闭这个功能, 现在倒也方便他了。 信息整理完毕, 苏佑靠在按摩椅上, 浏览着过去有关自己的信息。 或许是因为失忆的缘故, 苏佑看着这些内容倒不像是在回忆, 而像是在透过这个文字看另一个人的一生。 她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三岁时父母外出办事, 结果意外身亡, 苏佑得到赔偿, 一夜报复, 也因失去父母, 成为孤儿。 好在她的身边还有小六。 小六原先就是苏父苏母为了照顾她而买的机器人, 所以在主人的父母过世后, 她把苏佑带大。 因为有赔偿, 再加上还有官方提供的低保金, 所以苏佑从小到大都没有因为经济方面有过难处。 十七岁那年, 苏佑考上了全星际排名前百的顶尖大学, 星际大学一共三年。 她在第二年的时候, 就已经学习完了全部内容, 剩余一年时间, 她经过导师的介绍, 进入了顶级游戏公司实习。 毕业后, 苏佑也从那个游戏公司离开, 尽管游戏公司开出天价挽留, 她也没有留下。 此之后, 苏佑成功地过上了咸鱼一般的生活。 她有着超强的创新能力, 尽管因为孤身艺人没有团队, 游戏体量都比较小, 但她制作出来的游戏一个比一个火, 现在的她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游戏吃三年了。 第904章 现实, 未命名的游戏。 苏佑认真地了解自己的过去, 越是了解, 记忆也开始慢慢重叠。 在看到四年前的信息时, 她愣住了。 小六, 四年前的信息为什么是空白的? 她今年27岁了, 三年前昏迷时, 那时候她24, 可小六这里的记录在23岁就已经停止了。 主人, 小六也不知道, 您在23岁的生日时和小六说, 您有一个很好的灵感, 然后您就把我的记录功能关闭了。 苏佑, 这句话和这个行为到底有什么因果关系? 她23岁时到底在犯什么蠢? 主人, 检测到您已经十分疲惫, 请上床休息。 小六虽然也很想继续和主人聊下去, 毕竟她已经有足足三年没有见到活生生的主人了, 但她还是牢记主人的身体。 苏佑的确感觉自己很累了, 于是她在小六的指引下去休息了。 休息了一天后, 苏佑开始查看自己身上的一切电子设备, 试图想要从中找到自己缺失的一年记录中到底做了什么。 曾经的她作为一名优秀的游戏设计师, 各种设备一应俱全, 苏佑光是把这些设备重新整理出来并开启, 就已经花了大半天的功夫了。 看着眼前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设备, 心中有了一丝熟悉的感觉。 她挨个地检查过去, 但这些设备里面只有一些曾经设计的游戏信息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内容。 眼看一天的时间又要浪费了, 她想着把手头上储存了所有游戏设计概念的数据库看完就去休息, 没想到居然让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这个数据库中其中有三个分类, 灵感、 废弃 完成 这三个分类分别对应还未设计出游戏的灵感记录, 被废弃的灵感。 还有一个则是已经被制作成游戏的灵感。 第一个分类足足有三十多条, 每一条的灵感放到外面去绝对都是会被游戏公司争抢买下的好点子。 第二个分类里面的内容就很多了, 足足三百多条是第一个分类的十倍, 每一条灵感被废弃时, 它都会标记原因, 原因五花八门, 但都很合理。 第三个分类里面的内容最少, 毕竟他二十岁毕业, 二十四岁昏迷, 游戏制作属于大工程, 而且他还只有一个人, 所以四年时间他一共只制作了七个游戏。 前面六个游戏他看了看都没问题, 但在看到第七个游戏时他愣住了。 因为第七个游戏没有名字, 标记的信息也是初始的未命名状态。 如果这一条放在前面两个任意一个分类中, 苏佑都不会觉得奇怪, 但偏偏被放在了完成的分类中。 有了新发现, 苏佑瞬间精神了, 他喝了小六送来的营养剂, 然后继续从其他设备中搜索信息。 或许是因为已经找到了线索的线头, 他顺着抽丝剥茧下来, 终于找到了有关于这个未命名, 但却已经制作完成的游戏信息。 这个游戏十分特殊, 不同于前面六个游戏, 前面六个游戏是苏佑自己独立制作的。 当然, 这一个也是, 只不过第七个游戏是有人委托他制作的。 苏佑在自己的通讯设备的加密内容中, 找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苏小姐您好, 本公司邀请您制作一款游戏, 作为报酬, 本公司将会赠送您一套全新的, 跨时代的游戏策划设备。 收到信息的时间是四年前, 而且还是他生日的前一周。 苏佑不知道当时的自己, 看到这个信息是什么反应。 反正现在的他, 看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 是骗子。 事实证明, 虽然他失忆了, 但四年前的他, 也依然是他。 苏佑在这个信息上, 找到了删除记录。 也就是说, 他曾经的确删除过这个信息, 只是后面又恢复了。 苏佑猜测, 当时的自己, 应该是删除了信息, 但对方肯定又做了什么, 以至于自己相信了, 并接受了邀请。 然后在生日那天, 与小六说了那番话, 然后停止了小六的记录。 小六, 帮忙检索一下, 这个时间点前后的一切信息。 苏佑喊来小六, 把这个邀请信息的时间, 给他看了看。 很快, 小六找到了聊聊几条的结果。 因为苏佑很宅, 没有亲人朋友, 对外通讯很少, 检索的信息时间段也短, 所以信息不多, 也方便他查看。 一共三条信息, 一条是商业合作, 一条是游戏审核的官方信息, 一条是运输服务。 商业合作, 是苏佑曾经的一款游戏, 与某玩具公司合作售卖周边, 他看了看, 没什么奇怪的。 游戏审核的官方信息也没什么, 大致内容就是, 他的某个游戏通过了审核, 可以上架了。 至于第三条运输服务, 好像是有人给他游戏了什么东西, 星际运输公司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联想到那份邀请信, 苏佑立刻就想到了, 这里游戏的东西, 有很大可能就是那个神秘公司送来的全新的, 跨时代的游戏策划设备。 真可怕。 苏佑择了一声, 他说, 可怕是因为他发现, 这个游戏公司似乎知道他的所有信息。 按道理说, 他当时已经删了信息, 那自然不会和对方有任何交流, 更不会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但对方在自己删除信息后的第二日, 就游寄来了包裹, 这说明对方知道自己的住址, 也知道自己的其他信息。 这在科技发达, 个人信息被严格保密的时代, 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啊。 但既然他后来答应了合作邀请, 那肯定说明对方送来的包裹里面的东西, 是货真价实的, 并非是说谎。 因为他试用过了那些设备, 确认那些设备的确和市面上的设备不同, 所以作为制作游戏爱好者的他, 答应了合作邀请。 弄清楚这一点, 那他空缺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就显而易见了, 他在制作游戏, 只不过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制作游戏。 苏佑合理怀疑, 这个游戏应该和他的昏迷有关。 只是现在时间太晚, 所以苏佑只好又去休息, 等到第二日, 才找到了被放在杂物间堆灰的全息舱。 第905章, 现实, 中兴街六号六层。 这个全息舱便是当时出事的全息舱, 按道理说, 这个东西应该是要被回收的, 但回收也需要经过苏佑同意, 毕竟苏佑是受害者, 东西是他花钱买的, 公司有赔偿, 但赔偿是赔偿, 回收是回收, 这是两码事。 苏佑一直昏迷没醒, 红星公司得不到同意, 只好在相关部门的监控下, 把全息舱拿回去检查了一番。 他们发现, 全息舱的确有问题, 然后才又把全息舱送了回来, 并且还免费赠送了一个全息的, 保证没有任何问题的全息舱。 小六看苏佑摆弄这个旧的全息舱, 不由得有些担心, 主人, 你要做什么? 他生怕苏佑再次因为这个全息舱而昏迷不醒。 苏佑朝着小六笑了笑解释, 别担心, 我只是想看看我在昏迷前做了些什么。 小六恍然大悟, 然后道, 主人, 这个全息舱已经坏了, 里面的数据, 信息我已经帮您转移到了新的全息舱, 如果您需要, 可以使用新的全息舱查看。 苏佑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立刻转移阵地。 登上全息舱后, 苏佑立刻查看自己三年前最后的浏览记录。 好在全息舱的记录保存是五年, 所以他成功地找到了自己最后的记录。 记录显示他当时在玩一款游戏, 游戏的名字叫《落日大陆》。 看着这个名字, 苏佑只觉得很熟悉, 但他却又想不起来什么。 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新网上搜索这个游戏的相关信息。 但令人震惊的是, 整个新网上他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游戏的信息。 只是他都点进去看过了, 知道这些显然不是他需要找的。 既然找不到游戏信息, 苏佑就想着进入游戏看看。 当然, 这个行为有些冒险, 所以他并没有选择以仿真全息状态进入游戏, 而是选择以第三视角进入游戏。 所谓第三视角, 其实就是几千年前的键盘鼠标游戏模式, 但这个模式因为操作麻烦, 体验感不够深入, 早就已经被淘汰。 而仿真全息状态则是通过人类的脑电波进行操控游戏, 这样可以拥有更好的操作性, 也能感受到更加真实的游戏世界。 只是因为和人脑相关, 所以自然有危险。 当然, 这里的危险是相对前一种游戏模式而言的。 以现在全息仓基本普及的情况, 真正因全息仓导致脑部受损的人级少, 占总使用比还不到0.01%。 在外人眼里, 苏佑就是那个倒霉的0.01%。 苏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经过这两天的回忆, 他严重怀疑自己的昏迷和全息仓没什么关系, 而是和他在全息仓中做的事情有关。 是否选择怀旧模式进行游戏? 苏佑果断选, 是, 然后等待游戏加载。 正在加载游戏, 10%。 正在加载游戏, 50%。 正在加载游戏, 99%。 正在加载游戏, 99%。 苏佑看着进度条就这么卡在了99%。 内心更加疑惑的同时, 也更加肯定这个游戏有问题。 等了五分钟都没有反应, 他选择退出重镜, 结果还是一样, 反复三次后, 他放弃了。 就在他犹豫是否要冒险使用仿真全息模式进行游戏时, 小六突然提示他收到了一条信息。 苏佑离开全息仓, 查看信息, 内容还没来得及看, 他就觉得发送信息的名字十分眼熟。 他打开四年前收到的邀请信息, 一对比。 好了, 不是他的错觉, 这两条信息是同一个用户发送的。 确认来源是同一方后, 苏佑打开了新的信息, 信息很简短, 只有一句话。 明日早上九点, 中心街六号六层欢迎苏小姐的光临。 苏佑想了想, 决定还是去一趟。 一来是他的确想知道, 这神秘的游戏公司在搞什么。 二来这个位置属于这个星球最中心豪华的位置, 有危险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三来, 对方知道自己很多信息, 如果真想害自己, 才不需要这么麻烦。 既然没有危险, 又能解惑, 他为什么不去? 既然已经准备好要出门, 苏佑今天便休息了一日, 把自己这三年来堆积的事情全部都处理了一下, 然后就休息等待次日。 早上九点, 中心街六号六层, 苏佑来到了六楼, 才出悬浮梯, 他就发现这一整层楼似乎都是同一个公司的, 因为空间很大, 并没有特意增加围墙隔断等分界的设施。 不等他多想, 一个小巧的机器人来到他的面前。 扫描成功, 身份已鉴定。 苏小姐你好, 请跟我来, 有人在等你。 苏佑跟着机器人走了, 他来到一个类似会客室的地方, 开门时, 他已经看到里面坐着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子。 请坐。 女子微笑起身, 邀请苏佑坐下, 面前的桌子上早已摆放好了散发清香的茶水, 以及精致小巧的点心。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黎空, 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人之一, 也是我在四年前邀请您制作一款游戏。 您好, 我是苏佑, 你应该是认识我的。 虽然知道对方肯定知道自己的信息, 是知道的还要更多, 出于礼貌, 苏佑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句。 没错, 我的确认识你, 毕竟您可是我们公司综合了所有数据选出的, 最有才华能力的游戏制作人。 黎空微微一笑, 语言皆是夸赞, 但却并不令人感到虚伪, 而是一片真心。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苏佑不准备聊其他的, 所以直接进入主题。 我是来为您解惑的。 黎空拿出一份纸质资料, 然后递到苏佑面前。 在科技发达的今日, 只是资料十分罕见, 但也是如此。 苏佑才觉得, 事情果然不简单。 苏佑也不客气, 直接拿过资料, 认真地阅读起来。 资料上的信息数据有很多, 但总结下来, 这就是一份游戏的制作方案。 游戏制作方案一般有两份, 它手上这份是假方的, 也就是条件方, 上面写着, 这个游戏需要满足的要求。 第906章, 现实, 你们是人吗? 还有一份方案是以方的, 也是由他提供的, 就像是答卷一样, 假方提供题目, 他提供答案。 假方要求的游戏, 是制作一款多角色生存游戏。 苏佑认为, 这应该就是那个, 自己已经完成的未命名游戏。 我们需要一款游戏, 您有这个能力制作, 所以, 我们找到了您, 并邀请您, 您也不负我们的期望, 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成功地制作出了, 我们满意的成果。 苏佑不觉得他的撒谎, 因为他也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 这和我的昏迷还有失忆, 有什么关系。 黎空有些惊讶, 您失忆了? 苏佑也没想到, 他居然不知道这件事, 但他既然都说了, 那也不会临时否认。 是的, 黎空思索片刻后, 随后露出歉意的笑, 这应该是一个意外, 对此, 我们会提供补偿。 苏佑摇了摇头, 他对补偿不怎么感兴趣, 反正他不缺钱, 他还是对自己的昏迷, 对这个游戏, 还有这个公司背后的秘密感兴趣。 黎空看出了他的意思, 想了想到, 其实也并非不能告诉您, 毕竟您也是参与者, 但在此之前, 苏小姐需要先签订一份合约。 说着, 黎空变戏法式的拿出一份合约, 同样, 也是纸质的。 苏佑看了下, 所谓合约, 但只有一张纸, 上面也只有一句话本人某某, 许诺不会将今日所了解到的一切信息告知旁人。 A4大小的纸张上, 只有这么一句话, 他只需要在标记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名字即可。 苏佑提笔写字, 写完后, 黎空也没看, 直接把纸张收好, 然后张口就到, 本公司是时空修复局的一个部门, 有一个时空的某个星球, 因意外受到了高纬度科技层面的攻击, 该星球向我们发出了求助信号。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 该星球有人擅自使用了高纬度科技, 这才导致了这个结局。 所以, 我们无法过度插手此事。 但高纬度攻击占据其他星球, 这也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 在我们的调解下, 双方定下一个契约, 双方同时进入游戏, 以游戏输赢决定结果, 而这个游戏, 就是苏小姐您制作的那个游戏。 苏佑, 为什么每个字拆开她都认识, 但组成一句话, 她就听不懂了呢? 黎空看出了苏佑的茫然, 她忍不住笑了笑, 然后道, 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 合约已经签了, 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你的。 苏佑想了想, 提出了一个让黎空沉默的问题, 所以, 你们是人吗? 黎空? 黎空, 抱歉, 这件事并不在我回答的范围内。 好吧。 苏佑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这份真实的遗憾, 让黎空嘴角微抽。 所以, 我昏迷是因为什么? 黎空像是生怕苏佑在问出什么奇葩的问题, 立刻回答道, 因为您在完成游戏并发送给我们时, 处于游戏中的状态, 所以, 我们将游戏导入那个星球时, 您也进入了那个游戏中。 难怪, 她在昏迷前的最后记录, 是在玩游戏, 看来是真的在玩游戏啊。 而且, 还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玩到另一个星球去了。 这就是你所说的, 我也是参与者的原因。 是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这件事是不应该告诉您的。 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们就默认苏佑拥有游戏记忆。 为了防止苏佑把这件事说出去, 引来麻烦, 他们只能把人找过来, 签个合约, 然后解释清楚。 可谁能想到苏佑居然失忆了呢? 那你知道我失忆的原因吗? 失忆其实并不是真的失去记忆, 而是记忆错乱, 或者记忆隐藏。 换句话说, 您应该是在游戏过程中因为某些刺激导致记忆错乱, 又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这部分记忆被隐藏起来了。 那我可以恢复记忆吗? 苏佑还是头一回听到失忆的另类解读。 不过对方既然是如此特殊的存在, 说的应该也不假。 如果说之前他很好奇自己为什么昏迷, 为什么失忆, 那他现在最好奇的就是自己这三年来的游戏记忆了。 喜欢制作游戏的人大多都是喜欢游戏的, 尤其这还是一个如此特殊的游戏, 苏佑肯定是想拥有这部分记忆的。 可以, 但您需要再次回到游戏, 我们才能帮您恢复记忆。 我还可以回到游戏。 苏佑惊讶, 他还以为自己回不去了呢? 毕竟那可是另一个星球。 情况特殊, 自然可以, 我们也不能让您一直处于失忆状态。 黎空觉得这件事理所应当, 这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责任, 是他们的疏忽, 才导致苏佑不小心也被导入游戏了。 不然他可以不用浪费这昏迷的三年光阴。 那现在可以吗? 我对这个游戏挺感兴趣的。 黎空摇头, 不行, 游戏还没结束, 您现在不能进去。 听到这话, 苏佑突然觉得有些古怪。 他进入游戏是意外, 黎空看来也是不希望他进去的。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把自己弄出来呢? 苏佑这么想了, 自然也就这么问了。 因为游戏进行中, 我们不能干扰游戏, 否则会影响游戏公平。 黎空的理由很充分。 那既然游戏还没结束, 我是怎么回来的? 苏佑的问题也十分合情合理。 准确来说, 对于那个星球的人而言, 游戏还没结束, 但是对于你而言, 游戏已经结束了。 苏佑好像听懂了, 但又没听懂。 按照他的理解, 这就好像是影剧中的角色, 主角可以从第一集活到最后一集, 配角可能只有一集就领和饭了。 而他属于配角, 所以, 他的剧情早结束, 也早回来了。 这样吧, 我带你去看看。 离空人还是挺不错的, 温柔好说话, 看苏佑感兴趣, 直接带他去了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封闭的空间, 没有窗户, 也没有照明, 但却不会一片漆黑, 屋子只有一个出入口, 如果这个出入口封上, 那么将会被困死在里面。 第907章 现实, 一场比赛。 苏佑一看到, 这屋子就觉得, 这里面的东西肯定不简单。 而他进去后看到的一切, 也证明了他的猜测。 这是我们用于查看游戏情况的, 说简单一些, 就是实时监控。 离空指着这一整面, 多达上千个的分屏介绍道。 这里只是一部分, 别的地方还有。 离空按了个按钮, 中间的空地上, 凭空出现两把椅子, 他邀请苏佑坐下, 然后一同查看游戏情况。 本来这是, 他制作的游戏, 他应该是很熟悉的才对, 但他失忆了, 有关游戏的记忆全部消失, 所以, 面对如此多的游戏画面, 他只觉得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因为记忆中没有, 这一阶段进展到哪个部分了? 推进游戏进度的目标是什么? 虽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记忆, 但苏佑毕竟是专业的游戏制作人, 他对游戏十分了解, 哪怕是陌生的游戏, 看上一会儿也能明白大致的流程玩法。 他虽然可以看出玩法, 但游戏进度是长期功夫,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看出来的。 面对他的疑问, 离空贴心地解释道, 先前说了, 这是一场比赛, 比赛双方分别有一个目标, 双方目标互相冲突。 举个例子, 一方的目标是吃掉苹果, 另一方是保护苹果, 双方目标冲突, 只能有一方完成任务。 这个游戏的背景, 是一个在许多年前分裂成多块的大陆, 那个星球的人会被投放至落日大陆。 一听到落日大陆这个名字, 苏佑立刻想起自己全息仓中的那个游戏, 也是这个名字, 很显然, 这就是同一个游戏。 离空继续道, 虽然他们只被投放到落日大陆, 但其他大陆也是存在的, 而且每一块大陆都有着象征的意义, 落日大陆代表的是他们本星球, 其他大陆代表的是外来科技一方。 苏佑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很自然地接了一句, 所以他们的冲突目标是合并大陆。 离空压抑地看着他, 没想到他居然只听了自己的一句解释, 就猜到了。 苏佑看他这眼神忍不住笑了, 这没什么, 既然你特意说了大陆曾经分裂过, 还说了大陆碎块的象征, 那猜到这个不也很正常吗? 虽然话是这么说, 离空还是很惊讶, 不过一想到游戏都是对方做的, 他也没什么可惊讶的了。 目前的进度已经到了结尾, 当初定下的输赢条件是, 一方顺利阻止合并大陆, 另一方则是要合并大陆, 其中外来方进入游戏后是拥有记忆的,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至于那个星球的人并不知道。 苏佑皱了皱眉, 很显然, 这并不公平。 一方有记忆,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 另一方连自己的目标都不清楚, 那么很有可能, 敌人都已经完成任务了, 那些人连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听起来很不公平是吧? 离空笑了, 当然, 游戏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 但也不可能如此不公平, 不然也没有游戏的必要了。 事实上, 那个星球的所有人都进入了游戏, 这是一个单机游戏, 每个人都有着独立的存档, 进入游戏后, 所有玩家的主线任务都是阻止合并大陆, 但他们一开始并不知道, 不过后续会有相关线索, 外来方有记忆, 所以, 他们一开始就会为合并大陆做一系列的准备, 但整个星球的人中, 只要有一个人, 有一个存档, 没有顺利合并大陆, 那就算他们赢了。 苏又了然, 虽然不清楚那个星球有多少人, 但就拿他这个世界举例, 一个正常的星球, 只要不是资源匮乏到难以生存的地步, 人口少则几千万, 多则上百亿。 平均下来, 一个星球差不多十几二十亿人口, 虽然他们没有记忆, 但十几二十亿人中,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顺利地阻止合并大陆吗? 但换个思路来看, 乍一看他们人多, 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再加上, 大家突然从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到了游戏中, 肯定有很多人不适应, 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他们无法继续游戏。 这样一来, 能够顺利游戏的人就更少了。 总体而言, 不好说公平, 但也不至于说很不公平。 其实说来, 你差点就要成为这个星球的恩人了。 黎空看他明白了, 自己看了两眼监控屏幕, 然后突然笑道, 什么? 苏佑没有记忆, 自然不明白, 是什么意思? 先前我不是说了, 你是不小心以玩家的身份进入游戏的, 所以, 你自然拥有和他们一样的资格与权限, 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 他们如果不小心在游戏中死亡, 那么, 除非他们胜利, 否则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死亡, 但你如果在游戏中死亡, 只会提前回到这里, 只不过可能会大病一场。 毕竟这里的游戏并非是真的游戏, 死亡并非真的死亡, 但也不是游戏中的假死亡。 在游戏中, 不管是受伤还是死亡, 再都会对现实的自己造成损害的。 你在这个游戏中的进度, 是所有人中最快的一个, 甚至超出第二名一大截,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格外地关注你的信息, 这才发现, 你误入了游戏, 并想办法要把你弄出来。 本来他们是想直接把人弄出来的, 但游戏已经开启, 不可能停止, 停止不仅对所有玩家都有影响, 还会引起外来方的不满。 他们也许会以为裁判不公平, 因为离空他们如果不干涉, 那他们本可以顺利地占领那个星球的, 但他们插手了。 他们虽然不敢表露明显的不满, 但显然也对他们没有好感。 原来是这样。 不过你既然说我进度快, 并且这些人的游戏进度已经到达了结尾,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 我也是在结尾时出来的? 我差点成为他们的恩人。 那就是我虽然在游戏中走到了最后一步, 但因为一些原因, 没能成功阻止合并大陆。 离空露出欣赏的神情, 因为他说, 对了。 第908章, 现实, 时空修复局。 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那个星球的人, 那么你本该带着自己的随从, 进入最后一个秘境, 阻止合并大陆的仪式。 按照你当时的游戏数据, 你成功的概率高达九成。 九成概率, 这真的很高了。 难怪说他, 差点成了那个星球的恩人。 但因为你不是那个星球的人, 并且这件事, 也已经被外来方知道了。 他们强烈要求, 让你离开游戏, 并废除你的游戏成绩。 所以, 我们修改了数据, 把你进入的最后一个, 秘境换成了回到这个世界的通道。 其实, 苏佑, 在之前的游戏过程中, 也进入了不少秘境。 那些秘境的数据都可以修改, 但因为各种原因, 离空一方的裁判组, 内心, 其实更偏向那个星球的人。 所以, 他们知道了苏佑的身份, 却没有公开, 只是假装不知道,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玩家对待。 如果苏佑可以赢, 那也算是救了那个星球的人。 如果他输了也无妨, 就当是玩了一场真实的游戏, 他不会有危险。 哪怕有一些损伤, 离空一方也会主动找到他, 并对他进行补偿。 归根究底, 苏佑进入游戏, 是他们没有检查到位的责任。 苏佑, 没有及时地离开游戏, 也是出于他们的私心, 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 你们好像很讨厌外来方。 苏佑看出了离空的偏心, 毕竟他毫不遮掩。 离空也爽快地点头, 当然, 因为事情的确是他们做得过分了, 明明我们已经商议好了, 但他们在游戏开始前, 还提出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 虽然我们都拒绝了, 但是没有人喜欢出而反而。 不仅是游戏前出而反而, 而且还企图插手游戏, 只是被他们发现了。 离空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 直接决定双方的结局, 比如直接赶走外来方, 又比如把那个星球 直接划分给外来方。 但他们不能这么做, 一旦这么做, 其他出现类似情况的星球 或者世界都不会想着和平解决问题, 只会找他们直接了断地解决问题。 那这多麻烦啊。 这世界上的东西本就不是非黑即白, 不是一定有一个对错 可以让他们作为做出决定的依据的。 苏佑在这儿差不多待了一天的时间, 离空也差不多陪他聊了一整天, 虽然期间有离开过几次, 但也很快都回来了。 转眼间,苏佑已经出院一个月了, 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说, 而且也开始准备策划一款新的游戏。 新的游戏不同于之前的所有游戏, 因为这款游戏是除了落日大陆之外, 第二款采用了离空他们给的 全新科技游戏制作设备所研发的游戏。 离空他们给苏佑的补偿有很多, 其中让他最在意的, 无非是拥有超过市场科技的游戏引擎。 当然, 为了防止过于超前引起注意, 苏佑还特意问过离空这件事, 离空表示, 这种超科技设备的专利属于他们时空修复局 在这个世界的公司所有。 换句话说, 一切设备是这个公司研发的, 苏佑只是一个使用者, 当然, 也是唯一的使用者。 听到离空这么说, 苏佑就放心了。 于是, 他再次进入了和以往一样的狂热工作状态。 在研发游戏的过程中, 他也和离空保持交流, 实时了解游戏的进度。 虽然一个月前, 离空说游戏进度已经到了尾声, 但那个星球和这个世界存在时间差, 游戏的时间流逝速度是苏佑这边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苏佑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月, 但实际上那边只过去了不到十天。 按照离空的预测, 大约还要一个月才能正式结束游戏, 那边的一个月也就是苏佑这个世界的三个月。 于是, 苏佑又等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 他新游戏的研发进度来到了27%, 离空通知他明天去老地方一趟, 游戏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是要帮他恢复记忆了。 等他恢复记忆后, 离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说。 等苏佑到了那边, 离空拍了拍全息舱, 示意他躺进去。 苏佑一言照做, 他躺进了全息舱, 不用他选择, 全息舱直接连接了游戏, 等他再次地回到游戏, 所有记忆接用而来。 领主大人, 我们回到领地了。 苏佑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 都去休息吧。 话落, 其他人都纷纷地各回个家。 苏佑走在领地, 脑海不同于之前的混沌, 如今是一片清晰, 因为他此时不仅拥有游戏中 接近一年的游戏记忆, 而且还拥有现实的记忆。 因为他突然离开了游戏, 所以这个存当的一切也被冻结了。 他进入游戏后, 时间线自动跳转到了 他们已经解决了龙族的事情, 解决了合并大陆的危机, 他们一行人全部都回到了领地, 这才有了刚刚的一幕。 在领地逛了两圈后, 虽然他还有些不舍, 但考虑到黎空还在等他, 所以他离开了游戏。 怎么样? 记忆恢复了吗? 黎空看全息舱打开, 关心地询问道。 嗯, 恢复了。 苏佑点头, 然后摸了摸这个全息舱问, 这个游戏我能保留吗? 毕竟第一个自己 以最真实的视角游玩过的游戏, 他肯定是不舍的, 他在这个游戏里面 有许多难忘的记忆, 也有许多难忘的人。 虽然他自己家中的全息舱 也有这个游戏, 但那个游戏损坏了, 不能玩不说, 而且肯定也没有这个存档。 当然可以, 这个游戏我们已经没有用了, 你可以带走里面的所有数据。 黎空明白他想保留什么, 所以当场让机器人 把这个全息舱的数据核心拆卸出来, 然后交给苏佑。 全息舱的数据核心 就相当于储存卡, 里面储存了全息舱中的所有数据, 正常情况是不可拆卸的, 因为它包含了许多个人隐私, 一旦拆除会直接损毁, 连带里面的数据也会一并销毁。 但黎空这边用的是特殊的全息舱, 它并非是这个世界产出的, 自然就没有这个顾虑。 回家外接, 安装就好。 苏佑谢过并小心修好。 我记得你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找我。 对, 没错, 你跟我来, 我给你看个东西。 苏佑跟着黎空走了, 然后他看到了一本厚厚的, 如同远处时代的字典一般模样的砖头书籍。 苏佑? 虽然他已经习惯了时空修复局, 这个神奇的部门喜欢用纸质传递, 储存, 记录信息, 但他突然看到这么一本砖头书, 还是忍不住头疼, 尤其是黎空还把这砖头书给自己了。 这个你放着, 先看看这个。 黎空感觉自己似乎错乱了顺序, 连忙把砖头书往旁边一丢, 然后拿出两页纸递给苏佑。 苏佑只是扫一眼, 就被封面特殊员工入职这几个大字给吓了一跳。 他内心已经猜到了什么, 翻开第二页一看, 果然, 这是一张入职申请。 入职申请上的名字是苏佑, 性别年龄学历等一切信息也都是他的, 整张纸也就只剩下右下角部分的确认签名处是空白的。 苏佑, 这是要我入职哪个公司? 是这个空壳公司? 还是时空修复局? 说实话, 苏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不大, 但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怀疑, 非要选一个, 那肯定是后者。 一个空壳公司要什么员工? 别怀疑, 就是你想的那样。 离空干咳一生, 显然也对这种管, 说服员工入职的事情很没有经验。 是这样的, 以前经常有许多星球世界发生矛盾, 我们想了许多办法解决, 但大家都不太满意。 这一次的数据化游戏世界其实是一个实验, 实验结果不错。 苏小姐, 你的游戏制作天赋很高, 我们需要你这种人才。 苏佑, 虽然离空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但苏佑还是觉得不太靠谱的样子。 主要是时空修复局这种东西, 一听就很玄乎, 不像真的, 像骗子。 如果不是苏佑知道, 离空他们的确可以拿出许多特殊的东西, 再加上他的亲身经历, 他是真的不信。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三天后给我回复。 不必了。 苏佑不需要三天时间, 他花三分钟, 看完入职申请上, 聊聊几条基本可以算作没有的工作要求, 伸出了自己的手。 离空不明白, 啊? 苏佑微笑, 笔一。 离空恍然, 果断从口袋拿出笔, 他没想到苏佑会这么快想好, 所以刚刚忘记了。 苏佑接过笔, 刷刷刷地在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 恭喜你入职了,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离空很开心, 这几个月的相处让他对苏佑有些了解, 他还是很喜欢这个新同事的。 谢谢。 不用谢, 对了, 我刚刚给你的那本砖头书记得看, 那是我们时空修复局的各项规章制度, 内容不多, 也就378632条, 你抽空看看就好。 苏佑, 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难怪那本书封面没有字, 感情是怕把人吓跑啊。 当然, 吐槽归吐槽, 苏佑不至于因为一本员工手册就辞职不干了。 虽然这本手册真的十分离谱, 他现在对未来的一切都十分期待。 第909章, 番外, 落日大陆。 自从拿到了全息仓的数据核心后, 苏佑便时常进入游戏, 俨然一副游戏迷的样子。 如此沉迷游戏的样子, 让小六都开始忍不住担心其主人的身体健康。 不过好在苏佑虽然最近经常玩游戏, 但他也没让自己的生活中只有游戏。 他进入游戏中, 不仅仅是为了和游戏中的他们相处, 也是为了修复游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些他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在他经历过真实的游戏后, 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在修复问题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之前穿越近游戏的记忆似乎是错误的, 毕竟游戏中的自己可并不知道这款游戏就是他自己制作的。 对此, 黎空的解释是, 当他进入游戏后, 他的记忆就被替换了, 这主要也是为了让他可以正常进行游戏。 否则身为游戏作者的苏佑, 怕是可以通过bug一天就通关游戏。 又一次进入游戏后, 苏佑来到了精灵族, 见到了精灵女王。 你好, 创世神。 精灵女王朝着苏佑微微一笑, 然后起身行礼。 苏佑连忙躲开, 完全不感受这一礼。 你知道了? 苏佑有些惊讶, 这还是他在回到现实世界后, 第一次来见精灵女王, 只是没想到才第一次见面, 他就收到了如此大的惊喜。 当然, 也有惊吓。 不仅是我,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了。 精灵女王缓缓道, 一挥手, 面前出现桌椅和点心茶水。 苏佑有些惊奇地发现, 他面前的这些点心茶水, 居然都是现实世界才有的东西。 可他并没有将这部分数据导入游戏。 在制作《落日大陆》时, 他更多的还是采用了古时代的许多数据。 当时这么做, 是因为甲方的要求, 现在知道了一切的苏佑明白。 因为进行游戏的那个星球的科技程度, 文化等级与星际的古时代差不多。 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游戏, 所以, 甲方才要求使用古时代的数据。 虽然我们都只是数据, 但在融合了那个世界后, 我们拥有了无数个我们, 我们的思维智能随之增长。 这句话有些绕口, 但苏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单机游戏, 存档有几十一份重要NPC的初始数据都是一致的, 但不同玩家的选择不同, 后续的数据也截然不同。 换句话说, 游戏结束后的数据库中, 有几十亿个精灵女王, 还有几十亿个人渔王、龙王、兽人组长。 初始数据是很呆板的, 他们只能按照苏佑设定的数据去走剧情, 但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他们产生了不同的行动、情感、选择。 所以, 当这几十亿份数据融合后, 他们成为了全新的他们, 拥有更多思维的他们。 当然, 他们的本质并没有变, 他们还是他们。 除了精灵女王这些重要NPC之外, 其他NPC的智能也得到了提升。 毕竟苏佑当初在制作其他随机NPC时, 采用了不少重复数据, 虽然这并不会导致他们现在成为重复的人, 但他们也能获得重复数据的情感。 那你们现在还好吗? 毕竟是苏佑亲手创建出来的角色, 苏佑对他们肯定是有感情的。 如果没有感情, 他也不会花这么多的精力修复游戏。 修复游戏就是怕游戏出现问题, 他们当中会有人消失。 我们都很好, 曾经的我们只有当你进入游戏时才能活动, 但自从你开放了时间流逝后, 即便你不在, 我们也能自由行动,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苏佑听到他这么说, 就放心了。 他此次进入游戏, 其实还有一件事想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想把这个游戏做成开放式游戏, 你们愿意成为游戏里面的NPC吗? 哦? 精灵女王有些疑惑地歪了歪头, 开放式游戏是什么? 虽然他融合了许多数据, 但仅限于从其他玩家那边能够得到的信息。 如果其他玩家从来没有在精灵女王这个NPC面前提过某个非数据库内的信息, 那么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 嗯, 就是让其他玩家进入这个游戏, 我会设立保护机制, 尽可能地保护你们不会受到玩家的伤害。 你们的核心数据会被我保存, 这样你们的复刻、复制、数据受损, 我也可以重新复制核心数据。 精灵女王沉默着, 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许久, 他才开口询问道, 您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苏佑微微一愣, 然后同样问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想变成人吗? 不对, 应该这么说, 你们想成为真正的, 有生命的自己吗? 所以, 你是想帮助我们成为有生命的自己, 所以才想制作这个开放式游戏吗? 苏佑微微摇头, 说不上帮助不帮助的,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想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加入全新的游戏中, 等你们收集了足够多的情感数据后, 就可以导入生物体内。 精灵女王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一会儿后, 他才缓缓开口道, 我是愿意的, 毕竟在这里生活有些无趣, 但我的离开会影响到精灵族吗? 即便知道, 这只是一个数据世界, 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串数据, 但精灵女王还是真心实意地, 在为其他数据着想, 不会有影响, 我可以创建一个副本, 由另一个你代为管理精灵族, 当然, 如果你不希望这样, 我也可以重新创建一个精灵王, 精灵女王眼睛一亮, 是真的吗? 你可以再创建一个精灵王, 苏佑清楚地在精灵女王的身上, 看见了如是重负这几个字, 可以, 只要你决定了, 苏佑在询问了精灵女王之后, 又去找了其他人询问他们的意见, 意料之中的, 大部分人都选择去新的游戏里面玩玩, 只有少部分拖家带口的选择拒绝, 苏佑在了解完大家的意见后, 他便离开了游戏,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苏佑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进了游戏设计中, 为了能够完善这个游戏, 他还去了时空修复局的图书馆, 找到了许多人都不知道的资料, 用于构建游戏, 第910章, 番外, 抽卡游戏, 在制作新游戏期间, 苏佑抽空为时空修复局, 制作了一款游戏, 一款抽卡生存游戏, 也许是因为已经有了制作, 落日大陆的经验, 所以, 他在制作抽卡游戏的时候十分顺利, 再加上抽卡游戏的框架, 并不如开放式探索游戏来的复杂, 所以, 他只花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游戏, 游戏测试结束后, 他把游戏修改成两份, 一份发布到星际, 另一份交给了时空修复局, 发布到星际的这一份游戏, 包含了许多古时代的知识数据, 这些数据, 都是苏佑从时空修复局的图书馆中找到的, 这款游戏的到来, 对历史严重缺失的星际而言, 简直说得上是如获之宝, 一时间, 几乎全星际人都在玩这款抽卡游戏, 火爆程度让人忽视了, 这只是一款小型抽卡生存游戏, 同时也让人震惊于, 拥有如此广阔知识面的游戏, 居然是一个人独立制作的, 无数古时代学者争先恐后地想要找上门, 苏佑不堪其扰, 直接住进了时空修复局的皮套公司内, 嗯, 反正他是员工, 员工把公司当家, 这很合理, 在公司躲了两年之久, 抽卡游戏的风波, 这才削减不少, 不过风波虽散, 但苏佑本人是真的出名了, 最明显的一点表示, 在他的游戏工作室账号的粉丝数量, 发布抽卡游戏之前, 他的粉丝数量是1000多万, 发布抽卡游戏之后, 粉丝数量在一个星期内直接破亿, 一个月后, 粉丝数量破10亿, 粉丝增长幅度的巅峰时期, 是星际官方把这个抽卡游戏, 列为星际百大历史成就杰作, 此消息一出, 粉丝数量已仅喷石增加, 从10亿到百亿之花了不到半年, 现在, 苏佑的游戏工作室粉丝数量, 已经达到了400多亿, 如果不是因为, 苏佑最近在忙着制作容纳落日大陆NPC的游戏, 没有经营自己的工作室账号, 不然粉丝的数量只会更多, 转眼间, 五年时间过去了, 苏佑完成了游戏测试的最后一步, 然后将游戏发往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游戏审核的速度很快, 因为苏佑之前, 研发的抽卡游戏, 大大的推动了全星际探索古时代的进度, 所以, 苏佑已经是官方白名单上面的人物了, 在得知苏佑研发了一款全新的游戏, 历史研究相关部门的人都激动了, 这是苏佑有史以来花费时间最长, 也是体量最大的一款游戏, 但却是审核时间最短, 审核流程最快的一款游戏, 审核申请是早上发的, 审核通过的消息是晚上收到的, 苏佑收到的除了审核通过的消息之外, 还有询问他什么时候上架游戏的, 苏佑被这官方催更弄得有些猛逼, 不过很快他就表示, 一周后上架游戏, 并且还把这个消息用工作室账号发布, 消息一经发出, 瞬间引起了全新计的轰动, 这许多热爱抽卡游戏的人都在期待游戏, 哪怕是对游戏没那么喜爱的, 也在官方转发了苏佑的新游预告后, 对此产生了期待, 他需要用这一周的时间设立NPC保护机制, 还需要把NPC的数据全部导入游戏中, 幸好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然别说是一周了, 哪怕是一个月也未必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随着最后一份NPC数据导入成功, 苏佑松了口气, 然后静静等待游戏的公测日, 第911章, 番外, 新世界一, 你们知不知道苏大佬马上要发布新游戏了? 什么苏大佬? 没听说过, 什么游戏还能比《星际战机9》更好玩吗? 连苏大佬都不知道, 还有, 别拿《星际战机9》, 这个吃老本的东西, 和苏大佬制作出来的游戏相比, 别歪楼了, 内部消险, 保证, 苏大佬在审核游戏时被上面叫去谈话了, 当然, 肯定不是坏的谈话, 很显然, 这一次的新游戏不会比之前的古时代抽卡游戏的质量差, 如果楼上消息属实, 那能够被上面重视的游戏, 该不会又是一个和古时代相关的游戏吧? 在无数人的议论中, 苏佑时隔多年发布的全新游戏, 新世界正式上架, 在开服的那一刻, 上亿玩家涌入, 五分钟内, 在线玩家高达50亿, 如果不是苏佑使用的是时空修复局带来的超时代服务器, 否则以他个人的力量, 绝对不可能维护服务器爆炸带来的结果, 春木是苏佑的狂热粉, 在抽卡游戏没有发布前, 他就已经是苏佑的粉丝了, 在抽卡游戏发布后, 本就喜欢游戏外加古时代文化的他, 狠狠地被拿捏了, 在知道苏佑马上要发布新游戏后, 春木果断预约下载, 然后在开服的那一秒, 直接登入游戏, 哇, 好真实的场景, 我怎么没有在别的游戏中, 看到如此真实的画面效果和触感雷达,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周围的房子这么破烂矮小, 那些人穿的都是什么动线, 怎么看着灰扑扑的, 好丑,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很香的味道, 这是什么动线, 一群人朝着香味的方向冲去, 春木出于好奇心, 也想过去凑个热闹, 奈何那边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他只好到处逛逛, 在路过一家缝纫店时, 他停下了脚步,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套套骨装入了迷, 客人你好, 请问你是想要这套服装吗? 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 春木吓了一跳, 转头一看, 看见了一位身上穿着淡蓝色衣裙的女子, 笑着看向自己, 他一时间有些脸红, 因为他没钱, 不, 我不买, 那你喜欢这套服装吗? 喜欢, 当然喜欢啊, 如果不喜欢, 他怎么可能驻足观看呢? 那你想要试一试吗? 可以吗? 春木十分惊喜, 他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还可以试穿? 当然可以, 下一秒, 春木就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音, 恭喜玩家获得春山木云, 现实一日, 道具, 道具已放入背包, 春木迫不及待地打开背包, 果然看见了一套, 和自己刚刚看见的一模一样的古装, 只是这古装道具的背后, 有一个现实一日的备注, 应该是只能穿一天, 一天后就消失了, 不过, 春木已经很满意了, 他把服装穿上, 看着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青绿色长裙, 他开心地转了个圈, 这真是太好看了, 谢谢你, 叮, 恭喜玩家, 您的赞美, 让缝纫店老板, 多利的好感加五, 当前好感, 五, 春木一愣, 然后抬头, 果然看见原本陌生NPC的上方, 出现了缝纫店老板, 多利的文字, 谢谢你的夸奖, 我是缝纫店的老板多利, 以后如果你需要服装或者防御装备, 都可以来我这里购买, 啊, 好, 好的, 如果你现在没有钱, 可以去找其他人接取任务, 任务, 嗯, 多利点点头, 然后微微一顿, 正好我这里, 有一个任务, 我需要十张兔皮制作兔皮手套, 你能帮我收集吗, 我会给你一定的报酬, 缝纫店老板, 多利向你发布一个低级任务收集兔皮, 是否领取任务, 结取, 春木对于新世界这个游戏虽然还有些陌生, 但他以前毕竟玩过其他游戏, 所以大致也明白一般游戏的正常流程, 开放式游戏无疑是自己收集资源, 完成任务, 提升自己实力等等, 眼下这个游戏好像也差不多, 多谢你的帮助, 等你收集好了兔皮, 可以直接来这里交给我, 好, 请问兔子在哪里, 就在村口的草原上, 春木点点头, 道谢后正准备离开, 结果突然又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第一, 因NPC好感达到一定数值, NPC将告诉你一个重要信息, 等等, 春木还在愣神时, 听到多利喊住了自己, 他停下脚步, 疑惑转身, 我们村子有一位很厉害的猎人, 他叫多雅, 就住在村口右侧的第一间房屋内, 你可以先去找他学习狩猎技能, 这样速度会更快一些, 春木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就是重要信息, 鉴于大部分游戏中的技能书都十分难以获得, 所以春木明白, 这个所谓的狩猎技能也一定很重要, 他再次道谢, 然后直接朝着多利指示的方向而去, 到了指定的位置, 他看见一个短发尽装的女子, 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门口的板凳上, 擦拭自己手上的弓, 他看着眼前一瞧就不好惹的NPC, 前进的步子停下, 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 对方似乎发现了他的到来, 他抬头询问, 有事? 是缝纫店的老板, 他说, 你这里可以学习狩猎技能, 哦, 好, 好冷漠, 春木欲哭无泪, 因为多利的原因, 他还以为这个游戏的所有NPC都是很好相处的, 没想到, 居然也有这么高冷的, 不过下一秒, 他就得到了一本零食技能书, 恭喜玩家获得狩猎技能书, 限时一日, 虽然是零食技能书和服装一样限时一日, 但毕竟是白嫖的东西, 春木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你,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定! 恭喜玩家, 猎人, 多雅的好感加五, 当前好感, 五? 没有, 你先去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想学习完整的狩猎技能, 记得带钱过来, 一个金币就可以学习, 嗯, 好好, 谢谢, 看着又继续擦拭弓的多雅, 春木不敢说话了, 第912章, 番外, 新世界二, 狩猎一级, 熟练度, 零一百, 被动技能, 拥有此技能, 对野兽伤害加二, 当野兽血量低于10%时, 有5%概率, 触发斩杀效果, 斩杀, 立刻对目标造成, 攻击力星号100, 的伤害, 神技啊, 春木不指望自己, 能够触发斩杀效果, 但他看到, 对野兽伤害加二这一型蚊子就知道, 这个技能不得了, 因为, 他目前的攻击力只有4点, 拥有这个技能, 相当于自己的攻击力, 直接暴涨50%, 他跑到草原, 看着漫山遍野的小白兔, 连忙先查看其中一只兔子的信息, 普通兔子, 血量, 20分之20攻击力, 二防御力, 凌春木算了算, 自己基础攻击力4点, 加上狩猎技能, 一次能造成6点伤害, 也就是说, 他只需要4次攻击, 就能带走一只兔子, 因为没有武器, 他只能直接挥舞拳头打兔子, 兔子虽然也会反击, 但低级怪的攻击是可以躲避的, 所以, 他几乎是无伤的, 花费了3秒钟就击杀了一只兔子, 兔子死亡并没有立刻消失, 而是留下了一具残破的尸体, 他好奇地摸了摸, 是否分解兔子尸体, 检测到你并未拥有分解技能, 分解后获得的材料将减半, 看着减半的材料, 春暮十分心疼, 但也没有办法, 毕竟他也不知道, 这个技能要去哪里学习, 正常兔子分解可以获得一到两块兔肉和一张兔皮, 但因为材料减半, 所以, 他最多只能获得一块兔肉, 并且只有50%的概率可以获得兔皮, 并且获得的兔皮, 还有概率是残破的兔皮, 但春暮的运气不错, 第一次分解就获得了完整的兔皮, 可之后, 他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一连杀了5只兔子, 只获得了5块兔肉, 一张残破的兔皮, 不容易啊, 春暮抹了抹自己头上的汗, 就在他准备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杀兔子时, 有人主动找他搭话, 你好, 组队吗? 不, 春暮刚想拒绝, 就听见对方又说, 我有分解技能, 可以获得更多的材料, 目前大部分玩家的初始攻击力都是4点, 只有你对兔子造成的伤害是6点, 所以, 你应该也有技能吧? 春暮的沉默几乎等同于默认, 两个人杀兔子会更快, 尤其你的攻击力是6点, 这说明, 只要我们两个人各自攻击两次, 就能击杀一只兔子, 然后由我分解, 分解后的掉落平均分, 普通人4点攻击力需要攻击5次才能击杀兔子, 但因为春暮伤害高了2点, 所以, 他只需要攻击4次, 这样不仅节约时间, 还节约体力, 当然, 这些都不重要, 春暮真正心动的是对方有分解技能, 他并不怀疑当下有人能学习到技能, 毕竟他也学到了狩猎技能, 可以组队, 但你如何保证材料平均分配? 组队可以设定掉落分配比例, 玩家柳和向你发送组队邀请, 成功加入队伍, 队长设定掉落分配模式为平均分配, 春暮松了口气, 然后两个人化身为兔子屠夫, 足足在草原上击杀了上千只兔子, 期间有不少人想一起组队, 但他们都拒绝了, 毕竟他们组队是因为双方都有技能, 谁也不占谁便宜, 并且, 他们双方都不是贪心的人, 组队只是为了更加方便击杀兔子, 不会为了分配起矛盾, 但外人加入, 很容易打破这和谐平衡的氛围, 一直到两个人机长鹿鹿, 体力值几乎好空, 这才停下来, 春暮看了眼自己的背包, 里面满满当当的兔皮, 兔肉, 当然也有残破的兔皮, 柳和虽然有分解技能, 但分解技能等级不高时, 分解东西也有可能出现物品残缺, 或者没有物品的情况, 只是概率会比较低, 一个早上过去, 他收获了442块兔肉, 245张完整兔皮, 123张残缺兔皮, 体力不足, 我要回去把肉卖了, 买点东西吃, 我也是, 春暮点点头, 然后好奇到, 肉可以卖, 可以, 村里面有一家饭馆, 里面收各种食材, 而且也能花钱在里面买吃的, 可以恢复体力, 柳和毫不介意分享自己知道的线索, 但你去饭馆吃饭一定要注意, 千万别招惹老板, 他是一位火系魔法师, 很厉害, 但脾气不太好, 好, 我知道了, 为了感谢柳和分享线索, 他把缝纫店可能会收兔皮的事情, 也分享出来了, 并且他还说了, 自己身上的服装是缝纫店领取的, 虽然只能穿一天, 刚刚在打怪的时候, 他就发现柳和时不时地盯着自己的衣服, 但一般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分享自己知道的信息, 所以他也没有问, 但现在春暮主动分享, 柳和很开心, 直接给春暮塞了五张兔皮, 然后白白手离开了, 春暮还没来得及反应, 人都已经走了, 他只好收下, 然后回到了缝纫店, 此时的缝纫店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 许多人都是为了好看的服装来的, 当然也有敏锐度高的人发现了缝纫店内的房具, 所以此时的缝纫店十分地热闹, 春暮好不容易挤到了前面, 找到了多利, 这才完成了任务, 任务奖励很丰富, 五十个铜币外加一双兔皮鞋, 兔皮鞋不仅保暖, 而且可以增加移动速度和防御力, 春暮看见店内售价是一银币一双, 而且还是缺货的状态, 我这里还有很多兔皮, 老板你收吗? 收? 240张完整兔皮, 还有123张残缺的兔皮, 这么多? 多利有些惊讶, 春暮笑了笑, 和别人一起收集的, 他有分解技能, 很厉害的, 难怪, 有技能那就不奇怪了, 多利算了算价格到, 完整兔皮十铜币一张, 残缺兔皮三铜币一张, 一共2769铜币, 多利拿出27个银币和69个铜币, 春暮开心地收下, 然后突然反映过来一个问题, 狩猎技能的价格是一个金币, 换句话说, 他需要卖1000张兔皮才能买到技能书, 他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 技能书真贵啊, 不过技能书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没有技能书, 他今天早上击杀兔子的效率会慢上许多, 柳和也不会和他组队, 他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了, 第913张, 番外, 新世界三, 卖完了兔皮, 春暮准备去柳和口中的饭馆看一看, 等到了饭馆春暮才发现, 饭馆的热闹程度比起缝纫店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衣食住行, 衣食为首, 而且大家玩了一个早上了, 不管这个早上都在干什么, 但体力值肯定都见底了, 所以, 他们都很需要来饭馆吃东西, 补充体力, 虽然饭馆人多, 但好在东西是可以打包带走吃的, 所以, 很快也轮到了春暮, 看着琳琅满目的自己从未见过的吃食, 他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这就是古时代的食物吗? 好香! 想买什么就快点, 别耽误大家时间, 春暮不敢耽搁, 连忙查看这些东西的介绍和价格, 馒头, 肉包, 菜包, 红烧肉, 肉夹馍, 煎饼, 烤肉, 他不舍得看了一眼红烧肉, 肉夹馍, 煎饼, 烤肉, 然后果断地选择了馒头, 原因无他, 馒头一个三铜币, 恢复二十体力, 红烧肉一盘五十铜币, 恢复三十体力, 烤肉一盘五十铜币, 恢复三十体力, 从味道上来说, 馒头肯定比不上其他东西, 但从体力恢复的性价比来说, 肯定是馒头最为划算, 尽管他有两千七百多铜币, 但这种东西不是他能享受的, 买了二十个馒头后, 春暮找到饭馆的活计, 表示自己要出售兔肉, 我们这儿一块兔肉回收价二铜币, 你有多少? 才二铜币? 春暮有些遗憾, 但一想到兔肉是最容易获得也最常见的材料, 倒也不觉得这个价格有什么了, 我有四百四十二块兔肉, 一共八百八十四铜币, 伙计拿出八银币和八十四铜币, 看着面前的银币, 春暮实在没忍住, 回头又去买了一份红烧肉和一份烤肉, 自己卖兔肉赚了八百多, 小花一百不过分吧? 春暮找到了一个空位, 然后学着旁边人的样子, 拿出馒头中间撕开, 然后往里面加了肉, 然后一口下去, 好吃, 好吃的简直要哭出来了, 不过很快他就觉得自己这样简直太丢脸了, 但转头一看其他人, 嗯, 他们也没比自己好到哪里去, 一边嗷嗷叫好吃好吃, 一边狼吞虎咽, 看来并不只有他这么激动, 飞快地吃完东西, 春暮又开始到处探索游戏, 一直到深夜, 全息仓提示营养业不足, 他这才依依不舍地从游戏中退出, 可他即便退出了游戏, 满脑子却还都是游戏, 他想继续上线, 但却不得不得冷静下来, 因为时间真的太晚了, 而且他还有工作要做, 在等待期间, 他先上了游戏论坛, 结果发现, 前一天热度还只有几千万的论坛,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 热度直接翻了足足一百倍, 名为新世界的游戏论坛, 直接超越一众热门游戏, 牢牢地占据了第一名的位置, 春木兴奋地点进了游戏论坛, 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玩家分享有关于游戏的事情, 自己又能否从中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可令春木有些失望的是, 虽然新世界的论坛, 今日新铁的数量已经高达九亿, 但其中有七八成都是在讨论游戏内各种他们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的古文化知识, 比如, 新世界里面的服装好好看, 古装图片春木, 古装图片二, 古装图片三, 我敢保证, 这绝对是古时代的服装, 我还特意翻阅了老师的藏书, 这几套衣服, 简直和藏书上面为数不多的几张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照片, 一模一样, 美食图片, 呜呜呜, 肉夹馍好好吃, 烤肉好好吃, 汉堡也好好吃, 可是我一个都吃不解, 强烈建议速速开放, 充值通道, 我在现实世界吃不到古时代的美食, 难道在游戏我也吃不到吗? 武器图片春木, 武器图片二, 武器图片三, 我发现新手村的铁匠铺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武器, 虽然这些武器看似普通, 威力看似远比不上能量枪, 能量炮, 激光枪, 但我发现这里有很多武器的构思都十分巧妙, 如果能够把这些武器内部构造研究透彻, 想必能够为改良能量武器提供不小的帮助, 卧槽, 古时代人太牛逼了, 他们居然会种田, 你们根本不知道, 我看见村子的农田那一整片金灿灿的麦田, 还有那一整片的瓜果蔬菜,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自然食物, 我一直以为自然食物都是只能在专门的高条件培养敏中才能够生长的, 而且一个培养敏中只能生长一株农作物, 因为这款游戏宣传的就是古文化, 所以有关于古文化的一切, 不管是服装, 美食, 种植, 制造等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数人讨论的对象, 但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剩下的一部分人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讨论新世界内的NPC,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游戏里面的NPC智能等级好像很高, 我感觉自己不论说什么, 他们好像都能够对上话, 我感觉新世界的NPC好像和其他游戏中的NPC不太一样, 其他游戏的NPC更多的是推进剧情的工具人并没有太多的作用, 甚至生死都无所谓, 但是新世界里面的这些NPC不仅十分真实, 而且每个人都特别厉害,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本事, 求助! 有人知道铁匠铺老板苍蓝喜欢什么吗? 我想让他为我打造一把武器, 但一直显示好感不足, 他拒绝我的请求,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我只是抢走了村中一个小孩的冰糖葫芦, 然后我就死了? 是的没错, 我直接死了, 毫无征兆的那种, 我连对方是怎么出手的都不知道, 不是说新手村是安全区, 不能动手吗? NPC图片, 前排表白此NPC,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NPC的名字, 这对我而言真的很重要, 我感觉自己被新杀封锁的内心终于开始跳动, 哦, 他真的太美丽了, 我发誓, 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除了他之外的任何NPC, 警告所有玩家, 千万不要招惹饭馆的老板, 那就是个脾气极差的喷火龙, 第914章, 翻外, 新世界四, 如果不是收到了来自朋友的催促, 春木甚至感觉自己要彻底沉迷于论坛之中, 没办法, 虽然论坛只是在讨论游戏, 而不是真的在玩游戏, 但他们讨论的内容过于新奇, 新奇倒让春木觉得自己只是看看, 都觉得十分有意思, 他强行让自己的注意力从论坛上转移, 并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 等好不容易完成工作后, 他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进入休眠舱休息, 而是迫不及待地直接进入了游戏, 春木本以为深夜游戏的人会变少一些, 结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熬夜打游戏的人不仅没有变少, 反而比白天的人更多了似的, 不过春木也不在乎这些, 他抬头看着黑乎乎的天空, 一时间有些为难, 这大晚上的,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他能去哪里, 就在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时, 不远处传来了音调奇异, 却莫名带着美感的曲调, 远方的客人, 欢迎来到此地, 请允许我, 为诸位讲述一个故事, 说话的声音停顿, 但音乐却并没有停止, 随着音乐声越来越大, 春木看见远方缓缓走过来, 一个打扮有些古怪, 手上还拿着一个类似于古时代的弓一样的武器, 只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此人手上的弓, 弓弦数量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不等春木思考, 男人又开始唱了起来, 在遥远的海岸边, 隐藏着一只凶狠的怪物, 为了海岸的和平, 一只英雄小队前往消灭怪物, 这首歌曲不长, 讲述的故事也不长, 但众人的内心, 却随着男人音调的起伏, 而上下翻涌, 在唱道, 众人陷入绝境, 伙伴皆被俘虏, 是放弃逃离, 还是留下战斗, 时, 大家的内心也随之紧张, 共同在位, 这只生死未卜的英雄小队, 而感到担忧, 在唱道美丽的海洋精灵, 唱出优美的海洋之歌时, 男人突然变调的一段悠长空灵的音乐, 简直让所有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并非是这段音乐不好听, 相反, 这段音乐相当动人, 甚至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出, 如此美妙的音乐, 到底是如何演奏出来的, 这男人手上的, 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乐器? 这是什么古怪的乐器? 为什么他们, 从来没有见过? 故事虽然已经结束, 男人的表演也已经结束, 但带给大家的震撼, 却久久未散。 感谢大家聆听我的故事, 我是一位银游诗人, 我们有缘再见。 一句话说完, 男人继续弹作着悠长的旋律, 然后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随着他的离开, 所有人的内心都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一个问题, 海洋精灵到底是什么? 几乎是在银游诗人离开的时候, 有开了录像功能的人, 立刻将整个表演的过程上传到了论坛上, 于是乎, 本该寂静的星际被一首奇异的歌曲炸响。 不少隐约相关的专家都在讨论这种以故事为主题, 附上适合的优美曲调的全新演唱方式是什么? 这也使得不少星际歌手连夜被人吵醒, 在看完视频后, 这些人都沉默了。 这边, 春木在看完全程的表演后, 感到震撼的同时, 对于能够创造出如此神奇的游戏的苏大佬更加的佩服。 就在春木感慨着新世界夜晚也如此热闹时, 人群中有人发出惊呼, 快看! 大家快看自己的状态栏! 春木闻言下意识地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栏, 然后他就看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增益状态。 海洋之歌剩余时间一小时五十八分十四秒, 你受到了海洋之歌的激励, 攻击力加五, 生命恢复速度加一, 幸运加一。 春木, 春木看完这个增益状态的详细内容后, 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立刻去打怪。 这可是攻击力加五啊! 要知道他一共才四点攻击力, 这直接翻了一倍还多。 而且还加了生命恢复速度和幸运。 如果拥有如此强悍的增益状态之下, 他不去做点什么, 简直浪费。 春木说干就干, 起身就想朝着村外走去, 结果才走到门口, 就被一个NPC给拦了下来。 夜晚的野外十分危险, 外面会有来自黑暗深渊的怪物, 它们的实力十分强大, 请不要外出。 春木一愣, 然后看了眼眼前的NPC, 这是一个穿着铠甲的NPC, 头顶上的信息显示, 他似乎是这个村子的守卫。 谢谢,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春木发现了, 这个游戏的自由度极高, 其中最为神奇的就是拥有高智能的NPC。 已经有不少玩家发现了, 如果想要在这个游戏中好好地玩下去, 与NPC交好是必须的。 我是莱克, 是本村的守卫队长。 春木看见对方头顶上的信息, 果然变成了守卫队长, 莱克。 听到不能外出, 春木很遗憾。 他看着自己的状态栏, 内心十分纠结。 我真的不能出去吗? 他挣扎着询问。 莱克面无表情, 并没有因为春木的话而露出不满。 因为类似的话, 他已经听了无数遍了。 于是, 他也用说了无数遍的话回答春木的问题。 我们只是负责提醒, 如果你们执意外出, 我们并不会拦着。 春木果然看见有人和守卫说了几句话后, 果断地离开了村子。 他觉得对方有些眼熟, 应该也是刚刚听到了海洋之歌的人, 估计也和自己一样, 想趁着增益状态还在, 赶紧去多杀一些怪物。 不管是为了升级, 还是为了掉落雾, 这都挺不错的。 春木想了又想, 最终还是想要外出的念头占了上风。 反正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就算再危险又能如何? 还能要了自己的命吗?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春木还是找莱克问道, 可是我真的很想出门,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在夜晚的野外, 没有那么危险? 叮! 恭喜发现隐藏对话, 触发需求, 莱克好感大于等于5, 因不满足条件, 隐藏对话结束。 春木? 春木傻眼了。 如果说他之前对于NPC的好感, 很重要这一点表示理解和认同, 那么现在是真的深刻体会到了NPC好感的重要性。 第915章, 番外, 新世界舞。 春木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终于接到了莱克的两个任务。 我有些饿了, 你帮我去饭馆买一份烤肉, 再去酒馆买一摊烈酒。 对了, 有一名守卫的武器坏了, 麻烦帮忙送到铁匠铺修里。 守卫队长, 莱克向你发布任务购买食物, 是否揭取? 守卫队长, 莱克向你发布任务维修武器, 是否揭取? 春木眼睛一亮, 果断接了这两个任务, 然后以飞快的速度来到了饭馆。 虽然此时已经是深夜, 但饭馆和酒馆作为为数不多的24小时营业的店铺, 所以, 春木过来时, 这两家店都是大门敞开, 里面也是灯火通明。 只不过, 现在毕竟是深夜了, 所以里面并没有多少人, 尤其是饭馆, 里面空空荡荡, 只有几个玩家坐在座位上享受美食, 聊天解闷。 春木来到点餐台前, 立刻有人询问他需要什么? 我需要一份烤肉。 五十同币。 春木笑容一僵, 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那个莱克好像没给他钱。 在他停顿的这几秒, 面前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烤肉还要不要了? 春木的内心天然交战, 最后还是点头, 要。 他忍痛拿出五十同币。 对方收了钱, 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他一手抄起桌面上已经切好的肉片, 往空中一甩, 肉片纷纷扬扬洒落。 下一秒, 一团巨大的火焰自下而上, 将肉片全部包裹。 肉香被火焰烘烤一出, 飘荡在空气中, 令人垂涎不已。 春木看得目瞪口呆。 他看着眼前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 愣是没看出他刚刚到底是怎么做到, 突然从手上冒出一团火焰的。 好了。 啊? 好。 春木呆愣愣地接过烤肉, 目光还盯在对方的双手上。 还有事? 春木连忙摇头, 转身准备离开,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他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对这个人的身份有了猜测,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个中年人应该就是论坛上讨论度最高的NPC之一, 火焰魔法师梅克。 关于这个NPC, 很多人的描述都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厨艺高, 但脾气不好。 之前有不少人在饭馆闹事, 因为饭馆人多, 有人因为插队的事情吵起来了。 若只是嘴上吵两句也就罢了, 结果到了最后, 居然直接动起手来了, 还先翻了饭馆的几张桌子, 结果这些闹事的人每个人都受了一个火球, 直接被送到了复活点。 至此之后, 再没人敢在饭馆闹事, 同时, 大家也对这位火系魔法师的实力, 有了明确的了解。 只是一个还没有拳头大小的火球而已, 看上去轻飘飘的, 结果人当场化成白光消失了, 谁也不敢想梅克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从饭馆离开, 春暮又去了酒馆。 相比饭馆, 夜晚的酒馆人似乎会更多一些, 三三两两的人围坐在酒桌旁, 聊天吃肉。 作为才从饭馆离开的春暮表示, 这些人桌子上的肉一看就是从饭馆买的烤肉, 可想而知饭馆的烤肉味道到底有多好。 请问需要什么? 说话的是一位面容亲密的女子, 春暮猜测对方应该是酒馆的老板或者服务员。 我要一坛烈酒。 一坛烈酒一个银币。 春暮忍痛拿出一个银币, 很快, 有人送上了一坛烈酒。 成功买到烈酒后, 春暮又去了铁匠铺一趟, 把损坏的武器交给老板, 然后才带着烤肉和烈酒找到了莱克。 恭喜,顺便递过去一个钱袋。 春暮看着里面的一个银币和50个铜币, 内心对于眼前这个NPC的好感刷刷刷地往上涨。 天知道他都已经做好了自掏腰包的准备了。 没想到对方居然把钱给他了。 武器已经送到铁匠铺了吗? 送到了。 春暮连忙回道。 下一秒, 恭喜玩家完成任务购买食物。 奖励, 经验星号50, 铜币星号10, 莱克好感加5。 恭喜玩家完成任务维修武器。 奖励, 经验星号30, 铜币星号5, 莱克好感加2。 叮。 恭喜发现隐藏对话, 触发需求, 莱克好感大于等于5, 当前好感。 7, 满足需求。 其实晚上外出也不是不行, 但一定要有足够的光源, 光源是抵御深渊怪物的重要武器。 莱克指了指一个地方, 然后到, 那个位置有一个小教堂, 你可以把自己的需求告诉里面的人。 说完, 莱克提着酒和烤肉, 直接离开了。 春暮不敢浪费时间, 立刻来到了小教堂。 这个教堂并不大, 看着只有饭馆的三分之一大小, 但整个教堂十分干净整洁, 才踏入这里, 就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这位小姐, 来此有何事? 就在春暮好奇地打量四周时, 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 春暮下意识望去, 结果看见一位穿着雪白发袍的年轻女子, 朝着她的方向缓缓走来, 目光中带着打量与审视。 你好, 我想在夜晚外出, 但夜晚外面有许多可怕的东西。 原来如此。 女子微微汗手, 然后带着她走到了一座神像面前。 这位是伟大的光明神。 春暮脑袋上出现一个问号, 她有些不理解。 不过很快, 她看见对方朝着神像跪拜, 她也连忙学着跪拜。 叮! 玩家是否消耗五银币供奉光明神? 是! 否! 春暮! 春暮一头雾水, 但本着对那位名叫莱克的NPC的信任, 他咬咬牙, 选择了! 是! 供奉成功, 获得光明神的庇护! 叮! 恭喜玩家, 您对于光明神的虔诚供奉, 让光系魔法师凝时的好感加五, 当前好感五。 春暮眼睛一亮, 学着凝时缓缓起身后, 莲芒打开自己的状态栏查看。 光明神的庇护, 持续时间一小时59分51秒, 光明神的庇护, 使你无惧一切黑暗, 同时, 你对一切黑暗生物的伤害增加200%, 黑暗防御加100%, 无事便离开吧。 谢谢! 春暮道谢后, 莲芒离开了教堂。 离开教堂后, 他再一次尝试想要离开村子, 他发现周围的守卫似乎只是多看了他一眼, 然后就仿佛没有看见一般, 放他离开了。 第916章, 番外, 新世界六, 全文完。 夜晚的野外, 果然如同莱克所说的那般, 十分恐怖。 只不过, 在离开村庄的范围不到百米, 春暮就已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周围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这种被暗中窥视的感觉, 令他感到不寒而栗, 可每当他顺着视线看去,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他来到了早上杀兔子的平原, 有些意外地发现, 这里的兔子似乎和早上有些不太一样了。 黑暗, 兔子, 血量, 三十分之三十攻击力, 五防御力, 零看着血量和攻击力都大幅度增加的兔子, 春暮被吓了一跳。 得亏他在离开村庄之前, 去了教堂, 否则他很有可能打不过这些兔子。 春暮缓缓靠近黑暗兔, 准备先杀一只练练手, 结果没想到, 才靠近到对方的攻击范围, 几只兔子就眼冒红光地朝着他的方向扑了过来。 不对, 这是主动攻击罐。 春暮没有丝毫犹豫, 转头就跑。 随着距离被拉长, 有几只兔子已经因为超过了范围回到了原地, 只留下一只兔子还在执着地追赶自己。 春暮停下脚步, 果断发动攻击, 二十六。 负四! 两次攻击之下, 黑暗兔死亡。 看着自己超高的伤害, 春暮更加庆幸自己去了教堂。 按照他如今二级的六点攻击力, 再加上狩猎的两点攻击力和海洋之歌的五点, 他最少要三次攻击才能击杀黑暗兔。 看着地上黑乎乎的兔子, 春暮犹豫片刻后, 最终还是上前准备分解。 毕竟是战斗所得的战利品, 不拿说不过去。 分解成功, 获得兔肉星号三, 完整的兔皮星号一。 看到收获, 春暮手一抖, 整个人被吓了一跳。 三块兔肉? 这怎么可能? 难道自己运气大爆发? 春暮觉得哪里不太对, 于是又去勾引了几只兔子, 挨个儿击杀, 然后分解尸体。 再一连分解了四只兔子, 获得了13块兔肉外加两块完整兔皮和一块残缺兔皮后, 春暮可以确定一点, 那就是黑暗兔的掉落比普通兔子的掉落更多。 当然,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海洋之歌的增益状态, 有一个幸运加一, 这个估计也是会增加掉落物的, 但影响肯定不会这么大。 所谓风险越高, 收益越高, 可能就是如此。 有了这个结论后, 春暮抓紧时间, 在增益时间马上结束之前, 一直都在奋力地杀黑暗徒。 期间也有其他人出现在周围, 春暮发现他们身上似乎有一层隐隐的白光, 低头仔细看了看自己, 居然也有, 他猜测可能是增益特效。 看来这些人应该也是去过教堂, 供奉过光明神的。 一个多小时马上过去, 春暮不敢在外面多停留, 看着庇护光环马上消失, 他拔腿就往村子里面跑, 直到他回到村中, 光环倒计时还剩下大约两分钟。 春暮松了口气, 随意找了个客栈休息, 然后下线。 一晃眼, 一周时间过去, 新世界彻底爆火于全星际。 目前新世界每日平均在线人数高达500亿, 巅峰时期在线人数突破千亿, 成功打破了953亿巅峰在线人数的历史。 随着玩家推动游戏进度, 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个游戏远不止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每次当他们进入这个游戏之后, 他们都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因为这个游戏内的大部分事物都是他们完全陌生的。 许多考古学家放弃了对耗费昂贵资源挖掘出的古时代遗迹进行探索, 纷纷投入了游戏之中。 在这个游戏的每一天, 都有无数的全新历史资料公布于大众的视线中。 除了庞大的历史数据之外, 新世界超高的智能NPC与超强的自由度也提供了极大的游戏性。 每个人都能够在游戏中玩出不同的道路。 游戏发布后一个月, 新世界发布了全新的资料片, 并发布公告将于次日进行为期一天的停赋更新。 当所有人下意识地进入游戏, 结果却显示维护更新中时, 论坛上一片哀嚎遍野。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以为只是一天不玩游戏而已。 这哪里是停赋啊? 这简直是要停了我的命啊。 快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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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服。 更新是什么? 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资料片好像还挺有趣的。 我看到了许多奇怪的种族, 也不知道这些种族是干嘛的。 我只想知道那个长翅膀的种族是什么。 简直太美了好吗? 每个都是我的老婆。 好像有一个种族是在海洋中生活的。 还记得之前有个淫忧诗人的视频吗? 我在想, 那个海洋精灵是不是指的就是他们? 我只在乎龙。 我从小都很喜欢龙, 太威风太霸气了。 这次的资料片上有龙, 我希望更新之后我就有机会见到龙。 在大家的嘈杂的议论中, 一天时间慢悠悠地过去了。 无数玩家卡着凌晨的时间点登录了游戏。 结果才上线, 就看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宣传片。 龙鹰虎啸, 海浪翻腾, 区域扩大至整个游戏范围的激烈的上古战争。 人族, 龙族, 精灵族, 兽人族, 人鱼族, 矮人族, 地精族, 巨人族, 妖族, 雪山族, 多达几十种的种族画像在每个人的眼前闪烁。 下一秒, 这些种族画像全部化为实体, 一同跃入了战场上。 刀与剑的碰撞, 咒术与魔法的冲击, 悬而又悬的天命之术, 令人应接不暇。 因为是全息游戏, 所以这个视频的代入感极强, 仿佛身临其境, 短短两分钟的视频, 看得所有人热血澎湃。 等视频结束之后, 大家惊喜地发现, 他们居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种族。 除了神秘的四大种族之外, 其他身份都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 他们也可以选择维持人族的身份, 不过许多人还是选择加入其他种族。 而在选择种族之后, 所有的画面上都出现了一个选择。 你所向光明, 还是新网黑暗?光明, 斜杠, 黑暗。 当所有人做出自己的选择之后, 游戏数据在继承了前一个月的玩家数据的同时, 导入了全新的游戏数据。 新世界迎来了他真正的序章, 光与暗。 全文完。